第267章 丢了国魂 秦迪是大隐于世的修真人 对于这样的老人保持尊敬 庞老先生 您亲自过来鉴赏宝贝 庞来晨笑道 年纪大了 行将入土 活了一辈子 就剩下这点癖好 张聪玉道 秦先生 我又帮您收了几十幅字画 还有一些瓷器 玉器 不过钱快花光了 您看怎么办 秦迪道 钱不是问题 回头我让人送过来 张聪玉赞道 秦先生就是大气 连收了什么话都不看一眼 就舍得往外拿钱 秦迪道 有啥好看的 我相信你的眼光 庞来晨是在1949年去世的 他也不知道 自家后人捐献画作的事 此时 他笑着对秦迪道 俗话说 盛世的古董 乱世的黄金 如今乃是乱世 古董 字画不值钱 你拿出大笔的钱财收画 这算是一个好买卖 等到若干年后 这些东西能升值十倍 百倍 秦迪微微一笑 心想 我手里自画可多了 有从当代画家 手里收的 有从溥仪 张学善家里抢来的 还有原本储藏在小世界里面的画作 以及最近收上来的作品 数量已经无法统计了 也没法用金钱来衡量 不过 我准备等半个世纪后 将大部分字画捐给国家 他还没有计算 在纽约的两家艺术品 收藏拍卖公司呢 这些年也收藏了不少的宝贝 包括八国联军抢走的国宝 再者说 如果哪天他一发狠 说不定去大英博物馆 或者法国的卢浮宫 将属于中国的宝贝都抢回来 不过 他暂时没打算那样做 其中基于两重因素 一来 将珍贵文物留在国外的博物馆 更能提醒国人勿忘国耻 二来 文物保护是个细致工作 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 就算把宝贝抢回来 捐给国家就安全了吗 搞不好破丝就给砸了 或者被某些人中饱私囊 因此 就算要捐 也要等国家稳定之后 甚至等他白日飞升之前 再捐也不迟 老爷子 还有张兄弟 快到中午了 我请你们吃顿饭 如何 好啊 难得秦先生请客 恭敬不如从命 三人在附近找了家餐馆 一面吃一面闲聊 旁来臣常探道 日本人占了半个中国 难道说 我们国家又要灭亡一回 历史上 元朝征服宋朝 满清征服大明 基本上算是灭国了 但中华文明并未断绝 因为它代表了一定时期内的先进文化 是孔子 孟子 老子等古代先贤打下的监视基础 而到了民国时期 孔子被扫进垃圾桶 孟子被扔进固纸堆 老庄信徒躲在道观里 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没进来 中国失去了文化自信 就等于丢失了国魂 如果在这个时候灭国 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因此 庞来臣和张聪玉这样的附加知识分子 都感到很迷惘 秦敌安慰道 老爷子 您别发愁 在您死之前 肯定会看见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天 庞来臣眼前一亮 日本人会投降吗 会的 要不然 你把我脑袋揪下来当球踢 好好 那我就努力多活两年 秦敌从酒楼里出来 走不多远 就知道身后有人跟着 似乎是76号的特务 他若无其事地走走停停 然后猛然一转身 在那人头顶拍一张 他并没有将人拍死 自从遭受天劫之后 他就十分小心 很少再杀人了 此人脑袋被他拍过之后 至少在半年内内形同白痴 将来慢慢恢复之后 也不会记得曾经跟踪的事 秦敌回到家中 打了个电话 将杜荣叫过来 告诉他 你如果不想看着陈寿亭死 未来两三个月里 一定要跟紧他 他会有一场劫难 杜荣心中一惊 问道 先生 您能否说得详细些 劫难来自何方 轻敌道 魔都的军统组织 可能被连根拔起 啊 怎么会呢 日本人和76号的汪伟特务 一直在盯着呢 多谢先生告知 杜荣找到了陈寿亭 告诉他这件事 陈寿亭还不肯相信 说军统在魔都 隐藏了数百人 怎么可能被敌人连根拔起 杜荣道 这是先生说的 你若是不听 死了别后悔 陈寿亭反问 你为啥那么相信他说的话 秦大少不就是给你一本秘籍吗 你还真把他说的话当圣旨了 杜荣很生气 抬一脚就踢 照着他的屁股 一连踢了三脚 陈寿亭躲又躲不过 打也打不过他 赶紧哀求道 姑奶奶 别踢了 我听你的 还不成吗 因为习武多年 他也是暗静高手 心里对杜荣又惊又怕 然而更多的还是爱慕 觉得若将对方娶回家去 肯定能能光宗耀祖 而且 他的父亲 也和杜心武剑过面 这门亲事 已经说定了 就插取杜荣过门了 先前他跟杜荣 一起去见秦敌 以为只是见熟人 走个过场 没成想 秦敌横插一杠子 非要他暂时退出军统 所以 在他看来 等于干涉他的自由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他被杜荣踹了几脚 左思右想 心中不安 被逼无奈 去见王天牧 说要请半年的假 一则为了结婚 二则回南洋老家 拜见家中老人 王天牧皱眉 冷哼道 如此国难当头 好拿而当马格果师 匈奴未灭 何以家为 陈寿亭支支吾吾的说道 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站长 您看我岁数也大了 还真等到抗战胜利 再澄清吗 王天牧道 最多给你三个月的假期 你记着速去速回 站长 我听说 有76号的人盯着咱们 想要将咱们连根拔起呢 哼 这不是很正常吗 双方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难道你怕了 我不怕 站长你小心点 赶紧滚蛋 陈寿亭回头去见杜蓉 好了 我跟站长请了三个月的假 正好趁这个时间 跟你结婚 杜蓉道 谁说跟你结婚了 你这人不听话 我得多考验你一阵子 姑奶奶 算我求你了 好不好 赶紧办完证事 我还要回来执行任务呢 一个苦苦哀求 一个半退半就 最后两人离开了魔都 先去广州 再去南洋 真个结婚去了 反正杜蓉打定主意 半年内不会返回魔都 第268章 赞别弟子 他们才走了半个月 76号的特务 便在光天化日之下 捉住王天目 押到吉斯菲尔路76号 那些特务 将王天目关了三个星期 既不打他 也不骂他 好吃好喝招待着 最后竟然还放他走了 76号被称作阎王殿 一般人进去 不死也要脱层皮 王天目进去待了三周 却能毫发无损地 安然归来 在管理吉岩的军统内部 无论如何 都洗脱不掉叛徒的嫌疑 于是戴笠密令 除掉王天目 两个枪手去执行任务 结果没有成功 王天目侥幸逃脱 大骂戴笠无情无义 声称 从此脱离军统 这正中李氏群的下怀 他就是要在军统制造矛盾 迫使王天目反戈 王天目是代理手下四大金刚之一 不单掌管魔都的军统名单 还在别处有不少老关系 日本宪兵根据他提供的情报 在华北 华东展开大搜捕 日本宪兵袭击了军统 在天津的办公点和藏身处 抓获了不少特工 负责人陈姬毅和岑彻 被立即枪决 日本宪兵在青岛大肆搜捕 军统青岛站的代理站长被捉 交出了特工名单 地址和电台 同时 军统在北平的办公处 和电台陷入敌手 副区长周世光被捕 随即被杀 日本宪兵进一步扩大战果 对张家口 查哈尔 隋远 丹东 内蒙等地进行了系统的搜捕 清白党情报员 积极分子 游记队长纷纷落网 电台被毁 军统在敌后的情报体系 几乎毁灭殆尽 一时军统在华北的活动 激进停顿 至于说在魔都的军统 更是被抓个七七八八 几乎被连根拔掉了 后来 王天目成了76号的高级顾问 出席汪伟召开的 清白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被指定为中央委员 最令人想不通的是 等到抗战胜利后 王天目并没有接受惩罚 而是摇身一变 继续为清白党效力 最后 此人活到95岁高寿 至于其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 情敌也不是很清楚 有人说 王天目没有叛变 而是军统精心策划的 死监就像谍战剧 伪装者中 代号 独丰的军统处长 王天峰设计 和实施死监计划 他到摩都 故意被汪伟特工总部 76号抓住 假叛变帮76号诱杀 诱捕了几名军统情报员 搜获了清白党的密码本 然后 国民政府军委会 用该密码发送给 第三战区 假作战计划 日委方面破译后 深信不疑 据此制定作战计划 落入国军圈套 遭到惨重失败 情敌也懒得追查 死监知识的真假 如果是真的话 清白党付出的代价 也太大了 让那么多人惨死 简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不管怎样 反正等陈寿廷 和杜容杜丸蜜月返回时 他已经找不到 魔都的军统组织了 原先的同伴 要么被杀 要么叛变 落了个白茫茫大地 真干净 陈寿廷被吓得半死 他如果留在魔都 也会死在这里 自此以后 他对秦敌转变了态度 再见之时 毕恭毕敬 跟杜容一样执弟子里 他借机从军统抽身出来 帮父亲忙活家族的产业 陈家在魔都和广州 都开了规模不小的五金店 在香港 还有一家金武学校 因为获家人的退影 陈家借过金武们的大旗 自从有了杜容的加入 这杆大旗 飘扬得更高了 除此之外 陈寿廷的父亲陈希哲 还是一位考古学家 自己买了一艘船 闲来无视在香港 福建一带的海域考古 有了儿子 儿媳的帮忙 考古也加速了很多 杜容离开魔都的时候 前去拜见秦敌 恭恭敬敬地 磕了三个头师傅 我已经嫁人了 从今以后 可能在南方讨生活 再见到您的次数 会变得很少 秦敌给了他一瓶丹药 道 三个月吃一磕 吃完了 再来找我 这些丹药 能让你的功力 保持在巅峰状态 杜容十分感激 多谢师傅 秦敌又拿出一个项链 递给他 连着一个半寸大小的 墨绿色吊坠 这是我亲手制作的 你把它戴上 这不是一般的玉石 而是一块上品零食 万一你要是陷入苦战 到了筋疲力尽的时候 将它握在手心里 能让你快速恢复功力 杜容如获至宝 十分欣喜 赶紧挂在了脖子上 秦敌又道 如果有一天 吊坠忽然改变了颜色 从墨绿变成深蓝 或者火红 以及别的古怪的颜色 你要将所在的位置记下来 日后再禀报于我 明白吗 杜容问 吊坠为什么会变颜色 因为它是上品零食 又被我雕刻了 微型的西灵阵 能自动吸收空气中的灵气 如果周围有灵气 它就会改变颜色 我记住了 师傅 燕雪过来 跟她拥抱了片刻 然后送她出去 多保重 杜容不忍分别 回身报警了燕雪 道 姐 你也多保重啊 随后她撒泪而别 不久之后 杜兰也传来好消息 她要和顾玉宁结婚了 婚礼办得相当简约 前去的宾客不多 只有二三十人 对于顾玉宁而言 因为国难当头 顾家人七零八落 四处分散 所以婚事从简 没有大操大办 而对于杜兰来讲 更是如此 不管是秦迪还是杜欣武 都不能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他们是被日本人惦记的目标 必欲除之而后快 杜兰结婚以后 暂时还住在摩都 不过按照顾玉宁的意思 她要做一些学术研究 可能要去美国一行 秦迪心中有数 这位看似文弱的顾先生 日后并不是默默无闻的人物 她在科学上颇有建树 是麻省理工的教授 除了科研以外 她还是诗人 一生做过八千多首诗 还是戏剧家和音乐家 创作过十几部戏曲 当过国立交响乐团的团长 总而言之 此人很不简单 最令人感叹的是 在她教的学生里面 还有一位顶尖的大神 秦迪同样给了杜兰一瓶丹药 和一根项链 叮嘱她秦家修炼 莫要荒废了武功 杜兰感激地败了两败 多谢师父 至此 秦迪送别了两位寄明弟子 跟他们的关系告一段落 等到日后 两人各撑起一片天空 还会有所交集 一辈子的师徒 不会轻易隔断 第269章 无名返击炮 1939年9月 爆发了第一次长沙战役 日本魏达道对国民政府 右翔和军事打击 集中12万兵力从干北 鄂南 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了进攻 作战目标是在最短期间内 捕捉敌第9战区主力部队 并将其歼灭 第9战区带军官 薛月调动30多个师 和三个挺进纵队 共约24万多人参加此次战役 他以所谓天炉战法 一湖南的地势 左以洞庭湖 又平目覆山 以其间新墙河 密罗江 捞刀河 刘阳河这四条河 作为迟滞日军的依据 将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机动力消除 国军以且战且退坐法 在四河与幕府山间游移 攻击然后后撤躲藏 将日军拖入四河之中 最后再以长沙城中主力 与外围藏在山林中的部队 和为深入四河中的日军 长沙会战先后打了三次 中国军队阵亡 受伤和失踪的将士达 九万三千九百四十四人 歼灭日军 共计十一万余人 一次次的拉锯战 大大消耗了日军力量 使得日军没办法继续占领 更多的中国领土 顾如虎参加了这次战斗 他没有遵照擎敌的指令 依旧身先士卒猛打猛冲 结果身上多了三十处枪伤 大大影响了他的修为 耗费了不少的灵气 几乎断绝了先路 战后 他也没在升官 依然是市长 到了市长这个层次 如果上面没有人提携 再想升职就比较难了 顾如虎并非出自黄埔军校 他是川军 算不得清先生的嫡系 再者说 大兵团作战 主要靠运筹帷幄 个人之勇武用处太大 1939年秋天 日本的名将之花 陆军中将阿部闺秀 率陆军精锐独立混成旅 于河北来源作战 他的临时指挥部 被九州军的一支部队发现了 当时负责迎头阻击任务的九州军团长陈正香 接到侦察兵报告 发现位于黄图林与上庄子之间 一个名叫叫场的小村庄了 设有日军的临时指挥所 他随即命令配属的分区炮兵营迫击炮帘 对准目标轰击 四发炮弹均在目标点爆炸 从望远镜里观察 小山包上的敌人 拖着死尸和伤员滚下山去了 院子里的敌人跑进跑出 异常慌乱 接着 炮兵连又向小院北边的山沟 打了几发炮弹 以轰击在死角下隐蔽的敌人 当时被敌人 关在院子东边小屋里的一些群众 亲眼看到 炮弹在独立小院屋前爆炸 日军指挥官被炸倒了 连那条狼狗也炸裂了肚子 可是却没有一块弹片 飞到小屋子里来 这些人暗中惊奇 九州军的炮可真神啊 后来才知道 日军阿布中将 就在这次炮击下毙命了 这一撞举是由当时 年仅18岁的李二喜完成的 当时 陈正香 李二喜还不知道 他们在抗战史上 写下辉煌的一笔 后来 他们得知 死了的阿布龟秀 是抗战以来 九州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将领 阿布龟秀中 将被击毙在黄土岭的消息 是从敌人的电台广播中得知的 很快 中央领导从延州 发来电报查证此事 并要总部向各方公布 广为宣传 秦先生也发来了嘉奖电报 战后有人发现 那门立功的迫击炮 竟然被人抹掉了编号和标识 不知道是那个兵工厂出产的 抹去编号的方式 也比较奇怪 看上去既非错刀 也非砂纸 平整之中 略有起伏 就像被人用手指抹过一样 再后来 日本报纸 朝日新闻 十分惋惜的报道说 阿布中将清零第一线 以便视察敌情 随时下达命令 当到达上庄子以南 约一公里的一处人家时 敌人一发炮弹 突然飞至身旁爆炸 阿布中将又腹部 及双腿数处受伤 但他未被重伤屈服 仍大声疾呼 我请求大家坚持 然后 扶手向东方摇拜 留下一句话 这是五人的本分啊 富商约三小时 终将在痛苦中死去 10月20日 秦敌接到一封宁波来的信 信是监管唐厂的唐兄秦坑写的 上面用无比悲愤的语气说 有一伙日本兵闯进秦家老宅 不但抢走了不少的银钱 还杀了十几口人 他的父亲秦汉忠和母亲秦赵氏罹难 另外还死了几个年轻人 女人被日本兵糟蹋 然后被杀死 秦敌看了信 忍不住发出叹息 哎 这件事 我让大伯秦汉良写信提醒过 不知道是大伯没写信呢 还是说秦汉忠不愿意离开 这笔账 只能记在日军头上了 秦坑还在信上说 家人失手已入联 心中悲愤难以自已 恨不能食其肉报仇血恨 另外 开杨福殿的秦蒙一家倒是没事 因为秦汉忠和秦汉后早已分家 秦汉后没有受到波及 但是杨福殿的生意很差 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这时候 秦敌忽然想起方叶仙来 按照历史记载 这人的扬寿也不多了 他心想 方叶仙不能算是政治家 也不是著名文人 我能不能救他呢 会不会惹怒天道 方叶仙是有名的化工大王 他的名下控制着化妆瓶厂 牙膏厂 纹香厂 调味瓶厂 洗涤瓶厂 精明玻璃厂 龙华制阁厂 顶峰糖瓷厂 组成基本自己的工业制造系统 除此之外 他还投资了永胜薄荷厂 造星化学厂 开城造酸公司 中国胶木厂 美龙香精厂 天一味母厂 建华化学制药厂等等 单论工厂的数目 他比轻敌拥有的工厂还多 所以在产业界很有名望 而且 他发起组织星期五聚餐会 而这个聚餐会 影响特别大 从1920年代末发起 当时洋货清销 扼杀民族工业萌芽 实业界人士 在每月最后一个 星期五轮流做东聚餐 边吃边聊生意 国货 抵制日货等国事 随后 新五聚餐会从魔都发展到 全国各大城市 并一直延续到1952年 最后 这个聚餐会演变成一个党派 就是民主建国会 方夜仙若是不死 说不定日后会成为党魁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讲 秦敌反而不敢直接救他 只能从侧面提个醒 第270章 登门提醒 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 天气阴沉 没有下雨 傍晚时分 方夜仙居住的私家宅院里 聚集了30多位企业界人士 其中包括美亚之筹厂总经理蔡新白 新名机器厂经理胡绝文 华生电器厂经理叶有才 中华发廊厂经理方建格 林生油墨厂经理陈醒吴等 这些人积极一堂 讨论企业界的发展方向 如何推广国货 抵制日货 等到讨论的差不多了 将要开始宴会的时候 忽然有下人来报 方先生 门口来了一位年轻人 他没有请帖 却要闯进来 劝他也不肯走 方夜仙问 什么人啊 若是闲杂人等 赶紧撵走 先生 那人说 跟你有生意往来 好吧 我去看看 谁这么不识趣 他走到大门口一瞧 当即睁大了眼睛 赶紧伸出手去 哎呀 秦先生 大驾光临 蓬壁升辉 快请进 他老早就发过请柬 邀请秦家人来参加聚餐会 但是一直没得到回应 没想到 秦敌忽然出现了 所以他感到很惊奇 方夜仙领秦敌进了屋 笑着跟大家介绍 诸位 你们看看 这是哪位贵客 众人抬头观瞧 看见近来的人很年轻 似乎只有20岁出头 这些人都觉得很奇怪 因为在场的企业家 都在40岁以上 压根就没有一个 30岁以下的年轻人 而且 此人还被方夜仙介绍为贵客 那么 他会是谁呢 秦敌的相貌 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杂志和报纸上 只有他在订婚宴 结婚宴 和极少数宴学举行的演唱会上 才以真面目出现 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不认识他 但是在场的企业家中 也有人参加过宴学演唱会的一眼 所以 很快将他认出来了 哎呦 希克希克 没想到是秦先生 秦先生 久仰久仰 大伙都以为 你去重庆了 你的胆子不小 日本人正想杀你呢 你怎么还敢留在魔多 有些不晓得的人 纷纷左右询问 这人究竟是谁 旁边的人低声回答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大少 经过秦先生的大力宣传 秦敌的声誉得到了矫正 所以 众人纷纷赞许寒暄 秦敌面带微笑回礼 听说周五聚餐会很有名 我也冒昧前来 掌掌见识 打扰诸位了 方叶先笑道 有您参加 聚会才算完美 秦先生 您在魔多连续诗周 快两年了 不知道救活多少难民 提起此事 哪个人不打心底里钦佩 我算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任凭方叶先 拥有十几家公司 他也不舍得建立一百个周棚 二十四小时 不间断诗周 连续坚持两年之久 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还要不要过日子了 再富裕的家庭 也撑不下去啊 众人纷纷赞叹不已 觉得这是惊人的奇迹 只有民国首富秦家 才能勉强做到这一点 而且按照他们的估计 秦家也快耗尽家财了 说不定只剩下空壳子 老实讲 要不是秦敌从东北 朝鲜 宝岛 劫掠大量的钱财 再加上燕穴 抢回来一千八百吨黄金 他也不敢这么干 众人吹捧了一阵子 然后坐下来 一边饮宴 一边续话 有人问 秦先生 您对未来的形势怎么看 日本人占了大半的国土 我们还能坚持多久 秦敌缓缓说道 我相信百里先生的论断 战争经过防御 相持和反攻 最终中国必胜 日本必败 经营游牧场的陈醒吴 忽然扬声道 我听说 百里先生写过防论之前 曾在张景江家里 跟你有一番会晤 是吗 秦敌笑着摇头 会晤谈不上 我的确见过他老人家 但没说几句话 他是军事家 我是门外汉 年龄差别太大 怎能用会晤这个词呢 然后有新名机器厂的胡绝文说道 我还听人传言 说你在八百一十三事变之前 提前半年 就在各处张贴告示 让百姓早做准备 兼闭清野 逃离家园 有没有这件事 秦敌道 我看了百里先生的国防论 做了一个鲜血淋漓的梦 醒来觉得十分不安 所以请了几十个青帮弟子 去各地张贴告示 接下来 有好个人站起来 对他深深的鞠躬 多谢秦先生 你救了很多人 幸亏我们看到告示 提早将家人财产搬到租界来 要不然连性命都丢了 是啊 我是嘉兴人 虽然距离魔都很近 但嘉兴遭难了 很多人惨死 房子都被烧了 我是绍兴人 城里的富户都逃了 没逃的都糟了样 我是苏州人 说起来真是太惨了 秦敌听见秦真义切的感谢 心里也觉得欣慰 于是起身道 我今天来参加聚会 是有一番话想跟大伙说 虽然说 抗战结局已经定了 中国必胜 日本必败 但是过程很艰难 诸位身在租界也要当心啊 这里有日本人的暗杀 还有汪伟特务的绑架 一不小心就可能丢了性命 众人纷纷点头 您说的是 我们做企业的 本不想涉足正式 可是日本人来拉拢 如果我们拒绝 就会受到迫害 如果我们同意 则成了卖国贼 汪伟的特务 十分可恶 经常绑架勒索诬陷 虽然说 摩都的生意十分红火 但是企业家的日子不好过 我们也知道有多地方 可是怎么防范啊 秦迪又道 我在这里 跟大伙提个醒 我当年做梦的时候 还梦见日本人进租界了 租界并非绝对安全 请大家早做安排 最好出去多几年再回来 文听此言 众人无不大惊失色 这个 秦先生 你说的是真的吗 日本人会进租界 不应该吧 租界由英国 美国 法国 意大利掌控 日本敢得罪这么多国家吗 如果租界不安全 我们能逃到哪里去 日本人封锁了道路 就算想走也不容易 秦先生 你吓着我了 我今晚会彻夜难眠 秦迪只能提醒到这个份上 没法说具体的时间 也不能说得很肯定 等到宴会结束 他故意拖到最后 对方叶先道 方先生 我看你印堂发案 似有血光之灾 所以我给你个提议 能否出国躲避两年 过了这场劫难再回来 方叶先半信半疑 心里感到为难 因为他有十几家工厂在魔都 想要离开并不容易 秦迪劝道 人命比什么都重要 你在企业界影响极大 留在魔都非常危险 方叶先反问道 秦先生 你为什么不走呢 我听说 日本人刺杀你两次了 是吗 秦迪道 我命好 每次都躲过去了 方叶先沉吟道 多谢提醒 你让我想一想 然后再做决定 秦迪没法再劝 只能就此告别 第271章 女特务 当魔都变成孤岛的时候 难过的不仅仅是企业家 还包括大量的文人和艺术家 很多重要的知识分子 学生和教授 都离开魔都去重庆和昆明了 但也有一些人留下来 这些留下来的人 不外乎有三种选择 要么隐退 要么抗争 要么投靠日本人 隐退 就是不做原来的工作 不写作 不唱曲 比如说 比如戏曲家梅兰芳 她一个唱淡脚的人 一度留起了胡子 好几年没唱戏 选择抗争的人很多 孤岛时期的文学 戏剧高扬爱国主义 和民族气节的大旗 一批作家投身于火热的 抗日救亡活动中 面对异族入侵 山河破碎 更是同仇敌忾 激情迸发 一笔抗争 如玉玲 八经 阿英 柯玲 吴祖光 唐涛 八人等创作了一大批文学作品 魔都剧团 演出新剧 层出不穷 如玉玲的 夜魔都 长夜行 花见泪 即大名音烈传 阿英的 碧雪花 南明遗恨 南国英雄 郭沫若的 虎福 曹瑜的 日出 雷宇 北京人 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 阿Q正传等 还有吴祖光的 文天祥 京剧舞台上 也演出不少传统剧目 和新编剧作 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 如 史可法 文天祥 明末遗恨 四进士 王蜀剑 红成仇 桃花扇等 那些妇逆合作的文人 比如说周作人 周福海 当时在南京的汪伟政府 提出大东亚文艺复兴 有点像清先生的新生活运动 一方面强调 中国儒家思想的笑 中 另一方面又讲学日本 要建立现代化 日本当时的作家 大川周明说 中国知识分子 是世界公民 他们抛弃了解放亚洲的义务 很多作家放弃了写作 而写作的 则是一群文干 针对那些有骨气的文人 秦迪借用妹妹秦悦的名义 投给世界书局200万美元 设立了魔都文学奖 每年评选三位获奖者 第一名10万美元 第二名5万美元 第三名2万美元 与此同时 他还让燕雪出面 给魔都剧团注资100万美元 名义上拿下剧团一半的股份 暗地里经常出资 帮助戏剧创作者和演出人员 为他们提高生活待遇 自从注击以后 燕雪变得越来越能干 越来越像秦家的女主人 主动挑起企业管理的担子 他将大多数事物悄悄处理了 只有极少数的大事 才报给秦迪听 如此以来 秦迪有了更多的时间 精雕细琢那须葫芦 这件宝贝眼看完成了一半 功能大幅提升 内部空间扩展到 十几个足球场那么大 这还是尚未完工的情况下 等到最后完工的时候 秦迪将所有的小型法阵串起来 套上一个大型的统合法阵 到时候 它就不是简单的容器了 而是会变成一件高阶灵器 内部空间还会扩大很多倍 理论上 随着秦迪功力的提高 它能不断地淬炼法器 逐渐提升葫芦的等级 如果有一天 葫芦变成通天灵宝 可以装下一座山 如果变成仙气的话 可以装得下昆仑山脉 当然 淬炼仙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除了那虚实和诸多法阵之外 还要添加种种灵精 而在地球上能不能找其所需要的灵精 秦迪暂时还不知道 这天下午 燕雪忽然出现在他面前 悄悄坐下来 看着他雕琢葫芦 秦迪问 怎么了 有什么事情 燕雪轻声道 先生 秘书顾思思 今日提交了辞呈 什么原因 我问他 他不肯讲 只说是私人原因 想去美国一趟 不知何时才能回来 秦迪想了想 道 放他去吧 你告诉他 我需要一个巡视 美国产业的人员 他是目前来说最佳的人选 如果他愿意抽时间 每隔半年巡视一次 我愿提供十万美元的年薪 燕雪道 好的 我去征求他的意见 另外还有一件事 顾思思推荐了一位 接替他的秘书人选 名叫李丽梅 我与他接触了一下 外表看不出问题 学问见识都很强 但我悄悄跟踪他 发现他进了76号 秦迪冷哼道 这些不知死活的特务 竟然将主意 打到我头上来了 你问顾思思没有 他为何推荐此人 燕雪道 我问过了 顾思思说 有一天 他走在路上 看见一个穿着旗袍的年轻女人 被一个喝得醉醺醺的白人男子打 他让保镖将那个女人救下来 经过查问得知 该女名叫李丽梅 原本是燕京大学毕业的 上当受骗 嫁给了一个美国人 那个美国人酗酒赌博 还想把他卖掉 顾思思收留了他 不但给他钱买衣服 还让他住在自己的家里 李丽梅人聪明 又有文化 做事很积极 很快就赢得顾思思的信任 因此之故 顾思思推荐他来试一试 秦迪道 如此老掉牙的套路 只能骗骗小姑娘 先生 您看该怎样对付李丽梅 我传你搜魂之术 你去出手 抹掉他十年的记忆 啊 万一我施法不当呢 施法不当 大不了当场死掉 这种76号的特务 本来就该死 秦迪只是不想杀人 所以采用抹除记忆的方式 如果此女有23岁的话 抹除十年记忆 恢复到13岁 或许还能做个好人呢 她知道 76号有一批女特务 经过日本人的训练之后 专门用美色勾引人 通过这种方式 陷害了很多军统的人 也包括向大赤党靠拢的进步人士 其中有一个特务名叫 纽梅波 有着四分之一的俄罗斯血统 17岁时 父亲在生意场上被骗 自杀身亡 家道中落 纽梅波在母亲的影响下 进了福州路的长三堂子 纽梅波天生丽质 不仅有东方人标志的鸭蛋脸 更兼有西方女性的丰满身材 加上天资聪颖 又读过大学 在长三堂子学得一首琴棋书画 很快成为护上交际花 日寇占领魔都后 纽梅波被梅机关长营佐真招看重 发展为日本间谍 还送往日本接受了一年的射击 爆炸 格斗 化妆等特务培训 并奉引佐真招之命色 幼丁墨村 促奇在魔都成立了臭名昭著的 汪伟76号特务机关 纽梅波自己也成为76号主要干将 作为日委间谍 纽梅波参与了暗杀西南 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毛利英 诱补军统魔都站长王天目等行动 抗战胜利后 纽梅波被代理接收 委认为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上校特务 1949年 魔都解放前夕 纽梅波潜伏下来 继续指挥保密局的地下特务组织 在魔都刺取情报 进行破坏活动 不但指挥了爆炸魔都发电厂 还策划暗杀市长陈老总 1950年 纽梅波再磨都被捕 被关押在提兰桥监狱 1955年4月 人民法院以汉奸叛国罪等判处 纽梅波死刑 押赴刑场 执行枪决 如果他要是被抹掉十年记忆 也就不会是厉害的特工了 不管是对国家而言 还是对他自己来说 或许都是一件好事 第272章 何谓先机 两天以后 燕雪回来说 先生 顾思思没拒绝 但他说 一年之中 只能巡视企业一次 再多就忙不过来了 年薪可以大大削减 只要一万美元就行 秦迪笑道 我不缺这点小钱 千金买马股 给他年薪五万 就按照他说的 每年巡视一次 先生 您看好顾思思 嗯 这姑娘看着不是寻常人 将来说不定有大作为 先生 我按照你教的法子 已经处着军统的女特务 但是 又有新的特务出现了 这件事有些麻烦 因为我们有两部电台 要想完全避开汪伟特务 和日本人的侦查 并不是容易的事 秦迪想了想 啊 让所有人员撤到重庆去 我爹不是闲得发慌吗 单纯给他找点事做 这些繁琐的事情 你也不要管太多 要多抽时间修炼 修正人留在俗室 受到的约束太多 还是早些修成原因 白日飞升比较好 好啊 反正我了无牵挂 你去哪 我就去哪 秦迪很想早日飞升 但他的功力太低 才是筑基第二重 要想修成原因后期的大修士 天知道要等到猴年满月 随后 他和燕雪又去 同百动天修炼去了 秦迪炼制了不少的培元丹 一颗一颗地往嘴里塞 但他却不许燕雪多吃 尽管我的炼丹术天下独步 但我的功力有限 所以炼制的丹药比较粗糙 这种东西吃多了有害 燕雪关切地问 你怎么敢吃那么多 秦迪道 因为我的仙机深厚 什么是仙机 这东西说来复杂 它包括三重含义 第一重是对修真体系的理解 第二重是 子府世界的完善程度 还有更重要的第三点 涉及到天道轮回 那就更加复杂了 燕雪没在追问 只是静静地看着它 秦迪接着道 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天道 俗称为老天爷 整个宇宙合起来 还有一个超级天道 被称为造物主 超级天道非常复杂 就像一个大型的电脑运算中心 说到这里 他停下来看着燕雪道 至于说什么是电脑 这东西很快就会出现 你耐心等几年就能看到 燕雪点点头 先生你继续说天道 秦迪道 超级天道 像一个超算中心 它有个显示屏 被仙人称作天道碑 从外表看 就是一块巨大的石碑 但它不是普通的石头雕刻的 而是用特殊材料 筑成的神器 每个修真人 都会在天道碑上留下痕迹 痕迹越深 仙机越厚 痕迹越浅 仙机越薄 仙机厚到一定程度 想死都不容易 因此之故 仙人可以低血重生 或者分神转世 说到这里 他停了下来 他怀疑自己的本体并没有消亡 来地球转世重生的 只是一缕分神 每一缕分神 都有独特的使命 也可能有意想不到的结局 或许 他的本体思念故国 派他来地球看看 或许 他的本体 深陷于某个困境 不得不散发树道神石 去别处寻找机会 又或者 他的本体已经陨落了 临死之前 放出千万缕的神石 化整为灵 四处逃难 到最后 不知道 哪一缕神石 能修成正果 虽然说 先帝没有受限 但不等于没有摩剑 先帝之间 也会有厮杀 本体也可能会陨落 但因为 仙基深厚 在天道碑上 有很深的印记 所以 每一缕神石 都将成为小世界的人间 虽然如此 却不保证能修成大仙 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 大多数神石 都化为乌有 如果每一缕神石 都能无灾无难 修成先帝的话 那么这个宇宙 必然失去平衡 正因为如此 秦敌一直小心翼翼 不敢因为拥有先帝的记忆 而傲娇天下 搞不好 他也会陨落的 虽然说地球上 没有厉害的修真人 但是这里有天道约束 而且资源匮乏 灵脉稀缺 连一条大型灵脉都没有 更别提巨型灵脉 和仙灵脉了 要想一路修炼到地先 那是不可能的 秦敌道 我自己炼制的丹药 自己熟悉药性 多吃两克没问题 你最多七天吃一克 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燕雪点头 嗯 我明白了 两个月后 秦敌进阶驻击第三重 然后出关回到魔都 这时候 已经到了1940年1月 处于孤岛状态的魔都 显得愈发的繁荣 到处都是灯红酒绿 人头攒动 车水马龙 尤其是歌舞厅 电影院 戏院 商场 百乐门 凤凰城 成了一处处让人流连忘返的 消金窟 这天上午 秦敌坐在凤凰城顶楼的办公室里 听秦渊龙和秦渊空 汇报赌场的情况 小说 虽然说赌场日赚斗金 但因为杜老板离开了 我觉得不太安稳 这些天 有日本人和76号的特务 经常出现在赌场 虽然他们没做什么 但还是让人心惊肉跳 秦敌点点头 叮嘱道 如果遇到危险 你们可以离开 去重庆赌一段时间 出门多带保镖 别被人绑架 秦渊空道 暂时还好 日本人还没有太大的动作 杜月生虽然走了 但是 青帮弟子并没有撤离 赌场内埋伏了不少打手 多半都带着手枪 一般人也不敢过来惹事 即便是76号的特务 也不想明目张胆地 跟青帮对抗 毕竟强龙南压地投舌 秦敌问 赌场明面上的经理 还是原先的赵横楚 是的 他是杜先生信赖的人 青帮十三堂 他能调动几个堂口的人手 至少三个堂口 每个堂口不下一千人 那就好 赌场的经营交给他 你们俩不要插手太多 就不会日本人惦记 明白了 小说 杜月生有国军中将的军衔 他和代理组织的别动队被打散 牺牲了一千五百多人 剩下的人又回到魔都 有些人本来就是青帮弟子 再加上 他重新整合了青帮 所以 青帮的势力很大 他因为得到消息 日本人可能派枪手狙击 所以才暂时离开魔都 势力再大 也怕狙击手啊 第273章 鸡肋大鼎 随后 秦敌走出凤凰城 来到蓝星大剧院 正好看见 有顾如眉的演奏会 此时还不到上午十点半 按说不是黄金时间 然而剧院外面 却排起了长队 零售票价升到七百法币 居然还一票难求 蓝星大剧院总共有七百二十三个座位 分成上下两层 其中有四百个座位属于套票 连票 只有常年去听的老听众才能拿到 票价平均下来 只要一百法币 剩下的三百多个座位都是散票 其中一百个在楼下的贵宾区 距离舞台比较近 剩下的二百二十三个座位在楼上 虽然说只有三百二十三张零售票 但排队的人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秦迪并没有进去 他只是站在外头 看那些排队的人 他在那里看了好大一会儿 然后才离开 下午 顾如梅前来拜见 秦迪道 我今天观察许久 发现走进剧场的人 大约有九百位 超过了剧院的座位 顾如梅笑道 楼上 楼下靠墙根的地方 还有一百多个站票呢 秦迪又道 我还看见 那些观众里头 有三成的西洋人 还有汪伟的特务 以及二十多个日本人 顾如梅不敢笑了 面上露出愁容 道 先生 这件事让我很为难 我不知道 怎么对付这些人 因为我操勤的能力有限 如果流露出杀鸡 将会伤及一大片 害了无辜的听众 秦迪陈音片刻 道 我传你两首新的仙音 一首风雷影 一首普安咒 你以秦星演奏 能发挥奇特的效果 如果对方是普通人 秦英可以正心俱邪 劝人向善 如果对方属于奸邪之辈 秦英会像一根刺扎在心头 回去之后 非常痛苦 如果对方恶贯满盈 那么 最多活不过一年 固如没听了 经不住大喜 啊呀 竟然有这样的仙音 那真是太好了 请先生教我 秦迪耐心 传授他曲子 然后道 我给你拙的灵情还没好 要不然 拿来演奏这两首曲子 威力会增强很多 固如梅笑道 先生 我要是有了灵情 那些大恶人听了 会不会当场便死 秦迪道 他们的死期 能从一年缩短到一个月 另外 我还有种种杀人的仙音 因为天道约束 暂时不能传给你 天道对此 还有约束 这方天道不允许大规模杀人 所以我传你的曲子 杀伤力较小 如果杀孽太重 会有天雷落在你我头上 老天管得太多了 为啥允许日寇杀人 不许我们杀呢 因为日寇不是修真人 凡人的冤仇 该由凡人去报 固如没用心 琢磨了几天 然后登台演奏新曲目 于是自此之后 他的听众分成迥然不同的两派 有人称其为天籁之音 恨不能天天去听 有人为之如蛇蝎魔鹰 连剧院大门都不敢接近 还有人莫名其妙地死掉 到死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一天 琴敌纪莲纳须葫芦 有些疲倦 便把从铜摆洞天得来的 九鼎取出来 这件大鼎 乃是先帝大雨 留在人间的一件仙器 为镇压九州 层出不穷的妖孽 出过大力 然后到了后世 因为灵气匮乏的缘故 厉害的妖孽都消失了 所以他也失去了作用 不知何故 被铜摆真君 收入洞天福地 藏了起来 琴敌仔细端向着大鼎 伸出一只手 抚摸着大鼎 大鼎的表面 有很多花纹 仔细看才能辨认 原来是72种大妖的形象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的雷纹法阵 法阵的等级很高 每一个都在仙阶以上 大阵套小阵 相互勾连 其复杂程度 远胜于纳须葫芦 纳须葫芦上 只是灵阶法阵 跟仙阶相比差太远了 擎敌空有一身的能耐 但是受限于极低的功力 所以无法炼制仙气 当年他作为仙帝的时候 不但功力 比大禹高若干阶 而且在单气扶阵上 有着极高的造诣 所以他一看就明白 阵法的原理和机制 也就清楚大鼎的作用了 仙气最高可达九阶 而这间大鼎 乃是七阶仙气 它的内部有三个节节空间 总共有七种不同的作用 第一种作用是囚禁 它有一个小型的牢狱空间 大约十几里方圆 可以囚禁大妖和囚犯 第二种作用是收容 它有一个中型的生活空间 大约五百里方圆 有山有水 有卧野 可以耕种土地 人类和动物都可以在里面生存 第三种作用是续红 它还有一个大型的空间 可以容纳数亿立方洪水 西年大雨治水 就靠这件仙气将洪水装进去 然后等到旱灾的时候 再将水放出来 浇灌天下的耕地 第四种作用是防护 如果遇到极强的外里 可以跳进大鼎里 或者将大鼎置于头上 如此以来 任凭外面有氢弹爆炸 也不会受到伤害 第五种作用是镇压 如果将大鼎置于泰山之巅 隐隐放出万道霞光 能让周围万里群妖拜扶 第六种作用是攻击 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用大鼎砸人 第七种作用是飞行 可以撕破虚空 穿越到别的世界 也可以在地球上 或者太阳系 任意挪移位置 这些作用每一种都很诱人 然而擎敌只能干瞪眼 因为大鼎等级太高了 至少也得是天仙 才有可能催动它 要想启用大鼎 需要两个仙决条件 要么秦敌的功力提升到天仙 要么它能找到足够的仙石 或者有几条仙灵脉 仙灵脉吗 秦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别说仙灵脉了 连巨型灵脉 甚至大型灵脉都没有 哪有什么仙灵脉呢 如果有仙灵脉存在 地球上的仙人也不会消失了 至于说仙石 哪里还有仙石啊 秦敌考察了多个残破的洞天伏地 进入过两个完整的小世界 也没看到仙石的影子 所以暂时而言 这件仙气宝顶形同于积累 只能看着好玩 压根用不了 秦敌看了许久 最后叹了口气 又将大鼎收了起来 第274章 小和尚没了 1940年上半年 要说中国最活跃的人 莫过于汉奸汪大卫 1月24日 汪大卫与内蒙 华北 华中地区的汉奸头子王克敏 梁洪志 李守信等在青岛举行会谈 达成形式上的统一 从1937年到1940年 中国被分成了五个国家 分别是清先生领导的重庆政府 溥仪的东北维满洲国 北方的蒙江联合自治政府 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和金陵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汪大卫在日本人的支持下 整合了除为满洲国以外的 日军占领区 辖江苏 淮海 安徽 浙江 江西 湖北 湖南 广东 中原 福建等省份 及南京 摩都 汉口 厦门等特别市 除了江苏 淮海 安徽三省的形式较为完整外 其他省区往往仅占有少数县 即便如此 汪伟政府声势也不小了 已经能跟重庆政府分庭抗礼 1940年 属于中国人民抗日大业最艰苦的岁月 国际上 英国迫于日本压力 一度封闭了滇缅公路 法国迫于压力 封闭了滇月铁路 只有美国对日本禁运 还有陈纳德参加抗战 但是整体上来说 没有深度介入中日之间的战争 而在国内而言 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汉奸 电影《地道战》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 民兵队长高传宝在大槐树下敲钟传达情报 来犯的有一百多鬼子 二百多伪军 要说汉奸 顾名思义地从汉朝讲起 汉奸的鼻祖 当属汉文帝时 和亲匈奴的陪同侍臣 中杭说 阴读月 此军围报 私奋一道匈奴就投降了蝉鱼 为其出谋划策 对症下药地为汉朝进行军事袭扰 甚至直逼长安城下 一时成为大汉王朝的心腹之患 整个抗战期间 中国抗日武装歼灭伪军将近120万 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 伪警察40多万 再加上伪满洲国军 伪满警察等 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 数量比清华日军还多 在抗战初期 常有百十名日寇 就能侵占一个县城 省城不仅为遇抵抗 还会有一些汉奸 忙着挂 围吃会 牌子 并打太阳骑乡迎之 国民革命军第29军 宋哲元军长身边的参谋周思敬 向日军提供了 南院守军撤退的情报 并称 赵登宇 已经登车出发了 正是根据这一情报 日军在天罗庄设下埋伏 直接导致百战名将赵登宇 和佟林阁的战死 在精灵保卫战中 一到晚上 根据指令全程宵禁 一些汉奸禁用火把 手电筒引导日军 飞机轰炸弹药库 兵营等重要目标 那么 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 泱泱大国 汉奸为何如此之多 汉奸现象的繁衍 跟价值观的沦丧 和国家不统一有关 大汉将李氏群 常对其部下说 可以在河边摸大鱼 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 我李氏群什么都没有 就依靠日本人 你说 我是汉奸也好 流氓也好 反正我现在 有的是钱 有的是力量 小汉奸的说法则是 人总得活着 伪君有君想 能养家 旷日持久的内战 使近代中国 没有形成一个 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地方上各自为政 致使一些民众地域观念很强 缺乏国家认同意识 与归属感 这种一盘散沙的状况 为外国侵略者推行 以华制华 和愤而致之的政策 提供了便利 所以说 中华民族沉沦太久了 到了需要 流血牺牲的时候 没有足够的鲜血和折磨 无法实现 凤凰涅槃 在这种情况下 秦敌明知道有人牺牲 却不敢伸手相救 1940年2月 抗日英雄 杨静宇 陷于日伟重围之中 辗转血缘之间 周围人一个个叛变投敌 而又反过来 替日军劝降 一个叫赵婷喜的同乡 被杨静宇说 我看还是投降吧 如今 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 岂止不杀 投降了日本人 还能当为满洲国军政部长呢 杨静宇沉默一会儿探道 老乡 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 还有中国吗 随后 杨静宇已身殉国 2月下旬 秦敌和燕雪来到焦山岛 燕雪留在向晚堂修炼 秦敌去找小和尚传法 然而 当秦敌来到寺内的时候 却没有找到小和尚海安 他觉得很奇怪 当了和尚 不老实修行 怎么能四处乱跑呢 秦敌找到寺庙的主持老僧慧清 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慧清将他请进一间密室 小和尚被西藏来的海燕法师带走了 秦敌很是惊讶 海燕法师啥时候来的 慧清回答 去年12月来的 只在这里待了一夜 第二天 便带着海安匆匆离开了 秦敌有些恼怒 岂有此理 海安是我的徒弟 他想带走就带走 再者说 接下来的话 他没有说出口 因为按理说 海燕法师既然来了 怎么不去摩托 见一见女儿呢 这位法师 还真的太上忘情了 慧清见他面线不渝之色 接下来又说了一番话 让秦敌听得目瞪口呆 秦敌沉音片刻 冷哼道 我的徒弟 岂能说没就没了 以后 他还得回来求我 慧清着急地说道 秦施主 这件事牵连太大 你当小心从事 好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 2月5日 国民政府 明令特准 拉木登 继任大喇 并由行政院 拔发40万元 用作坐床大典之需 国民政府 特派无中信网拉萨 会同热政活佛 主持撤迁事宜 几乎同时 藏传佛教 萨木派宣布 信息找到了新的 法王 无中信 也同样前去见证 萨木法王 是除大喇 板禅外 排在第三号的人物 高于噶玛巴 和甘丹赤巴 按理说 这时候的海安小和尚 已经十岁了 绝大多数的法王转世 不会等这么久 但是有时候 也有例外 比如说六世板禅 15岁才坐床 海安修炼了 秦敌传授的功法 不知不觉 开了宿会 要不然 这事也未必会发生 尽管如此 秦敌还是觉得 有些郁闷 早知如此 就不传他佛法了 我要是教他 先加法门 又会怎么样呢 燕雪询问 先生 出什么事了 秦敌将事情 原原本本告诉他 燕雪沉默了许久 一句话都没说 然而 神色黯然 那是难免的 第275章 天雷退却 秦敌气哼哼地拿了钓杆 到江边钓鱼去了 然而 他才钓了半个小时 就看见几艘日本军舰 耀武扬威地从江心穿过 秦敌愈发火大 在心里骂了几句 正准备收拾钓杆回去的时候 忽然间 有一艘军舰开过来 竟然有日本兵好死不死 举枪瞄准他 哈哈狂笑声中 砰的一枪 射了过来 秦敌气炸了 老子一个堂堂的仙人 竟然有人这么欺负我 他怒发冲冠 当即纵身而起 仿佛大鸟一样 划过百渔杖的江面 在光天化日之下 仿佛鬼魅一般 纵身而过 落在甲板上 他一拳打爆了 开枪的日本兵 剑起漫天血雨 四处抛洒 船上的日本兵 目瞪口呆 这些人都已经看傻了 难尼 一个大活人 怎么可能横跨数百米 直接跳到船上来 横路金二死了 迪西 迪西 日本兵也算训练有素 仓皇之中举起了枪 枪声砰砰砰砰响起来 然而 子弹根本落不到 擎敌的身上 九成都打偏了 即便没偏 也被护体钢器挡住 擎敌凶性大发 仿佛风驰电撤一般 阴气削落 放出一口飞剑 不停地在空中飞旋 所过之处 一颗颗 人头落地 再加上拳打脚踢 从甲板上打到炮塔 又从炮塔打到船舱内部 不到十几个呼吸的功夫 竟然打杀了百余人 然后 他来到驾驶室 逼着船长和两个助手 驾驶军舰离开 娇山岛五十里 然后他把这三个人也打死了 继而引爆了船上的炸药 将船沉入长江里 这是一艘秋月级的战舰 排水量2700吨 就这样沉没在大江中 接着 秦敌纵身来到江岸上 找了个空旷无人的摊头 静静地等待天劫降临 按照他的估计 一次杀这么多人 很可能要承受天雷了 不过 他把仙气大鼎置于身侧 低喝一声 长 仙气大鼎 瞬间从一尺增长到五尺高 秦敌做好了准备 如果天雷降临 或许能用大鼎承接雷击 接下来 就见空中铜云密布 远处传来 咯咯地响声 山雨欲来风满楼 空气中弥漫着 阴沉可怖的气息 秦敌阳天大吼 贼老天 汝安敢如此待我 虽然说 苍天不公 以万物为出口 你倒是披下天雷来啊 看见我身边的大鼎没有 这是先帝大雨的九鼎 如今落在我的手里 你若敢落下天雷 万一没将我劈死 等我超脱以后 会把你囚禁在大鼎中 永世不得翻身 这话一出 就见一道王口粗的闪电 仿佛银龙一般 从空中落下 偏离着他的头顶 啪的一声 劈在百鱼帐外的水面上 继而 空中咯咯的雷鸣音 渐渐减弱 又过了一会儿 竟然烟消云散 太阳重新露出头来 仿佛后着脸皮陪笑 情敌冷哼一声 欺软怕硬 然后收起大鼎 慢慢返回江山岛 他先前纵身而过的那一幕 因为速度太快了 所以没有人能看到 但在船上杀人的那一幕 还是被江里的渔民看见了 不过 那些渔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 或者以为自己白日做梦 他们也不敢四处乱讲 像这种极其荒诞的事 即便说出去 也没有人相信 而且 因为沉船发生的地方 已经离开了杀人现场 所以 事后也没有人将两件事联系在一起 从这天开始 连续一个月 燕雪在岛上修炼 情敌则趁着夜色 搜查每一艘过往的日本军舰 特别是那些货船 船上的物资 被他洗劫一空 现如今 他已经有了半成品的纳虚葫芦 内部空间扩张到50个足球场那么大 按理说 整艘军舰都能装进去 不过他终究有所顾忌 没敢一口气杀太多人 所以 只是洗劫物资 不管是枪支弹药 还是钢铁 煤炭 稀有金属 统统收入纳虚葫芦 而那些船上的货舱被洗劫之后 船长还不晓得 发生了什么事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就有30多艘日本运输舰遭了殃 所有物资不翼而飞 这件事在日军士兵中引起轰动 很多人都感到心惊肉跳 怀疑是不是得罪了鬼神 听说中国有神仙 还有各种鬼魅 有些鬼魅超凶的 有人开始早晚祷告 祈求天赵大神赐福 千万别被中国鬼神收走性命 大本营的将军们也感到很不安 然而 却只能秘而不宣 只是特务前往江边调查 赢左侦昭派了数百人 从无松口一直到精灵 这些地方都是事故多发地段 然而没多久 这种货船失窃的事 就莫名其妙地停在了 最终 这些事都成了悬案 直到百年后都找不到真相 事后 秦敌一看那须葫芦 发现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机枪 步枪 手雷 大炮 野战帐篷 卡车 汽油等等 单是军用物资 就够装备三四个事 除此之外 还有钢铁 煤炭 金属 以及日本人从各地搜刮的物资 连花梨木的椅子 紫檀木的柜子 都有 甚至还有各种古董 比如说阴墟的龙骨 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 当然少不了黄金白银 日本兵四处扫荡 抢了老百姓的首饰 连坟墓里的陪葬品都挖了 他们还在进攻西部的城市 没打下一个地方 就进行一番劫掠 秦敌看着那些带血的器皿 心里就感到悲愤 觉得不该放过船上的人 如果能快意恩仇的话 他会将这些人都沉入大疆里 不过 抗战不是一个人的事 这是全民族流血牺牲 渐渐觉醒的过程 正因为这个缘故 秦敌不敢做得太过分 在他劫掠的物资中 还有若干乡纸币 他抽出一打纸币看了看 发现是汪伟中央银行的钱 正面有孙中山的头像 反面有中山林 印刷金粮 很有蛊惑性 汪伟民国政府建立后 就在金陵成立了 伪中央储备银行 简称中储型 以周福海为总裁 资本额定为1亿元 由华兴商业银行 和日本借款筹得 并规定中储型 所得外汇 均需存入日本银行 并且一切银行相关事项 均需向日本顾问汇报 彻底沦为 日本控制掠夺 中国经济的工具 伪中央储备银行 发行的货币 又叫中储券 前后共发行 一分到10万元面值的 卷种 共47种 这些中储券 是在日本的 静岗工厂 富士工厂 板桥工厂等地方 印刷出来的 总数300万元 落在了秦敌手里 第276章 封烟处处 秦敌将这些纸壁 和一部分枪械弹药 放在小孤山 朱婉阁的地下室 不久 新华军的 弥谷将军 拿到了中储券 还有不少的 枪支弹药 经不住 发出感慨 秦家人为了抗战 也算是拼尽全力了 等到将来 要在这里 建一个陈烈士 纪念秦家 偶心力血 做出的贡献 有了中储券 新华军 可以买到 粮食和物资 士兵吃饱了饭 才有力气打仗 而且 在金陵 摩都 苏州这些城市 还有一些 潜伏的同志 有了钱 才能做更多的事情 至于说枪支弹药 这东西永远都不嫌多 因为新华军 得到人民的拥护 不断有人参军 队伍扩张很快 短短两年的时间内 就从一万两千人 扩张到十万人以上 但也因为扩张太快 引起了清白党的觊觎 开始酝酿一场 惨烈的灾难 此时还没到 灾难爆发的时候 但是时间已经很近了 秦敌花了不少的时间 将抢来的物资 分门别类 黄金 白银收藏在储物腰带里 古董 字画 家具 都丢在武夷山的小世界中 那里只有他和燕雪知道 就连固如煤都不晓得 钢铁和煤炭 丢个渡口式的钢铁厂 剩下的枪支弹药 则依然存放在那虚葫芦中 准备找合适的机会送出去 1940年 对于东北抗连来说 是非常残酷的一年 自从杨敬宇将军牺牲以后 因为日军的强力围剿 抗连活动范围和人员大量减少 抗连一部进入远东地区 部队改编为苏联远东方面军 独立第88部兵旅 而留在国内的部队分散潜伏 进行收集情报 建立武装 宣传抗日等工作 这一年 抗连领导人集结在博利市 开会研究决定 为实现东北地区的集中统一领导 建立统一的总司令部 派遣一名代表在苏联协助下 去沿州寻找党中央 退入苏联境内的抗连部队 主要是冬季被日满军队寻血地脚印 追缴无法立足的抗连第二路军部队 驻扎在博利市东北75公里的 维亚特斯科耶村以南的黑龙江边的森林野营地 称之为北野营 在海参外与双城子之间的一个小火车站 设有南野营人 直到两年以后 局势发生改变 才将两个野营合并 成立了教导旅 下设四个步兵营 一个通信营 一个迫击炮连 旅长周宝中 政治委员李兆林 副旅长是苏联人 一营长金太阳 二营长王孝明 而在华北地区 在党的领导下 情况要好一些 不但有了根据地 还出现很多敌后游击队 比如说早装铁道游击队 许多队员本是草莽英雄 接受了我党的领导 便成令敌党寒的特种部队 活跃在铁路沿线 这一年 日军集结五万人 对一百一十五师所在的 暴毒固山区 进行大规模扫荡作战 红镇海岸上级命令 率领铁道 对迅速展开行动 袭击日军 正泰国际洋行 击毙日军 谍报队员13名 袭击日军 押款列车 缴获法币8万余元 破坏金浦铁路韩庄段 致使日本运兵军列脱轨 拆除枣庄至林城铁轨 1.5公里 砍断电线杆 柏鱼根 使早庄日军的通讯和交通 同时瘫痪 一百一十五师政委罗帅 在给铁道队的嘉奖信中说 你们就像一把钢刀 插入了敌人的胸膛 而在华南地区 还有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穷牙人民抗日自卫团独立总队 抗日烽火 处处点燃 四月中旬 擎敌和雁雪回到重庆 这时候 日本飞机轰炸隔三差五还会来 但比起先前弱化了许多 再加上政府建立了完善的预警体系 日本飞机还没有到重庆 警报就提前响起来 有时候 甚至日本飞机 刚刚从武汉附近的机场起飞 这边就已经得到消息了 因此之故 老百姓能够及时地躲避 死伤的人大大减手 母亲朱婉一直很忙碌 除了医学院的教学之外 她还管着好几家次安外科医院 不知道救活了多少百姓 父亲秦汉成 似乎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尤其是秦敌 将魔度的办公人员迁过来 经常有来自美国的电报 还有秦汉旭 从日本发来的电报 所以秦汉成 不再那么无所事事 精神有了寄托 人也就有了活力 不知不觉 秦汉成和朱婉 都已经超过了65岁 在一般人家 算是不如老年人了 可是因为 吃了秦敌炼制的丹药 再加上灵果 灵鱼的补役 他们的身体状况 比普通老人强很多 看外貌还是中年人 连白头发都没有几根 比较而言 大伯秦汉良是真的老了 跟秦汉成坐在一起 仿佛差了二三十岁 对此 秦汉良也觉得很奇怪 不止一次追问 汉成 你怎么保养的 为啥看着这么年轻呢 秦汉成笑道 这事你得问我儿子 我自己也一坨雾水 秦汉良道 我看阿迪更觉得奇怪 他已经四十岁了 哪像是中年人呢 你要说他二十岁 肯定有很多人相信 说到这里 秦汉成不但不开心 反而叹了口气 哎 别提了 大哥 你现在子孙满堂 可我连一个孙子都没有 眼看要绝户了 你不是有两个闺女吗 外孙 外孙女都有了 有啥好说的 外孙是外孙 毕竟差了一层 这事催也没用 我看阿迪很有主见 他既然不愿生孩子 肯定有原因的 哼哼 无孝有三 无后为大 天色将晚 朱婉从外头进来 白了他眼 轻声道 你管那么多做什么 一辈人不管两辈人的事 我只要看儿子好好的 就可以心满意足了 至于说 有没有孙子 那是阿迪该操心的事 不归你老头子管 秦汉成哼哼唧唧 只管一个劲的叹气 这时候 外头走进来两个孩子 前头是张怡然 已经十三岁了 身材高挑 俨然成了大姑娘 后头是张绍青 也已经十岁了 各自过了一米五 张怡然笑语奄然 叫道 外公 我看到一架日鸡 被打下来了 落在南边的山脚下 张绍青叫道 饿死了 饿死了 外婆 我要吃饭 随后 秦林抱着六个月大的小儿子 张绍鸣 从外面走进来 伴随着婴儿的啼哭 顿时无礼 显得很热闹 如此一来 秦汉成也暂时忘却 没有孙子的事了 第277章 夭修洞天 秦迪和燕雪 在重庆待了七八天 并没有看到张乃景 秦林说 张乃景在国内待的气闷 于是跟伯父张锦 将一起去美国考察了 秦迪心里明白 张锦将不愿见清先生 所以他跟历史上一样 出国避难去了 你公公张淡如呢 他也跟着去了吗 没有 他已经退休了 经常跟一伙人下棋 喜欢下棋的人 走到哪里都能下一盘 民国早年有南张北段的称呼 如今段祺瑞已经死了 张淡如还活着 秦迪想起自己编撰的 《围棋幽名录》 分成上中下三卷 上卷骑轨 下卷骑仙 中卷骑胜 以前放出去的只是上下两卷 但是中卷一直没有放出去 截止此时 因为国家动荡 他也没心思将其今放出去 更没享受一个专心学围棋的土地 这玩意 还是等将来再说吧 闲来无事 秦迪和燕雪 在重庆街头散步 一路走过红颜村 曾家延 黄角压文峰的德国大使馆 俄岭的澳大利亚大使馆 南山的印度大使馆 法国大使馆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又看到洋炮局 兵工厂 汉洋枪厂 国防部 第21兵工厂 国防部 第25兵工厂 沿着长江和嘉陵江两岸 有许多抗战时内迁的企业 为抗战生产了大量兵器弹药 以海棠西码头为起点 有一条公路从重庆出发 在岐江的雷神殿和川香公路交汇后 继续南下 经崇西和进入贵州境内 过童子 岳楼山关 经尊义 西峰 贵阳 安顺 秦龙 在滇前交界的圣禁关 进入云南连接滇缅公路 直通缅甸原首都仰光港 不知不觉的 他们离开了重庆市 开始在四川省内 寻找洞天福地 他们再次走过青城山 按照史书记载 青城山乃是天下第五洞天 素有人间仙境 青城天下幽之域 位于都江燕市西南 古城丈人山 方圆一百余千米 高峰海拔一千八百多米 唯穷来山脉的分支 北街明山 连峰北角 山林清脆 景色清幽 可惜 青城山九复圣明 反而找不到完整的洞天了 或许原有的洞天 早已经被先前的修真人破坏 只剩下一条条散碎的灵脉 孕育着茂密的森林植被 随后 他们又去了峨眉山 峨眉山是我国的四大佛教明山之一 位于四川中南部 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峨眉境内 距成都约一百六十公里 此山高出五月 秀甲天下 在我国的游览明山中 峨眉山乃是最高的一个 可惜 这里也同样没找到洞天福地 小微型的灵脉 倒是找到两条 适合低阶修饰修炼 然后他们又去了建门鼠道 金佛山风景明圣区 四面山峰 罗济山 这些地方都只有散碎的灵脉 没有洞天福地 他们还去了九寨沟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南平县境内 距离成都市四百多公里 是一条纵深四十余公里的山沟谷地 因周围有九个藏族村寨而得名 总面积约620平方公里 大约有52%的面积被茂密的原始森林 情敌惊奇地发现 这里有两条三条小型灵脉 一条水灵脉 一条土灵脉 还有一条木灵脉 倒是一个适合修真的好地方 然而自并没有潜藏的洞天福地 最后 他们还去了甘孜贡嘎山 卢定 康定 九龙三县境内 以贡嘎山为中心 海螺沟 穆格措 五须海 贡嘎南坡等地 方圆一万平方公里 这里的灵气更加丰富 竟然有四条小型的灵脉 在海螺沟附近有 还有一条隐藏干枯的中型灵脉 情敌精神大阵 顺着那条中型灵脉一路寻找 耗费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才在海螺沟的尽头 找到一处行将破损的小世界 这处小世界并不是太大 但比五一栋天大了一倍 因为法阵破损了一个角 里面的灵气泄露了一半 原有的两条中型灵脉 有一条变得干枯 另外一条还保持完好 小世界内没有阁楼 只有一个简单的茅草屋 茅草屋的前方是一个大湖 湖面宽两三里 有鱼儿不停的跳远 湖边生长着一些白色的花朵 每一朵都有碗口大 雁穴走过去摘了一朵 笑道 这是雪莲花吗 看着很像啊 这地方又不冷 怎么会有雪莲呢 擒笛伸手摸了一把湖水 感觉湖水冰冷 仿佛雪山的水融化下来的一般 放眼望去 隔壶另一侧 生长着一片桑树林 此时正是五六月间 树梢挂满了黑紫色的桑圣 树梢还有一群杜鹃鸟 体型比一般的杜鹃鸟 大了数倍 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茅草屋后 有一座金光闪闪的小山 堆满了各种稀有金属 院子里还有几尊大大小小的炼气炉 旁边胡乱丢弃着一些残剑 看样子 这可能是远古时期的 鼠山剑侠留下的洞天 秦迪走进茅草屋 看见墙上挂了几口飞剑 靠窗有一张桌子 上面摆着十几枚玉剑 他走过去 捡起一枚眉的玉剑 宁神阅读里面的内容 这些玉剑中有炼气的法门 被他随手丢掉 有剑修的功法 也被他丢在一边 他一个转世的先帝 掌握的功法 浩如烟海 哪里用得着学这些粗浅的功法呢 最后 他终于找到一枚有用的玉剑 上面记载了这个小世界的来历 这个小世界 原本是上古时期 某位大妖留下的洞天 大妖被一位厉害的仙人打死了 尸体丢在青藏高原的东南角 日久天长 尸体腐化 给周遭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带来了灵气 他的洞天则变成了小世界 后来 剑先离去之后 将小世界留给古蜀国的君王 古蜀国的君王 从蚕丛到渔符 再到憋灵 然后再到旺帝 先后占据小世界 忍耐不住修宪的欲望 修炼了大妖留下来的心法 结果奇迹发生了 蚕丛变成了蚕 渔符变成了鱼 憋灵变成了憋 妄帝化成了杜鹃 秦迪看了 禁不住哑然 心想 大妖留下的功法 岂是可以轻易修炼的吗 那么 这四位君王都去哪了呢 难道还留在这个小世界不成 他忽然想起 刚刚看到的杜鹃鸟 如果那要是妄帝所化 那可就热闹了 第278章 中华巡 秦迪将玉剑丢给燕雪 道 你去那些桑树丛中 看看能否找到一些聚残 燕雪读了一遍 不觉露出惊异的神色 先生 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秦迪点点头 道 妖修的功法 本就千变万化 这些古代的帝王 不知深浅 着了大妖的道 那也是有可能的 那我们怎么办 就算找到了残丛 能帮他变成人吗 哼 我还想拿他们炼丹 用来增长功力呢 此言一出 远处树梢的杜鹃鸟 搜得躲到最远的角落里 藏起来了 湖里跳跃的鱿鱼 也不跳了 一只只老鳖 悄悄缩进水里 桑树上的蚕 用桑叶 将自己包裹起来 燕雪道 先生 如果这玉剑上所言属实 那么 旺帝应该是一只杜鹃 不应该是一群啊 还有那水里的鱿鱼 我刚刚看见他们跳来跳去 分明多得数不清 秦迪道 这正是妖修功法奇妙的地方 它有化整为灵的能力 从一只变成千只 万只 如果不是受到小世界的限制 再加上地球上的灵气匮乏 这些鸟和鱿鱼 都已经成精了 您真要拿它们炼丹 是不是有点残忍 别吃光就行 留一只下来 等将来万一有机会 我们去了上检 将它们带过去 还起一个造化 算是帮它们解脱了 听见这话 外面的鸟又飞上树梢 叽叽喳喳叫起来 好像在说 我早就活泥歪了 早死所脱生 快给我换个地方吧 秦迪在小世界里 琢磨着炼丹 捉了蚕 鱼 鳖和杜鹃 再加上雪莲花 炼制成一炉武林丹 它吞下一颗长畅 感觉药效上加 每颗丹药 能增加半年的功力 算是十分难得了 不过 小世界中的生灵 是有数的 它怀疑 即便将它们 全部炼成丹药 也无法让自己 进阶原因 所以它只能炼制几炉丹药 留在关键的时候用 平常 还要靠自己慢慢修炼 其实 秦迪心里明白 这位大妖留下的功法 对于没有灵根的人来说 或许是一个修炼的途径 比如说 秦汉成原本没有灵根 最多活到120岁 如果修炼了 妖修心法 就可能突破智骨 走上长生路 问题是 为了长生 真的有必要变成鸟兽吗 秦迪摇了摇头 他不会将这门功夫拿出来 宁肯伺候父母终老 因为一旦变成了鸟兽 也就失去了人的尊严 而且将来再想变成人 其中的难度非常高 连百分之一的机会都没有 如果换作秦迪自己 仙人久经磨难 能屈能伸 未尝不可以一世 不过 他不相信 自己会陷入那种悲催的境地 秦迪找到小世界的控制机关 小心翼翼地复原了法阵 如此一来 灵脉就不会外泄了 他还炼制了两个令牌 有了令牌 才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出 他们在小世界里静静地修炼 直到八月中旬 秦迪的功力又来到筑基第四重 燕血到了筑基第二重的后期 才从小世界出来 他们带回去的礼物是两条鱼 都是从湖里钓上来的 每条都有三尺长 至于说是什么品种 那就比较怪异了 反正不属于青草莲雍 而世界上的鱼多如牛毛 估计秦汉城和朱婉认识的也不多 所以秦迪也不怕穿帮 秦迪快到家门口的时候 才将鱼取出来 一手提着一条 不紧不慢地走进家门 家里只有秦汉城和庸人陈妈 陈妈本想将两条鱼接过去 可是一看那鱼太大了 他一个人根本踢不动 大少爷 您这是打哪弄的鱼 怎么这么大两条 秦迪笑道 这是长江里捞的 又名中华巡 燕血痴痴地笑 听他顺口开河 胡说八道 陈妈问 这样一条鱼得有多少斤 大概四五十斤 够吃好些天的 大夏天 怕坏了 是不是要放冷柜里 没错 这鱼得慢慢吃 一次别吃太多 一满家子人 吃一斤鱼肉就够了 秦迪走进厨房 亲自将大鱼切成小块 每段只有一斤重 然后放进冷柜里 没错 秦家已经有冷柜了 世界上第一台冰箱 诞生于1914年 是美国工程师发明的 这人名字有点长 就不在这里写出来了 秦汉城走进厨房 看秦迪解剖大鱼 他看了一会儿 这样的鱼 好像不多见 中华巡就长这个模样 秦迪一本正经的点头 嗯 等到将来 它会成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可是 最终还是会灭绝 因为中华巡需要千玺繁殖 三峡大坝挡住了它的千玺 所以 后来野生的中华巡灭绝了 人工培养的 也长不大 燕穴抿着嘴 心想 这明明不是巡鱼吗 秦迪再次叮嘱 爸 这鱼味道很好 但是不能多吃 他跟我以前拿回来的水果一样 吃多了会上火 秦汉城睁大了眼睛 哦 那可得小心点 爸 你怎么天天待在家里 不出去找人聊天 哼 兵荒马乱 固有凋零 哪有聊天的心思 再者说 我在喝茶的时候 还怕鬼子的飞机飞过来 听见空袭警报 就得赶紧跑 每天跑来跑去 烦也烦死了 还不如待在家里清静嘛 秦汉城不抽烟 不喝酒 不赌博 不下棋 偶尔跟老友打纸牌 但也没有影头 所以他很少跟人扎堆闲聊 有时候日子过得有些寂寞 爸 你想不想去美国 欧洲转一圈 不去 万里迢迢 累死个人 不光是远 外面也同样兵荒马乱 你也不看看 欧洲都打成啥样了 194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 进行的如火如荼 5月10日 德国绕过马奇诺防线 突袭法国及西欧 17日 占领荷兰阿姆斯特丹 28日 占领比利时布鲁塞尔和卢森堡 6月10日 意大利亡国对英国和法国宣战 意大利正式加入二战 6月14日 德军占领法国巴黎 17日 法国总理贝当 向纳粹德国宣布投降 二战期间 有三位著名的投降派 一个是法国的贝当 另外两个都出自中国 分别是溥仪和汪大卫 第279章 天降物资 1940年7月16日 阿道夫 希特勒实行海事计划 不列颠空战开始 7月18日 英国 日本关于封锁跌免公路运输之协定 在东京签字 协定规定 自即日起 禁止军线 但要 汽油 载重汽车 及铁路材料 经缅甸运入中国 同时缅甸禁运之货物 香港 易于禁运 而法国也跟日本勾结 封锁了 滇月铁路 如此以来 重庆政府的抗战 变得愈发艰难了 即便是美国 也在7月29日 美国副国务卿 威尔士在华盛顿 向记者宣称 美国愿于适当时机 用谈判方式 放弃在中国之特权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中国的利益 是可以交换的 只要日本吃香 别太难看 美国愿意跟他讨价还价 国家之间 只有利益 别把美国后来参战 说得多么高尚 什么反法西斯同盟 那都是为了利益 暂时的结盟 因为随着战事的发展 日本企图独霸中国 进而占据了东南亚 他们动了美国人的奶酪 逼得美国只能靠边站 所以 美国才不得不参战 而在中国国内 日军推行以铁路为主 公路为链 碉堡为锁的囚龙政策 日军在铁路沿线大小城镇 车站和桥梁 隧道附近 均住有坚固据点 各已数十 至数百人的兵力守备 并派装甲火车巡逻 铁路两侧 10至15公里的要点 驻有一线外围据点 与此同时 日本全面加强 对中国的经济封锁 军事进攻和政治诱详 给抗战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国民党内 一些人更加动摇 妥协投降危机 空前严重 就在这种抗战 最黑暗的时刻 大赤党发动了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持续了三个半月 九州军洞用了105个团 共进行大小战斗 1824次 毕伤日军 20645人 伪军 5155人 俘虏日军 281人 伪军 1407人 缴获各种枪 5942支 各种炮 53门 破坏铁路 474公里 公路 1502公里 桥梁 213座 火车站 37个 铁轨 21.7万余根 枕木 154.9万余根 九州军伤亡1.7万人 中毒2万余人 单是129师战后统计 全师战斗检员达7812人 百团大战打击了日军的囚龙政策 推迟了日本的南京步伐 中击了日伪军的反动气焰 极大的振奋了全国的抗战行星 秦敌在重庆住了几天 在此期间 他还见到了唐妹秦战 秦战从美国回来后 便在父亲秦汉旭的安排下 进入重庆密电所 很快进入角色 成为破译日军密码的核心技术人员之一 秦敌关切地问 最近有没有相亲啊 秦战展颜笑道 我这一年里头 相了十好几回亲 觉得有一个人 印象还不错 秦敌大喜 是吗 能不能让我见一见 好啊 赶名 我请他过来 次日傍晚 秦敌见到了一个年轻人 跟秦战年龄差不多 身材高瘦 长方脸 眉毛细长 两个招风耳 鼻梁高挺 眼窝深邃 看上去颇有神采 双方坐下来 燕雪轻手端上茶水 秦敌问 小兄弟 怎么称呼 年轻人身体微微前轻 答道 我姓钱 名叫钱磊目 秦敌问 吴岳钱家人 令尊是哪位 家父钱大名 秦敌微微一笑 明白了 先前曾经提到过 钱家乃是大户人家 出过很多大人物 曾经出过五位人大代表 由此可见 这不是一般的家族 钱大名曾经留学日本 归国后做起了实业 乃是中华实业 信托的董事长 还是交通银行 和中国银行的常务董事 属于江浙财团中的一员 随后通过不断的询问 秦敌逐渐了解到 眼前这位钱磊目 乃是钱大名的长子 也曾在普林斯顿大学留学过 而且在三年前见过秦战 因为那时候 秦战一心钻研学问 所以双方之间没有更深的接触 直到回国之后 通过两边家庭的介绍 这才重新有所接触 秦汉旭和钱大名 都是留学日本的人 他们早年就是朋友 双方家境都很好 也算是门当户对 因此 秦敌跟钱磊目吃了一顿饭 也就大致认可了这个人 带钱磊目走后 他对秦战道 看着还行 家教良好 没有太多恶习 就是身子骨有点单薄 等将来结婚以后 我给你一个方子 多熬几腹要慢慢进补 才有长寿的机会 秦战有些心惊 哥 你说他身子太弱 要是不吃药 能活多少岁 要是不进补 到六十岁以后 就是风竹残年 那我呢 我们老秦家的人 不吃药 也能活八十五岁 若是再补一补 活到百岁没问题 那你得给我留个方子 千万别忘记了 随后 秦敌和燕雪离开重庆 奔赴陕西 他们考察了西安的制药厂 和医药物资 重新做出安排 加大西药的供应 秦敌还找机会 趁着夜色前往宝塔山 将那须葫芦里 储藏的武器弹药 取出一半 丢在宝塔山脚下一处树林里 第二天 该处树林就被封锁包围了 几位领导得到消息 说有大量武器从天而降 至少能装备两个尸 每个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再一看 全都是日军的制式武器 Y-Buds机枪 就有上百艇 迫击炮 制弹筒全都有 而且还有山炮二十门 也炮三十门 见此清景 很多人都乐坏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么多武器 怎么凭空出现在这里 我们外围的部队呢 站岗放哨的人呢 难道什么都没有发现 这世上真的有鬼神吗 不 我们是无神论者 这世上没有鬼 也没有神 只有伟大的劳动人民 反正这件事解释不通 为了不让广大士兵产生疑惑 几位领导商量了一番 干脆下了封口令 严密封锁消息 不准任何人提起 而这也正是秦迪所期望的 他并不希望闹得满城风雨 这些武器对他来说乃是累赘 一直压在葫芦底部 甚至影响他 祭练这件宝贝 迄今为止 这件法宝还没有完成全部的法阵呢 第二百八十章 名声凋敝 随后 秦迪从西安找了一辆吉普车 亲自开往韩城 去视察那里的粮仓 此时驻守此地的 是韩江的儿子韩绍奇 领着一个连的士兵 暗地里已经赤化了 韩绍奇看见他和燕雪前来视察 当时就变了脸色 秦先生 您怎么忽然来了 也没给个信 通知我们去接您 外头兵荒马乱 您二位是怎么过来的 秦迪淡淡地道 从西安过来 又不是很远 能出什么事 韩绍奇的心里很忐忑 秦先生 您一路奔波 应该累了吧 秦迪道 不累 我来看一眼 很快就走 随后 两人巡视了粮仓 翻看了帐簿 旁边站的韩绍奇 面色如土 心情忐忑不安 生怕他说出责备的话 看到最后 秦迪总算开口了 道 因为黄河河道 被日军封锁 外面的船进不来 就连美国的货船 都不管用了 没办法继续增加供给 目前粮仓内 还有七十万吨粮食 要按计划 慢慢往外放 至少要坚持五年 每年放粮 不超过十四万吨 韩绍奇略微 输了一口气 道 先生 五年以后呢 五年以后 要么日军退走 要么我再想办法 说实话 如今的韩绍奇 也有三十岁了 知道秦迪 有国君之嫌 所以打心迪 感到敬畏 粮仓原本 有一百万吨粮食 过去三年 每年放粮十万吨 大部分流向西北 收回来的钱款有限 所以 他怕秦迪追究 没想到 对方压根就没问 燕雪忽然说道 我刚刚看见 部分韩城百姓 面有菜色 何不见一个粥棚 每天试粥呢 于是 秦迪对韩绍奇道 这件事也交给你 设立一个粥棚 帮一帮附近的百姓 韩绍奇文言 露出笑容 多谢先生和夫人 如果再加上试粥的话 那么 粮仓管理 更容易变成烂涨 到最后查无可查 而秦迪的本意便是如此 他也不希望 被清白党的人 查得清清楚 楚明明白白 他截略了大量的精英 就是为了回馈于百姓 才在这里建立粮仓的嘛 两人在韩城待了不到两个小时 便开着吉普车离开了 韩绍奇的心里 犯起了嘀咕 怀疑 情敌的立场 究竟站在哪边 他的父亲韩江 虽然帮着敌 做了不少大事 但韩老先生口风很严 连自家儿子都没有告诉 要不然 韩绍奇先前 也不会那么 提心吊胆了 这时候 有几个手下围过来 七嘴八舌的追问 韩队长 刚刚那位就是秦家大少爷 怎么看上去那么年轻 还有个年轻女人 美的不像话 好像仙女一样 是他太太吗 他们胆子不小 竟然开着吉普车来这里 连一个保镖都不带 听说 秦大少给重庆捐了 二百架飞机 这是真的吗 我听说 他是民国首富 最大的资本家 可我看他穿着普通 不像大富大贵的人 韩绍奇皱眉 你们都忘了 这家粮仓 名义上属于秦家 诸位都是秦家的雇员 那是你们大老板 众人纷纷摇头 什么大老板 哼 那个大资本家 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有人低声道 资本家的财产 都来路不正 打土豪分田地 早晚急了他的命 幸亏秦敌俱远了 要不然 他只能发出一声叹息 这时候 因为百团大战的缘故 离开陕西之后 很多铁路 公路都被破坏了 所以秦敌将吉普车 收入纳虚葫芦 和燕雪 一起不向南行走 如果放开脚力 他们用不了半天 就能回到魔都 但他们没有走得太快 而是像普通人一样 一步步地往前走 渐渐进入河南境 放眼望去 很多村庄都荒芜了 要么因为日军的杀戮 要么因为黄河泛滥 很多百姓流离失所 百姓生活很艰难 因为受灾的人太多了 他们不可能一个个救助 只能忍痛往前走 抗战期间 日军在河南制造了 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 数量之多 不胜枚举 清华日军在河南占领区 进行清香 清户口 发放良民证 治安 强化 对游击队活动区步步进逼 实行蚕食政策 对抗日根据地 实行杀光抢光 烧光的三光政策 囚龙政策 疏必是大扫荡 仅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 华北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 扫荡就有109次 使用兵力50万以上 鬼子轻的不拿鸡毛 重的不拿碾鸵 凡是值钱有用的东西 没有不抢的 带不走的 就放火烧掉 老百姓这样描述 清华日军的三光 政策 很多日军到过的地方 就等于是剃了头 多少人都没了 日军在河南制造了 安阳西凉惨案 郑州惨案 新乡同庆里惨案 永城惨案 筑马殿惨案 信阳北土门惨案 铜白惨案等 但不屈服的中国人民 依然顽强地坚持对日抗战 两人从河南进入安徽 安徽的状况 也同样好不到哪里去 抗战期间 日本军机在安徽 投下大量的炸弹 比如说 连续三天轰炸无弧 投掷燃烧弹 穿甲弹 从湾里机场到车站 码头和商业中心的 十里长街 国货路 集合街 斗门巷等主要街道 大部分被炸成了废墟 大火延烧二十多天 造成了古老江城的空前浩劫 日军侵入广德后 残杀平民2.4万多人 县城15公里以内的村庄 大多数变成了废墟 日本侵略军是杀成性 经常派出小谷部队 四处杀人 日本侵略军制造了 虚仪县城大屠杀 凤阳县城大屠杀 凤阳县山马家惨案 怀远县黄博英惨案 凤阳县须山蛙惨案 一笔又一笔的血泪 庆竹难输 两人穿过安徽进入江苏 这是汪伟政权的管辖范围了 日本鬼子依旧耀武扬威 汪伟政权比维满洲国 好不到哪里 他也是傀儡政权之一 日本人为了分化中国 先后建立了11个傀儡政权 这也正是伪军大量产生的原因 有些伪军的军装 跟抗日的军队很相似 让人变不出真假 更让一般民众感到迷惑的是 1940年3月30日 汪大卫发表 《和平建国十大政纲》 号称海兜、南京 重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汪大卫、姚凤远 在重庆的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为本政府主席 也就是说 两个国民政府都承认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 自己则担任行政院院长 林森逝世后 汪大卫升格为 韦南京国民政府主席 如此一来 很多老百姓都被汪大卫欺骗了 搞不清自己该站在哪一边 从这一点上来讲 清白党的清先生是有功的 正是因为他领导的军队正面抗战 再加上大赤党领导广大人民敌后浴血奋战 结合国际局势的转变 美国和苏联的介入 才让中国赢得胜利 否则很可能就亡国了 第281章 林秦之城 9月1日 秦迪回到摩都 结果得到一个消息 让他经不住扼腕叹息 大事业家方夜线 还是让76号的特务给杀害了 一个多月前 具体的说是7月25日早晨 76号的特务大队长吴四保 派人埋伏在新加坡路 金鱼窑路 10号方家附近 10点左右 方夜先出门 车行不远 被特务堵在车内 保镖被特务乱枪打死 方夜先在挣扎时因枪支走火 重弹受伤 特务们担心寻补房得到消息 匆忙中将方夜 先押往附近的第二行动大队部 第二天才将方偷偷送到76号 吴四保逼迫方夜先承认 与重庆有联系 要其写信 让家属拿出巨款来了结此事 但方夜先个性倔强 断不接受吴四保一伙的无耻敲诈 方夜先的伤口虽经包扎 依然血流不止 吴四保一伙的毒打 使其几次昏厥 奄奄一息 数日之后就去世了 年仅47岁 方夜先死后 家属一直以为方被土匪绑架 并未怀疑是76号所为 直到一个与76号 有瓜格的同乡远亲送信来 他们才得知 方夜先已被76号撕票 但尸体下落不明 为了赎回方夜先的尸体 其家属付出十余万元 吴四保一伙将其悉数瓜分 方家采领回方夜先的尸体 此事在社会上造成巨大影响 但方家涉于76号的淫威 不敢对外揭露真相 秦迪得到消息后 经不住皱紧了眉头 他本想救人的 然而一不小心 错过了时间 他因为内疚而感到奇迹不平 当天晚上 便孤身前往76号第二大队 徒手打死了吴四保 及其属下二十余人 然后 他又摸到大特务李士群的家里 一掌拍碎了此人的脑袋 这里说一说 李士群在历史上的表现 李士群生于1905年 比秦迪还小五岁 浙江省岁昌县人 他在1926年春经同学介绍入党 1927年4月 由摩都地方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 又被选入苏联格别屋学校受训 1928年返回摩都 在中央特科第一课工作 1932年 李士群被中统逮捕 悬疾背叛大赤 投靠了清白党 被委派为中统摩都直属情报员 与丁墨村 唐慧明等人合伴社会新闻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 李于1938年 从重庆奉中统之命潜伏南京 但他却辗转来到香港 追随汪大卫投靠日本 在土匪原贤二支持下 他拉拢丁墨村 在摩都成立特务组织局机关 1939年 李任76号特工总部主任 警政部长等职 同时 他还担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 负责在江苏地区的清乡活动 1942年 李又兼任江苏省政府主席 全清一时 在他的软硬监视下 不少军统 中统特务倒向了汪伟政权 国民政府在摩都 南京的特务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破坏 戴笠和陈立夫曾命令手下特务 不惜一切代价干掉他 都因种种原因没有得手 历史上 他是在周福海的挑唆下 被日本宪兵队毒死的 按理说 李世群也算是历史人物了 依照情敌的原则 不愿出手对付这样的人 可他一时生气没忍住 所以 让此人早死了三年 比较而言 五四宝只是小人物 死了也就死了 可是 李世群的死 在汪伟政权内部 引起很大的震动 汪大卫 周福海等人 都以为是军统动的手 所以 人人自危 没有保护都不敢出门了 而代理也公开宣称 是军统的人 貌似剪除了奸贼 他甚至得到了 清先生的嘉奖 如此一来 秦敌立下的功勋 又一次被埋没了 我才是幕后英雄 我做的许多大事 将来都无人知晓 我也不希望被人缅怀 方夜仙的死 让秦敌想起了 租赁的唐业公司 这些年 一直囤积白糖 不晓得日本的糖价 是不是涨起来了 他翻看三叔秦汉旭 从日本发来经济情报 发现 日本从1939年10月起 就开始采用战时经济政策 将许多物资 包括白糖的价格固化 官方价格不变 但是催生了黑市 官方市场价格低 然而白糖稀缺 有价无货 黑市上有货 但是价格抬高了三倍 秦敌心想 才提升三倍 未免太少了 距离七百倍 还差老远呢 于是 他将这件事暂时放下 且待将来再说 随后 他让燕雪 给顾如梅打电话 不久 顾如梅来了 秦敌道 我抽空 制成了一张灵情 你来试试 用灵情眼先音 威力将大幅提升 顾如梅兴奋地道 哎呀 那真是太好了 秦敌将情取出来 递了过去 说道 平常在剧院演奏的时候 且不可使用灵情 否则 那些听众吃不消 顾如梅道 知道了 我拿到铜摆洞天去弹 秦敌叮嘱道 多用灵情演奏 更容易沟通天机 让你的功力 获得更快增长 顾如梅试着弹了一小段 忍不住赞不绝口 先生凝制的情 不但充满了古运 而且蕴含着玄机 仿佛有灵气 在里面流动一般 那是自然 要不然怎能称其为灵情 这样的一张情 如果拿出去拍卖 不知能卖多少钱 哼 你倒是去试试 顾如梅摸着灵情爱不释手 过了好大一会儿 才将其收起来 说道 先生 前不久我回家了 看到弟弟阿虎 他的身体不太好 闻听此言 情敌禁不住皱眉 道 这小子不听话 再这样下去 功夫就全废了 那可怎么办 先生 作为修真人 他不但没有坚持修炼 而且还不断地受伤 耗损了大量的灵气 他身上的灵气 恐怕快耗光了 要不是 我给他一瓶丹药 只怕他再上战场 就挡不住子弹了 你给他写封信 让他请假一年 回家修炼 将身体埋在土里 一年以后才能出来 这个 他身为中将师长 只怕走不开啊 那我就没办法了 等到将来 我将去一位 开山立派的弟子 我再劝劝他 干脆让他退伍算了 随后 顾如梅一连写了三封信 一封笔一封口气严厉 但是 顾如虎终究放不下 明江利索 以及为国抗战的责任 所以没有按照情敌的要求 请假一年回家修炼 第282章 风流浴室 又过了一天 情敌前往凤凰城 在顶楼的办公室 召见两个侄子 询问过去几个月的情况 秦元空说道 小叔 先前有一段日子 赌场受到76号压迫 特别是那个吴四宝 非要在赌场里掺一股 给我们带来不小的压力 可是没想到 前两天他被人打死了 哈哈 情敌问道 吴四宝有什么背景 为何给赌场带来压力 秦元空答道 小叔 提起这个吴四宝 就要说到青帮大佬纪云青 他是仅次于我师父杜月生 大爷黄金荣 以及张啸林的人 秦敌问 这么说 吴四宝是纪云青的徒弟 秦元龙抢着说道 不是 小叔 纪云青有个干女儿 名叫舍爱珍 吴四宝是他的男人 算是纪云青的干女婿 秦敌又问 纪云青不是去年被军统暗杀了吗 1939年秋天 戴笠命令军统魔都区区长陈公树 在魔都组织除奸活动 陈公树派特工詹森 将纪云青杀死于家门口 不久詹森的情妇 卢文英泄露了风声 詹森又被76号的特务捕杀 由此可见 养情妇不是好事 秦元空解释道 小叔 纪云青虽然被杀了 可他还有几个徒弟呢 丁墨村 李世群 唐慧明 还有他的干女婿吴四宝 都是76号的人 他们还掌握了青帮一个堂口 所以给我们构成很大的压力 不过 李世群和吴四宝都被人杀了 压力一下子解除了 秦迪也没想到 丁墨村和李世群这两个汉奸 竟然还有青帮背景 他略微沉音片刻 开口问道 丁墨村掌握的堂口 下面有多少人 秦元空抓抓头皮 答道 应该有两三千人 自从我师父离开后 师爷黄金融装风卖傻 很多弟子都没人管 找不到挣钱的门路 便被丁 李二人吸引过去了 秦元龙笑道 小叔 最近的情况有了变化 李世群和吴四宝被杀 丁墨村躲了起来 有些青帮弟子害怕了 所以悄悄退了出来 秦迪心想 我要不要把丁墨村也打杀了呢 历史上 丁墨村是在1947年被枪毙的 因为他害了太多人 也算是恶贯满盈 不过 秦迪转念一想 如果我再除掉丁墨村 76号就没人管了 等于改变了政局一角 若是吓死了汪大卫 那么历史就彻底改变了 所以他不准备对丁墨村下手 且让他多活几年 这时候 秦元龙又道 最近以来 吴四宝的女人 那个蛇爱珍 纠集了一伙人 要给他男人报仇 这些人都带着枪 看上去势头很猛 秦元空道 是啊 昨天他还来过这里 让我们帮着查找线索 这个女人不简单 是魔都有名的大姐头 秦迪冷哼道 再不简单 还不是因为 背后有男人撑腰 纪云青已经死了 吴四宝和李士群都死了 目前他背后还有丁墨村支撑 用不了多久 他耗尽了人脉 也就蹦倒不动了 他懒得对女人下手 毕竟蛇爱珍只是黑道大姐 不像李士群 吴四宝 牵涉到国仇家恨 对于这样的女人 随便他折腾就是了 历史上的蛇爱珍 在吴四宝死后 跟文化流氓胡兰城 勾搭在一起 去日本度过晚年 既然提到了胡兰城 那就多说几句 此人生于1906年 原名胡姬蕊 浙江盛县人 是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 胡兰城年轻时 曾在燕京大学旁听课程 擅长写作 后追随汪大卫 抗日战争时期 出任汪伟政权宣传部副部长 因其为汪大卫执笔 而被列为著名汉奸 1940年 他发表卖国社论 战难 何意不易 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期 鼓吹和虽不易 但也要何 为汪大卫的卖国行径洗白 1945年 日军战败投降 胡兰城借到香港逃亡日本 晚年旅居台岛开课教书 其文学才能影响部分台岛文人 1981年7月25日 因心脏衰竭死于日本东京 而关于 他和张爱玲的婚姻 也在这里略微说一下 毕竟是民国时期有名的人物 若是一句不提 故事也显得不完整 张爱玲的才华就不说了 曾经被誉为魔都最红的女作家 但她的政治倾向 和生活态度有问题 直接导致爱情和婚姻的不幸 她的取向很偏解 我家人 必须要嫁比我大15岁以上的老男人 这样的心理状态下 年长张爱玲 14岁的胡兰城 时任汪伟政权宣传部副部长 轻而易举地闯入 从未谈过恋爱的张爱玲的生活 那时 口才超级好的胡兰城 已有妻事 为了追求才女张爱玲 她抛弃妻妾 写下及不负责的婚约 愿岁月静好 现世安稳 然而 这个承诺的有效期只有4年 最后张爱玲称这个男人为 无赖人 晚年的张爱玲移居洛杉矶 像幽灵一样 独自离群所居 穿用只做的衣服 经常闭门谢客 生活极其简单 一个烧饼可以吃上两天 在这样孤僻的状态下 张爱玲度过长达23年的幽居生活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老实说 这是她自找的 而胡兰城这个汉奸 流氓文人 在她写的 今生今世 一书中 描述了与她有关系的八个女人 分别是发妻玉凤 女教师全惠文 护士小舟 私家小娘范秀美 日本女子一只 其余三位 一是红歌女 一是灵水照花的才女张爱玲 还有一位 则是大姐头蛇爱珍 胡兰城与蛇爱珍结婚时49岁 男人在这个岁数 往往更花心 可她却被大姐头客的死死的 再不敢出去寻花问流 否则大姐头 要砍她的脑袋 而蛇爱珍与她 却未必有爱 这一点从她逃难的时候 可以看出来 当她逃离香港的时候 蛇爱珍明明有钱 却只给了她200块 而当年 她离开张爱玲的时候 张爱玲却傻傻地给了她30万 这也算是民国时期的 一段风流运势 随着时光的流逝 这些可怜的 无知的 无耻的人 都已经化作尘埃 被雨打风吹去也 第283章 孤岛婚礼 情敌从凤凰城出来 抬头瞄了一眼对面的百乐门 此时百乐门正在举行一场婚礼 大门的外面 参加喜宴的豪车 排成长队 附近的街道 被名流权贵和围观的记者百姓 堵得水泄不通 喧闹声中 百乐门的大厅内 美丽的新娘 身穿长长的昂贵而雪白的婚纱 缓缓走向她的新郎 这场盛大的婚礼 可以说轰动了整个摩都 其热闹的程度 比当初的情敌和艳雪的婚礼 还要华丽数倍 情敌在百乐门外驻足了片刻 很快便搞明白了 这是盛玉游和任志方的婚礼 先前曾经说过 盛玉游是盛宣怀的孙子 也是分得盛宣怀家产的唯一孙辈 他虽然进不了民国十大富豪榜 但是名下有三星公司 沁园房屋 太极礼 郑家木桥等公司 以及东有横路地块的房产 还有摩都 金陵 汉口 武昌等地的空地 所以也算是摩都有名的富豪之一 尤其是他很年轻 还不到三十岁 所以算是钻石王老五 而新娘任志方则是民国民元 1918年 他出生在摩都一户官宦之家 曾祖父 是晚清的山东巡府 父亲任伯宣曾是举人 做过北洋政权的财政次长 任志方 是地地道道的大小姐 自幼保读诗书 无论诗词 书法 还是音乐 绘画 都有自己的研究 他的笔墨 还曾是当时魔都贪名流坚 争相传看的名作 这样的一对新人 在百乐门举行盛大的婚宴 引起了无数人羡慕的眼光 可是 秦迪的心里 却记得 他当初遭雷劈的时候 就是 圣玉游这小子 找了几家小报的记者 将消息披露出去 说一次秦大少 遭天打雷劈 当时还引起许多人的讥讽和诅咒 虽然如此 秦迪对这对夫妻 并没有多大的恶意 因为秦迪知道 尽管他们眼前很风光 然而几年以后将失去家产 几乎难以想象 任之方这样的名媛 会站在日本街头炸油条 炸油条虽然难堪了点 但卓文君还当炉卖酒呢 落魄的时候 夫妻二人不离不弃 多年以后重新发家 这样的人也值得尊重 正因为这个缘故 秦迪并不想施展利害手段 将他们弄得家破人亡 他大摇大摆地走过去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 来到百乐门的门口 守门的保安拦住他 先生 您的请柬 对不起 今天百乐门被人包了 不对外开放 秦迪不吭声 只是用温序的目光看着他 片刻之间 便有一人走上前来 对那位保安呵斥道 瞎了你的狗眼 这是魔独首富秦彦 你脚下的这块地 都是秦爷拥有的 没一点眼力尽 赶紧滚 保安被吓了一跳 赶紧低头求饶 秦爷 对不起 小的不认识您老 后面那人跟着陪笑 秦爷 您有好些日子没来了 您看 连我手下的人 都不认识您了 秦迪道 张望 你还留在魔独啊 没跟你师父去重庆 张望是杜月生 排行第三的弟子 自然知道 秦迪非同小可 因此 对他毕恭毕敬 秦爷您请敬 我师父来信了 让我们 守住魔独的产业 不能被别人抢走了 百乐门虽然不是青帮的产业 但是却要跟青帮交保护费 而且里面的安保人员也都是帮回弟子 秦迪走进大堂 看见婚礼还在进行 于是对张望道 等会儿 我坐在角落里 你给新郎带个话 让他和新娘过来敬杯酒 我可以饶恕他的过错 张望虽然不知道 新郎犯了什么错 但还是赶紧点头 秦爷您请坐 我这就去安排 因为是大白天 婚礼的主题是饮宴 并不是搂搂搂搂的舞会 所以 大堂和两边的小厅 都摆桌子 秦迪随便找个角落坐下 静静地看着婚礼的现场 大约过了斩茶功夫 婚礼的主要仪式结束了 接下来便是大宴 在场高棚满座 不但有两边的亲戚长辈 还有许多魔都有头有脸的人物 这时候 新郎 新娘 没有先给长辈敬酒 而是急匆匆地来到小厅里 见秦迪 圣玉由面色发白 头上溅了汗 对着秦迪深深的鞠躬 秦先生 实在对不起 以前冒犯了您 还请您多原谅 我这次大婚 本想给您送清俭 可是找不到您住的地方 所以 十分遗憾 您今天来了 怎么能坐在这儿呢 请您去前逗主桌坐 以前的秦迪 一直很低调 所以 圣玉由可以找小包挖苦他 但是后来 在秦先生的推动下 秦迪的名声迅速提升 尤其是他一口气 捐助了二百架飞机 还有了国军中将的直贤 得到几枚勋章 特别是秦家在魔兜 连续失周两年多 不知道救活了多少灾民 这让圣玉由的心里 既感到震惊 又觉得后悔不已 试想 就算圣玉由有钱 他能捐出二百架飞机吗 整个民国 除了秦家以外 没有一个人能轻松做到这一点 宋家也会伤筋动骨的 更何况 报纸上还说 日本人痛恨秦大少 曾经两次围攻秦府 结果丢下上百具尸体 都未能捉住秦迪 这说明什么 说明秦家不但有钱 还有自保的实力 若想对付圣玉由 他还能活过今夜吗 因此之故圣玉由诚皇诚恐 一再地鞠躬道歉 秦先生 对不起 请您去主座饮宴 回头我再去您家 正式地磕头认罪 任之方不知道 自家夫婿为啥低声下气 但他心里明白 秦大少是真正的民国首富 他只是觉得好奇 此人为啥还能留在魔都呢 毕竟秦大少跟一般的妇人不一样 是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圣家敢留在魔都 是因为圣宣怀跟日本人有良好的关系 虽然不能直接归为汉奸 但他很受日本人的喜欢 这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1911年 武昌起义爆发后 圣宣怀请袁世凯出山 遭到了各方的谴责 圣宣怀便逃亡日本了 1912年初 圣宣怀在日本看到民国政府 虚款做军费 便以中日合办汉野平公司的办法 取得日本借款 与民国政府搭上关系 想以此来挽救自己的不利处境 他与日本垄断财力秘密策划 民国政府分别在神户和南京 同三井和正经财团 签订两个性质 相同的汉野平中日 合办草约 2月12日 圣宣怀从日本正经银行 提取300万日元借款 把这笔钱的一部分 转三井阳行 三井阳行转给南京政府 约250万日元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 圣宣怀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 被迫同意费约 并辞去汉野平公司总经理职务 第284章 以德抱怨 后来 圣宣怀寿孙先生 邀从日本回到摩都 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 和汉野平公司 1913年 他为了解决基建资金 与日本制铁所 横滨正经银行签订五个合同 以汉野平公司全部财产做抵押 借款1500万日元 其中 900万日元用于新建大野铁厂 600万日元偿还日本旧债 约定用头等矿产 1500万吨 升铁800万吨供给日本 作为偿还之用 40年为期 并聘请日本人担任最高工程顾问 和最高会计顾问 这些合同使日本制铁所 将汉野平公司的经营管理权 完全控制在手中 使汉野平公司逐步走向没落 那么 这些合同 有没有卖国的成分 算不算假公肥司 有没有中宝司呢 对于这些问题 情敌也搞不清楚 反正日本人对盛家有好感 这是肯定的 1916年4月 盛宣怀在摩都病逝 家人办了极其盛大的葬礼 轰动摩都 耗资30万两白银 送葬队伍从斜桥弄 一直排到外滩 盛宣怀有两房夫人 五个小妾 为她生下了八子八女 盛宣怀的妻妾们 各个争其斗艳 她的子女们 也各个没闲着 独马的独马 嫖圈的嫖娼 抽大烟的抽大烟 用名门顽固 来形容盛宣怀的众多子女 大约最合适不过了 在顽固方面 表现最为出众的 要属盛宣怀大儿子盛昌仪 她终日花天酒地 娶了六个女人 还到处寻花问柳 终于 才四十岁 就因挥霍无度 腰疼匆辞世了 大儿子辞世后 盛宣怀痛定思痛 他深知 以这群子女的败家速度 他日自己撒手人寰 盛家这百年基业 只怕都将散尽 思来想去后 盛宣怀在逝世前立下遗嘱 成立于斋益庄基金会 遗产的一半分给各房子孙 另一半五百八十万两银子 放在于斋益庄 本经不许动用 利息用于慈善事业 很显然 盛宣怀想用这个办法 长期保住盛氏家族的部分财产 然而 盛宣怀去世仅仅十二年后 盛家子孙便在吵吵闹闹中 分掉了于斋益庄的六成本金 为了不致受国民政府阻挠 他们一致同意 将其余本金捐给政府 自此 于斋益庄正是寿终正寝 富不过三代 穷不过三代 雄霸晚清的大家族盛家 也没能逃过这种命运 盛宇尤算是盛家子孙中 比较能干的一个 不过他此时看见秦迪便感到心惊肉跳 后悔当初做错了事 秦迪的目光落在两个年轻人脸上 停了好大一会儿 才开口说道 两三年前 你在报纸上诋毁我 欠我一个说法 盛宇尤感受到目光的压迫 头上流出的冷汗更多了 道 对不起 秦先生 我年轻不懂事 请您给我个补偿的机会 秦迪眯起眼睛道 你既然诚心道歉 我也不为己慎 看你的相貌 十年后有一场小节 若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你去这个地方试试 或许有一场造化 说话间 他递上去一张纸条 上面写了一个地址 盛宇尤接过来看了看 发现是一个日本地址 心里觉得有些奇怪 正在满头雾水的时候 衣袖被任之方拉了拉 他抬头一瞧 发现秦迪已经离开了 哎 秦先生 您别走啊 喝一杯水酒再走 秦迪摆了摆手 头也不回地走了 圣玉游呆愣了片刻 自言自语道 他说的话 我怎么没听懂呢 任之方 接过纸条看了一眼 然后将其收入手袋里 道 这位秦大少 脑子是不是坏了 做事没头没尾 忽然出现 忽然离去 到底做什么 还说什么小节 什么山穷水尽 这怎么可能呢 容不得两人多想 旁边有人走过来 催促他们给贵客敬酒 虽然他们没将秦迪的话 记在心里 但却将那张纸条保留了下来 直到若干年后 两人辛辛苦苦地开饭店卖油条 才忽然想起这件事 那时候 他们找到年过七旬的秦汉旭 帮秦夕撑起了日本的产业 圣玉游曾经留学英国 算是适合经商的人才 秦迪既然碰见了 就顺便招揽一下 他没有报复杀人的意思 杀一个人 不如将对方为他效力 按照事先说好的 秦迪和三叔在日本的投资 每人各占50%的股份 这才是1940年 等到日本战败 秦迪还准备大肆投资 收购几家重头企业呢 那么多企业 缺乏管理人员 也是一件麻烦事 秦迪为啥话说 一半就走呢 因为这时候的圣玉游 正好年少多惊 不可能听他将故事讲明白 还是等穷困潦倒的时候再说吧 秦迪从百乐门出来 不紧不慢地前往御园 不一会儿的功夫 他来到纪月阁 纪月阁内 除了张聪玉外 还有一位中年人 西装革履 头发厚书 戴着黑矿眼镜 看着好像是一位学者 张聪玉介绍 秦先生 这位是郑振泽 帮我收了不少的古籍 秦迪伸出手来 笑道 郑先生 久养 郑振泽 只比秦迪大两岁 但是看相貌 几乎差了一代人 秦迪还像二十岁的青年 而他却已经是中年人了 郑振则生于浙江温州 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作家 诗人 翻译家 艺术史家 也是著名的收藏家 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长 1931年秋 他在北平任燕京大学 和清华大学两校中文系教授 1935年春 郑振泽到摩都任济南大学 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 摩都沦陷前后 他留守孤岛 为国家抢救了大量珍贵的文献古籍 郑振泽搜书很用心 用他本人的话来描述就是 搜访所至 静字护兵 远歹巴黎 伦敦 爱丁堡 翻译书出 唯于所欲得者 苟利所能及 无不竭力以赴之 必得乃矣 典一劫时不顾眼 顾长囊无一文 而姬书银是冲动 他抓住秦迪的手 用感慨的口吻道 秦先生 难得你愿意出资 抢救刘师的古籍字画 实在是太难得了 秦迪笑道 哪里哪里 郑先生为了买书 几乎到了割肉气血的程度 也让在下钦佩 三个人开始闲聊起来 说起搜集古书 这是一件费心 费钱的事情 郑振泽道 去年 我为了买一套 卖网馆 抄教本古今杂具 花了九千块钱 差点让我吐血了 秦迪问 那你怎么凑够的钱 郑振泽回答 不光是这一套书 还有别的大量的藏书 我一个人 哪有那么多钱 我得到一部分民国政府拨款 还有陈立夫 朱家华的帮忙 第285章 头盖骨 说来说去 郑振泽的眼睛里 露出热切的目光 秦先生 古书收藏才刚起步 据我所知 江南有许多藏书楼 目前都在岌岌可危的状态 有些书的主人 害怕被日本人抢走 将书藏在地下室 可是地下室太潮了 很难保证书不被破坏 玉海塘 群碧楼 家业塘 都有不少的古籍 秦先生 我有幸将这些书买下来 搬迁到昆明 成都去 可惜没有钱啊 历史上 解放后的郑振泽 在北平分了个小四合院 家里全是藏书 他在1958年飞机失事后 家人把十万卷书 全部捐献给国家 除此之外 还有大量书籍 被清白党带到台岛 珍藏在博物馆里 秦迪问 需要多少钱 郑振泽大喜 然而说话间 却有些愁愁 低声道 恐怕要三十万 秦迪当即 开了一张五十万元 法币的支票给他 张聪玉在旁边 嘖嘖连声 秦先生 你真是财大气粗啊 秦迪微微一笑 钱财是身外物 古书毁了 就再也找不回来 郑振泽叹道 是啊 古书这种东西 不懂详的人 觉得它没有价值 可我是做训古的人 觉得它价值连城 它是中华民族的历史 比如说 卖望馆抄教本古经杂具 242卷 其中有一半的古本 如果没有它 后人怎么了解 原曲巅峰的历史 秦迪道 郑先生 如果资金不够 可以从纪月斋走账 我准备在纪月斋 投入八百万元 专门用于收集古董 字画和古代的典籍 至于说买到的书 放在哪里 现在兵荒马乱 到处转移也不安全 我在魔朵有几个隐秘的宅院 可以放置这些东西 郑振泽虽然欢喜 但还是不放心 生怕秦迪是个锤子 不小心将古书弄坏了 因此问道 秦先生 听说你收藏了一些字画 能不能让我去看一看 字画收藏有很多讲究 万一保存不善 那可就惨了 秦迪笑着摇头 那可不行 我藏书 藏画的地方 乃是天下第一等的隐秘处 没有风吹雨淋 一年四季如春 放一千年 也不会坏 啊 天下哪有那样的地方 秦先生 你再开玩笑吧 秦迪道 无须多说 等到数十年后 自然见分晓 秦先生 这些东西可都是国宝 你不能转移到国外去 要不然就成国贼了 呵呵 你放心 等到适当的时机 我会拿出来的 秦迪将字画 都收藏到 武夷山小世界里去了 自然不会允许 这两人前去欣赏 过了一会儿 他忽然问道 两位在收藏古籍的时候 有没有见过甲骨文 张聪玉答道 当然见过 不过皆非真品 真品被国家收藏了 郑振则道 我听说真品甲骨文 总共有数万片 装了一千一百三十二箱 运到昆明去了 秦迪又问 那么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呢 两人面面相去 都感到奇怪 秦先生 你为什么问起头盖骨 既然上千箱的甲骨文 都运走了 难道头盖骨会丢了不成 秦迪心里 咯噔一声 因为历史上 头盖骨的确丢了 而且就发生在 1940年前后 他以首符额 检索脑海里的记忆 猿人头盖骨 到底是怎么丢的 过了好大一会儿 他才想起来一些记载 于是输了一口气 北京猿人 是古老的人类祖先之一 生活在五六十万年前的 周口店一带 1920年后 人们在周口店开采石灰时 不时挖掘出龙骨 有一次挖掘到了一颗 四人的牙齿化石 经北京协和医院 解剖系主任布达生研究后 认为是古代人类的化石 它代表着一个新的种属 定名为中国猿人 北京人 他预言 周口店的山洞 是中国猿人的故乡 蕴藏着他们的化石 1929年12月2日下午 太阳已经下山 山洞中一片昏暗 北京大学年轻的 毕业生培文中 在昏黄的灯光中 发现了一颗猿人的头骨 兴奋极了 连夜小心挖出 第二天天味量 用棉被 小心翼翼地送到北京 中国人发现了 北京猿人的消息 就像一声春雷 使那些被传统偏见束缚的 井井的学者们 不得不承认 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代 的确有过直立人 阶段 它既是南原的后代 又是包括现代人在内的 智人的祖先 是从侯道人 进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周口店发现的人类化石 原来一直保存在 北京协和医院 壁楼解剖式的保险箱内 由著名瑞典人类学家 魏敦瑞加以研究 1941年 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不久 日美关系相当紧张 美国驻华大使馆 劝告美桥离华 协和医院也缺乏安全感 魏敦瑞为了取得美国国籍 和到纽约美国自然博物馆 继续他的研究工作 也决定去美国 当时 为了这批标本的安全 他希望把主权属于中国的人类化石 也运去美国保存 但由于种种原因 化石没有起运 大约在珍珠港事件 前三个星期的一天 协和医院总务长博文 突然通知秘密装箱 将所有化石 全部用擦小微镜头的细棉纸包好 裹上药棉 再包上粉连纸 外边捆上细纱布 棉花 装入两支大木箱 运到美国大使馆 准备随美国海军陆战队 运到美国 12月5日早晨 北京人贴着高级机密的标签 搭乘美国海军专用火车 在几名士兵的 护送下运出北京 准备到秦皇岛 转乘哈利逊总统号 游船运往美国 然而两天以后 当军用火车 尚未到达秦皇岛时 日军偷袭了珍珠港 日美已成正式交战国 在华日军很快截获 并抢夺了 美国的这辆军用火车 从此以后 这批极其珍贵的化石 就无影无踪了 这一惊人的丢失案件 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响 当时 不仅日本人在找 美国人也在找 抗日战争胜利后 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要求 美国远东司令部 曾向日本方面探查 但也没有结果 那么 北京人 化石 究竟是怎么失踪的 有一种说法是 日本人把所有 从火车上卸下来的箱子 装上驳船 准备装到一艘 开往天津的货船上去 不幸 驳船翻掉了 北京人 化石 沉到海底了 另一种说法 游船被日军俘虏 化石被日军截流 后来挤进一手 终于下落不明 他很可能密藏在日本民间 不管怎样 擎敌既然想起了这件事 就不能坐视不理 看着他眼睁睁地失踪 第286章 骆兴时 第二天 他和燕雪坐火车 前往北平 虽然说这一路都是日战区 火车上不断有人查看证件 但是这种小事难不倒他们 魔都巡捕房有许多青帮弟子 秦敌早就弄了十几种证件 要什么身份都有 甚至日本人的护照他都有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如果不愿说话 干脆将对方拍死 然后纵身跳下火车 谁还能追上他们不成 好在这一路火车 并没有人找他们的麻烦 1940年冬天的北平 显得格外的寒冷 虽然才是11月 大街上的人就已经穿上了棉袄 整个城市已经被日本人掌控了 显得沉闷而又晦暗 自从1933年5月 唐姑协定签订后 华北成为日军的重要兵战基地 为达到占领华北的目的 日本采用政治 经济 军事等手段向华北渗透 在华侨明为日本侵略华北 做大量准备工作 仅1937年1月至4月间 以商人 实业家 学生身份为掩护 名为游历 实为调查华北的日本人 就至少有33批 七七事变后 大量日本人涌入华北沦陷区 1937年 华北日桥 共计34,492人 到1938年 日本人达82,905人 至1939年达162,150人 从1940年起 日本多次在华北地区 进行治安强化运动 一边加强其对华北的殖民统治 一边大量安排日本人移居华北 短短两年时间内 华北日桥40万08,670人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北平作为华北的中心城市 吸引了大量日本人的到来 得形形色色的日本人 从山海关跨过唐沽 古北口 青岛 各线的火车 轮船 装了千万个穿着木机的旅客 源源不断地涌入华北的中心北平 截至1939年12月底 住在北平的日本人 达16,672户 45,416人 秦敌和燕雪走在北平街头 走在闹市区 不时看见穿河扶着木机的日本男女 耳中听到由东京传播过来的歌曲 就是来往的电车上 也是日本学生代替了中国学生往来穿梭 北平城内到处充斥着日本人的身影 日军占领北平后 为有效进行殖民统治 北平成立由日本顾问控制的傀儡政权 北平的各级机构 从中央到地方都聘请大批日本顾问 协助中国方面的行政 司法 军事 警察等业务 这些日本人名为顾问 实际充任监督者和太上皇 成为北平伟政权的幕后实际统治者 日本还安排大量日侨 以顾问和教师身份控制各级教育机关 中学里的日本教官 表面上是教师 实际上和日本的宪兵队 大使馆等有着密切联系 他们负责监视和指导学校行政 可以决定校长 教职员 学生的生命与自由 决定学校的行政事务 很多日侨名义上是日语教官 实际上是无所不管的太上校长 他们通过日语这个武器 内可培养能指导大陆民族的 纯正的日本人 外可教育青少年 教化一般民众生活 从而达到消敏中国人民 民族主义精神的目的 情敌从大街上走过 看在眼里 听在耳中 然而却不能做什么 因为这是国家层面的问题 必须将日口撵走 才能彻底解决 当天晚上 两人前往协和医院 轻而易举地找到 两个大型的保险柜 情敌扭开保险柜的开关 发现里面有六个 北京猿人的头盖骨 头骨碎片15块 下颌骨14块 锁骨 腕骨 大腿骨 上臂骨 147块 除此之外 还有骨猿人劳动的工具 几块经过初步打磨的石头 他把保险箱 整个收入那须葫芦里 手里却抓住一块石头 不停地看来看去 尽管是夜里 他没有开灯 手里只有一个手电筒 他还是定睛瞧着石头 心情颇为激动 忍不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燕雪低声问 怎么了 这块石头有说法 情敌点点头 道 先回去再说 两人回到旅店 打开灯 仔细端向那块拳头大的石头 情敌道 你摸一摸看 有什么感觉 燕雪将那块乳白色的石头 拖在手心里 凝神戏关 品味其中的感觉 刚开始的时候 他觉得石头 只有一种沉重感 似乎里面含有重金属一样 比一般的花钢岩重两倍 过了一会儿 他忽然觉得 一种暖流传出来 就像有火苗从里头窜出来 那种奇怪的感觉 把他吓了一跳 差点将石头丢出去 情敌探手接过来 说道 这不是普通的石头 而是洛星石 相当于次品仙石 燕雪很惊讶 人家还有仙石吗 它不是真正的仙石 内里蕴含的仙力 只有正品仙石的一成 它是一种金属性的仙材 可以用来炼制混原金砖之类的法律 古代的猿人也不知道 从哪里找来的 拿它作为劳动工具 可能是用来猎杀麋鹿的 这么一块石头 怎么能猎杀麋鹿呢 因为它比较重 正好一只手能够握住 抛出去 砸到麋鹿的头上 一准能将麋鹿砸死 燕雪看向情敌 发现它的神色 还有些激动 于是问道 先生 这么一块洛星石 你能拿来做什么呢 情敌笑道 我想去周口店看一看 如果运气好 或许能多找几块 你要拿它来练解 不 我要落星石有大用 前提是多找几块 多多益善 第二天上午 两人出现在 距北平城 约50公里的周口店 这里有一座龙谷山 背靠风轮起伏的 太行山脉 面临着广阔的 华北平原 山前有一条小河 潺潺流过 早年发现龙谷的地方 是一个山洞 自从日军清华以后 山洞里的考察人员被杀 其余的人全部撤走 龙谷山就成了一座荒山 连一个人都没有 他们走进山洞 里面黑漆漆的 听不见一点声音 情敌虽然能暗夜事物 但还是打开了手电筒 在山洞里查看了一圈 这个山洞 早已被科考人员 挖掘了好几遍 松软的地方 全被仔仔细细地筛查过 一个小时候 他从山洞里走出来 登上小山之巅 施展寻龙爵 掐指算来算去 查找龙脉的走向 看了好大一会儿 他忽然惊喜地发现 这座龙谷山 赫然便是一条龙 陨落后留下的骨架 第287章 龙分九种 龙分九种 有大有小 如果是大型的天龙 陨落后能化成山脉 若是小型的龙 陨落后只剩下白骨 而这座龙谷山 乃是一条中型的龙族 其杏蜀精 级别相当于高阶灵仙 还没到天仙的层次 因此 他的骨骼中存在落星石 哈哈 这真是天赐机缘啊 燕雪从远处跑过来 问道 先生 你有什么发现吗 秦迪欣喜地笑道 我已经辨明了龙脉的走向 知道 哪里有落星石了 燕雪问 在哪呢 我帮你一起挖 秦迪道 这条龙 有七百二十节锥骨 只有锥骨的核心部位 才可能有落星石 我们要从头部开始挖 一节节地挖下去 这个工作量可不小呢 哪里是龙头 哪里是龙尾 你跟我来 秦迪仔细观察龙脉的走向 一面走一面查看 不知不觉又回到先前的山洞中 他走到洞底 取出一把灵橱 道 就从这儿开始挖 我们俩轮换着来 他挖了两个小时 在山岩上挖出十几米长的山洞 然后停下来 找到第一块落星石 这块落星石比较大 直径约有五十厘米 看上去好似羊枝白玉 里面闪烁着白色的金属光泽 轻敌道 不错 这么大一块 里面蕴含的仙粒 相当于三四块仙石了 在这末世的地球 显得极其珍贵 燕雪接过灵橱 一面挖掘 一面问 先生 这东西 到底有什么用处 轻敌笑道 等到关键的时候 我再告诉你 燕雪撅着嘴 继续不停地挖掘 两个人 一连挖了一个多月 直到十二月二十日 才彻底挖穿了龙谷山 最后 燕雪数了数 总共挖到三百多块落星石 有大有小 很不均匀 大的直径两尺 小的不过两三寸 先生 你不是说有七百二十节追谷吗 为啥只有三百多块落星石呢 秦敌道 因为这条龙等级不够 只有部分追谷化成了落星石 这是恐龙吗 它是从哪里来的 恐龙也是龙 但属于低等龙族 什么是高等的龙族呢 龙也分五形 金 木 水 火 土五类 每一类又分成五爪 四爪 三爪 两爪 五爪天龙 相当于仙人的境界 四爪相当于灵仙 三爪相当于地仙 两爪就是普通的龙了 燕雪觉得难以想象 怀疑它是不是顺口瞎说 怎么会有三爪的龙呢 那不是太古怪了吗 即便五爪金龙 那也只是传说而已 人间谁又真的见过 秦敌之道 它一时接受不了 肖道 地球上已经没有龙了 只有一世界才有 等到将来 我带你去看三爪 五爪的龙 燕雪奄然一笑 好啊 我会一直跟着你 你去哪 我就去哪 12月28日 秦敌回到重庆 恰好赶上唐妹秦湛和钱磊木结婚 三叔秦汉旭 带着三婶惠子和小女儿秦夕 一路辗转 好不容易赶过来 说她好不容易 是因为她身份特殊 如今中日之间 正在交战 她作为奸细 打入日本国 既然是奸细 就不能给外人知道 别说惠子不知道 就连秦战都不晓得 她身上的使命 她从日本到武汉 用的是日本身份秦中汉旭 从武汉向西才 换了中国身份 她来回这一趟 是冒了风险的 如果给日本人知道 或者被中国的某些激进分子察觉 都会面临很大的麻烦 秦夕已经八岁了 因为在日本长大 所以汉语说的不算好 这也不能怪秦汉旭 因为她隐藏身份 在日本的时候 能不说汉语 就尽量不说 这一次回来 秦汉旭对外宣称 她是去了找蛙 刚从南洋回来 秦战结婚是大事 钱家也是要脸面的 如果知道 她去了日本 肯定怀疑她是汉奸 这门青史 有可能会出现波折 秦迪也知道 三叔的顾虑 所以 让燕雪带着秦夕 别让她在宴席上冒出日语 随后一个月 燕雪带着小姑娘秦夕 吃遍了重庆的名吃 还带着她游览四川美景 背着她上了青城山 峨眉山 大雪山 带她去了九寨沟 督江宴 带她去看庙里的大佛 菩萨 道观的三清祖师 让她知道美丽的中国 是她父辈的根源 秦夕感到很好奇 姐姐 你怎么也会说日语 燕雪笑道 语言只是一种交流工具 或说某种预言 不代表 你就是某一国的人 我不单会日语 还会英语 法语 秦夕道 我本来会说汉语的 但在学校里不敢说 家里也说得很少 燕雪道 等再过几年 战争结束就好了 秦迪抽出一天时间 跟三叔关起门来续话 他从战局谈到物价 三叔 按照我的估计 再过两年 日本的物资 可能陷入紧缺 比如说 食物和日用品 黑市价格急剧走高 我储备了不少白糖 你有没有办法 在日本铺一条出货的渠道 秦汉叙道 昔年我在轮船招商局 做了几年的监理 在物资转运方面 有一些渠道 惠子走私屋矿沙 也有一些熟悉的关系 你让我仔细想一想 利用两年的时间筹备 应该能将这门生意做起来 三叔 你把秦夕留在重庆吧 让他在这里待两年 要不然他可能完全日化了 这个他年纪还小 三叔 日本这两年 从中国抢了大量的黄金 白银 古董 你有没有查出来 他们将宝贝藏在哪里了 我的人一直盯着 目前有几个怀疑的地方 1941年初 发生了晚南事变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 是一件很悲痛的事 千古其冤 江南一夜 同事操哥 相间合集 秦迪不想介入内战 所以掩耳盗铃 装作不知道 这一年的春节 他和燕雪是在重庆过的 父母和姐姐一家人都在 张乃锦也从美国回来了 秦月还在昆明 据说他又生了一个儿子 正待在家里休养 过完年 秦汉旭和惠子 就带着小女儿秦夕回去了 大年初午 吃完中午饭 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续画 在场的有秦汉成 朱婉 秦陵 张乃锦 秦战 秦迪和燕雪 众人说话的焦点 还是离不开抗战 因为战争还在持续 日军轰炸没完没了 第288章 航空志愿队 朱婉和秦陵虽然没上战场 但他们在医院里 每天看见数不清的伤员 可以想象前线厮杀的惨烈 而且 这还不是战地医院 除了遭轰炸受伤的百姓外 那些从前线运回来的战士 都经过了初步的救治 所以存活率比较高 很多人在前线受伤 根本得不到救治 朱婉因为年纪大了 上手术台的次数减少 但是一个月里头 还要亲自做手术五六起 他是天主教徒 每次站上手术台 都要先祷告 仁慈的天赋 求你救救这些孩子 医生不是无所不能的 很多时候 面对伤者也无能为力 秦陵上手术台的次数更多 一个月能有十几天待在手术间 他们作为慈安医院的名誉院长 还是全国著名的公众人物 诺贝尔奖获得者 国立研究院的名誉院长 卫生部副部长 亲自给伤员做手术 让所有的医生 护士和病人家属 崇敬不已 他们的照片 不止一次被登在报纸上 赢得了人们广泛的赞扬 秦汉成也没有闲着 因为大量人口迁移到四川 所以秦市粮行 发挥了关键作用 最起码稳定了粮价 让军民不至于饿死 过了一会儿 秦迪问张乃景 去美国一趟 你有什么感受 张乃景干咳一声 答道 感受很多 美国不愧是工业化强国 已经从经济危机中爬出来了 秦迪轻哼道 这算啥 十几年过去 早该走出危机了 张乃景道 我在美国接触了不少人 还读了许多报纸 我发现 美国对日本的态度 正在发生改变 秦汉成 比较关心国际大事 文言来了兴致 道 那你仔细说说 发生了哪些变化 张乃景整理思绪 说道 三四年前 七七事变刚爆发的时候 美国对中日间的战争 抱有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认为 美国不应该去插手亚洲事务 当时 《费城问讯报》 做的一次调查结果表明 参众两院议员 以2比1的比例 反对美国干涉亚洲事务 不过后来的情况 慢慢发生了改变 罗斯福总统于1938年底 批准同油贷款计划 以商贸贷款的名义 向中国贷款2500万美元 其额度虽然有限 却对我们有利 1939年春 日军攻占海南 及西沙群岛之后 罗斯福总统宣布 对日进运飞机 吉林部件 同时从大西洋沿岸 调集军舰 部署至太平洋沿岸 随后 又宣布对日本禁运 包括铝 木 涅 乌等重要战略物资 1940年9月 德意日三国地结军事同盟 10月 美国对日实行废铁禁运 甚至有人建议 接下来要禁运石油 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 后面这两条可不得了 可能要日本人的命 秦战在密店所接触的信息很多 然而他不能说出来 秦敌也不会在这时候开口 实际上 美日之间还在斡旋 日本派出其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 与美国国务卿赫尔进行谈判 又加派特别代表来七三郎赴华盛顿 谈判 曾经一度 美国在日本的交涉下 对日封锁的决心产生了动摇 美国国务卿赫尔接见中 英和澳四国大使宣布美国对日妥协 后来 英国首相丘吉尔凌晨半夜给罗斯福打电话 声称如果中国战场垮掉 欧洲战场也将面临危险 经过多边斡旋 赫尔召兼日本驻美大使 宣布可以恢复对日贸易 互相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 但条件是要日本停止对中国与越南等地的侵略 然而这一点却是日本无法做到的 美日之间的经贸联系很密切 日本绝大部分战略资源都依赖美国提供 其中废钢铁合同的90% 牵的45% 石油及石油制品的65% 飞机坦克制造机床的70% 统统依靠美日贸易 一旦美国完全封锁日本 日本的经济便陷入困境 走投无路之下 只能奋力一搏偷袭珍珠港 秦迪虽然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他不可能说出来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需要反法西斯同盟共同努力 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如果美国不把日本逼急了 日本怎么会偷袭珍珠港 如果日本不偷袭珍珠港 美国又怎么会参战 如果美国不参战 那么单凭中国孤军奋战就太艰苦了 这里顺便提一下美国的飞虎队和苏联航空支援队 1941年4月15日 中美达成一项秘密协议 罗斯福签署行政命令 当中40名来自陆军航空队 60名来自海军及海军陆战队 其中多数为后备役军官 也有少数位美国政府 受益下自航空队中自愿退役 转往Average服役支飞行员 另外一招募了约200名地勤人员 飞行员月薪600美元 1942年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 月薪最多347美元 小队长月薪650美元 中队长月薪700美元 另外击落每家日机有500美元奖金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飞虎队 在后世几乎人尽皆知 然而真正做出巨大贡献的苏联空军志愿队 却被人有选择的遗忘了 从1937年起 苏联空军志愿队员相继来到中国 在华四年期间 苏联累计提供中国各种型号的飞机 1235架 飞机炸弹215万颗 参加苏联航空志愿队 累计共有3665人 其中1091名苏联现役志愿飞行员 2000多名地面机械人员 八成以上飞行员是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 苏联空军的精粹 说他是苏联志愿队 其实几乎是整编的 里面有14位苏联英雄 空军中将5名 上将2名 副司令2名 苏联空军司令1名 苏联空军志愿队与民国空军一道 共击落日期1049架 至1939年底 包括重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 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等200余人 在作战中牺牲 第289章 绝后了吗 过了一会儿 张乃锦又提到 我跟你说 你那常青藤制药厂 已经在美国上市了 股价飙升到38美元 你占了多少股份 情敌想了想到 我持有530万股 占有52%的股份 其余的让给华尔街了 张乃锦算了算 经不住择折 单是这一家公司 你持有的股份 就值2亿美元 老天爷 你这是想上天啊 情敌笑了笑 道 我准备等抗战结束后 将股份减持到33% 你不怕失去控股权 无所谓 理论上讲 持股67%算是绝对控股 持股51%算相对控股 33.3%相当于安全控股 而情敌并不想控股 因为等到专利过期以后 这家制药厂的发展潜力 可能会下降 除非他亲自介入 凭着先知先觉 买下几个开发出新药的小公司 才能让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情敌的心思放在修仙上 哪有闲工夫 去管企业的细节呢 再说 他掌握的钱财已经太多了 就算积累再多的钱 连个儿子都没有 准备留给谁呢 这不 一家人说着说着 又将话题聚焦到生儿育女方面 总之一句话 无效有三 无厚为大 秦汉承问 阿迪 燕雪 你们到底咋想的 啥时候给我生个孙子 燕雪红了脸 低头不吭声 别说生孩子了 连一点亲力都没有 还怎么生孩子啊 他只是单了个名分 两人之间清清白白 依旧等同于师徒关系 提起这个问题 秦迪禁不住皱眉 道 爸 我看你别指望了 我暂时不想生孩子 啊 这偌大的家产 连个继承人都没有 秦汉承只觉得一阵心疼 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一直手揉着胸口 浑身无力 口中喃喃地说道 要死了 我不想活了 老秦家竟然绝后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燕雪面色发白 赶紧劝道 爸 你别生气 当心气坏了身子 秦迪却不肯松口 爸 实话告诉你 我和燕雪想要长生不老 如果太早生子 对我来说无所谓 但会影响燕雪的道心 这是很严重的事 到时候 我一个人长生 燕雪可能中途夭折 爸 你不想害死他吧 听见这话 屋里几个人都呆住了 秦汉承直接呵斥道 什么长生不老 简直是胡说八道 我看你是中邪了 秦林瞪大了眼睛 说道 阿迪 你真是这样想的 秦皇 汉武都想长生不老 他们都去哪了 这世上哪有神仙 神仙只是传说 谁又真的见过 张乃锦哈哈大笑 秦爹 你这理由太牵强了 偌大的家产 你不要正好 分给几个外甥得了 秦汉承大怒 你倒是想的美 除非我先死了 朱婉叹了口气 道 好了 不要再说了 如果真无儿无女 大不了等阿迪老了 将所有财富捐出去 秦汉承嘴角直抽抽 心里别提都难过了 这时候 秦战忽然道 不 你若是不想害了燕雪 何不找个人借父生子呢 我听说 这在大户人家很常见 割道几十年前 还有去母留子的说法呢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被惊着了 朱婉诧异地望着她 这你这丫头 受了西方的教育 怎会有这样的想法 秦战道 我一直没有弟弟 所以能理解父亲的难过 也理解母亲的痛苦 即便在西方 尽管没有三妻四妾 但是秦父 私生子 多得很啊 秦汉承一拍巴掌 这主意也不错 可以考虑 众人的目光看向燕雪 燕雪的脸上还带着笑 但是 嘴唇湿了血色 说道 我没有意见 只看先生的意思 秦敌黄顾一圈 说道 你们都想啥呢 有没有后代 真就那么重要 再多的钱财又算什么 神州大陆将发生巨变 所有财富尽成云烟 我劝你们 还是想开点吧 秦汉承道 我不管将来天翻地覆 只问你要个孙子 没有孙子 秦家的财产等于 建在沙历上 我辛苦一辈子 全都掰干了 死了也难以瞑目 秦敌道 爸 你不是有外孙吗 都有四的了 还不满足 秦汉承瞪着他道 外孙不姓秦 其实 秦敌嘴上那样说 心里也同意父亲的说法 虽然说儿女都一样 但是到了外孙这一代 丧射代表秦姓的外染色体 也就等于秦汉成绝后了 这时候 秦湛又说了一句 要不然 将大姐的幼子 过继在哥哥名下 或者去堂兄家 抱一个孩子来 张乃景只是打哈哈 秦林苦笑无言 他们又不是养不起孩子 怎么舍得将孩子过继给别人 秦汉成使劲摇头 不行 绝技不行 朱婉也表示反对 我喜欢清静 没有孙子也罢 燕雪还年轻 现在说这个太早了 秦敌开口道 爸 你得耐心等 等到若干年后 总会有孙子的 秦汉成一瞪眼 那你说说看 到底要等多久 秦敌掐指算了算 到 可能要十万年 或者二十万年 秦汉成大怒 滚 赶紧滚 我就算变成乌龟王八 也活不了十万年 嘿嘿 我真有一门憋灵秘诀 气死我了 秦汉成一推桌子 愤愤然站起来 去里屋躺着去了 这件事让大伙不花散 燕雪跟在秦敌的身后 伸手拉了了他的衣巾 低声道 先生 你让父亲伤心了 我担了名分 愿意为你失而欲女 秦敌轻生道 不行 作为修真人 生子越晚越好 试想 如果有一天 我们忽然撕破虚空离开 你舍得 将孩子丢在这里 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 这会影响道心 肚结的时候 容易为天魔所成 燕雪想了想 轻叹道 要不然 先生你那切吧 你的道心坚强 生孩子 应该没问题 对不对 秦敌摇头 自找麻烦 我不愿意 以他百折不挠的道心 的确能找个女人生孩子 然后将孩子丢在一边 认其自生自灭 不过 那样有备于他的良知 所以他不想做 第二百九十章 满天过海 可是 秦敌转念一想 秦家这么多钱财 如果因为没有孙子 就必须全部捐献出去 也肯定会成为笑话 难怪父亲说 死不瞑目 俗话说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我大小开始折腾 开办这些家企业 到底是为什么 纯粹为国为民 说出去谁信啊 我既然用不着太多的钱财 又何必整这些东西呢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而且 截至目前还有很多人 等着看我的笑话呢 我岂能让他们如意 秦敌并不能保证 自己将来能否突破到原因后期 然后撕破虚空闯入一世界 在他看来 现在一切都未可知 如果不能长生 等到修炼停滞的时候 再回头生一堆子孙 那也未尝不可 若是能飞生的话 那么眼前的一切 就没什么好留恋的了 秦敌回到房间 闭目苦思冥想 其实他作为先帝转世 拥有多种秘法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因为功力所限 很多办法都施展不出 等到夜半三更 他忽然睁开眼睛 站起身来 去隔壁 轻轻敲了敲门 燕雪穿着松软的睡衣 满面含羞望着他 口中的男道 先生 你终于想开了 可以接到我了吗 秦敌伸手将他拉进来 道 说什么呢 我想到一种秘法 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燕雪脸上的红润退了下去 道 先生你说吧 需要我做什么 秦敌道 坐下 把脚丫子伸出来 忍着疼 啊 脚丫子 嗯 我不怕疼 哎呦 先生你轻点 秦敌毫不手软 右手一用力 竟然将他的左脚中指 咔嚓掰断一小肩 燕雪腾的浑身颤抖 面色发白 咬紧牙关 一声不吭 他的眼睛盯着秦敌 想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 秦敌随即伸出手 将自己的右脚中指 同样掰断一剪 他只是嘴角抽动了一下 连一滴冷汗都没流 先生 你这是做什么呢 你看着就好 不用多问 秦敌将两根脚趾 并在一起 张嘴吐出一朵灵火和一团灵水 他用灵水包裹了脚趾 然后用灵火慢慢烧灼 一边烧一边念念有词 过了一会儿 他将两节脚趾又掐又捏 然后不停地吹气 不停地烧灼 头上冒出蒸蒸热气 双眼放出叨叨神光 大约过了小半个时辰 燕雪忽然看见 眼前出现两个残痘大小的小人 渐渐的 小人的眉眼越来越清晰 还能发出轻微的吱吱叫声 燕雪被吓坏了 心想 这是什么呀 两节脚趾成精浪 又过了好大一会儿 小人的肌肤变得粉嫩 眼睛也能咕噜噜地转 看面目分明是一男一女 男的像情敌 女的像燕雪 这时候 情敌忽然说道 张嘴 直接吞下去 千万不能嚼啊 燕雪吃了一惊 赶紧张大嘴巴 呼伦吞枣 咽了下去 情敌满意地点点头 好了 造人第一步 已经完成了 燕雪一头雾水 百思不得其解 先生 您这是做什么呢 情敌笑道 我用天魔炼体之法 采集你我的灵骨 造出一对龙凤胎 借你的腹部酝养 等到五个月后 就能看到婴儿了 到时候 拿去应付我爹 燕雪瞠目结舌 这也太怪异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跟正常的孩童比 有什么区别 情敌道 这是一种炼制分身的方式 如果将来我们肚结失败 有这对孩童在世 还可以东山再起 而且 此举不牵涉因果 不用挂念生死 因为他就是你 你就是他 二位一体 不影响到心 将来会有两个我 哪个为主 哪个为福 当然是本体强 分身弱 毕竟是一节脚趾头 怎么能跟整个人比呢 因而拥有我们的记忆吗 记忆靠灌输 你灌输多少 他就知晓多少 你如果什么都不叫 他就是出生的婴儿 需要慢慢学习 慢慢成长 等于 你又活了一遍 先生 我宁愿为你生个孩子 不行 修仙不是容易的事 我不能看着你 陨落在半岛上 我将两个小人 吞入腹中 就等于怀孕了吗 略有差别 这对小儿乃是灵体 没有进入子宫 因为没有心灵魂的塑造 没有天道因果的纠缠 所以 你跟一般孕妇不同 孕期不超过六个月 对你的损伤很小 等到生下来以后 我也不想灌注记忆 将一对懵懂的婴儿丢给我爹 让他慢慢养着吧 等我们进阶金丹 再给他们灌注神识 燕雪无话可说 只能苦笑着接受 不久之后 他开始食量大增 一顿饭能吃一只肥鹅 刚开始的时候 家人还没有注意 渐渐的猪腕察觉了 悄悄问燕雪是否怀孕了 他红着脸点头 于是何家欢喜 鸡飞狗跳 秦汉成别提多开心了 等到过完正月十五 秦迪和燕雪找个借口离开家 前往鼓鼠冻天修炼去了 冻天里有大捕的生灵 两天吃一只乌龟 三天捉一条大鱼 正好拿来胡吃海塞 转眼过了五个月 燕雪的修炼不但没有耽误 还顺利提升了一截 然后他抛左斜得一女婴 抛右斜得一男婴 虽然看似不足月 比一般的婴儿小了一截 但是精神饱满 能吃能睡 活下来没问题 又过了半个月 他的伤口养好了 便和情敌一起抱着婴儿返回重庆 家人看见两个小婴儿 顿时又惊又喜 也免不了担惊受怕 朱婉将孩子检查了一遍 点头说道 还好 婴儿很健康 不像阿迪当年 那时候把我吓死了 秦陵埋怨道 燕雪 你怀孕了还到处乱跑 为啥不带在家里养胎呢 这样会落下病根的 燕雪道 姐 我现在好好的 一点事都没有 其实 她这次怀孕就是作弊 孕期只有五个月 既没有早期的呕吐 也没有后期的压迫感 轻轻松松就完成了 看见那个小女婴 她就有种奇怪的感觉 分明便是自己的模样 而按照情敌的说法 本体和分身可以同时修炼 等到将来有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重新融合 这就更让她感到好奇了 第291章 得偿所愿 看见这一对双胞胎 最欢喜的还是秦汉成 哈哈 儿女双全 燕雪真能干 这孩子 多年以前 我就看出来了 是个有福气的人 哈哈 老秦家终于有后了 我就算死了 也能瞑目 秦汉成非常开心 逢人便说 哈哈 我有孙子了 毕竟秦敌41岁了 秦汉成66岁 这个年纪才有孙子 期盼多年 得偿所愿 怎么能不开心呢 朱婉也不去上班了 按理说她这个岁数 早就该退休了 只是因为家里没事做 所以才去医院里待着 如今有了孙子 孙女 她心中的欢喜 不比秦汉成少一分 燕雪只觉得有些不安 毕竟这种方式颇为诡异 算不得真正的子孙 秦敌安慰她道 这件事就这样了 你不说 我不说 没有人能看得透 我们有了分身 将来的活动会更加方便 她新年曾经有八大分身 等于九个人齐头并进 所以才能修成先帝 掌握浩如烟海的功法 秦敌的功力 已然恢复到筑基第四重 但是距离结丹还很远 修真是个缓慢的过程 越往后速度越慢 她也不知道何时能结丹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民国首富秦家天丁 秦汉成年过花甲 总算有了孙子 这件事不能轻易过去 等到满月的时候 她广腰兵棚大肆庆祝 一口气请了上百桌 而且秦氏良行张贴公告 将良价降低到三成 时间半个月 每人限购十五斤 此举引起很大的轰动 前去排队的人 足有三里长 秦家天丁 割后有后 天烟秦大少 竟然有了儿子 这件事甚至上了不少的报纸 说秦家偌大的财富 终于有了继承人 而人们关注的焦点 则是天烟秦大少 怎么会有儿子呢 难道那里有什么猫念 小孩子不是他的 然而 每个前去参加宴会的人都说 一对龙凤胎 男的像情敌 女的像雁雪 就像一个母子 刻出来的 怎么可能有假 那种相似度 让每个见过孩子的人 都觉得惊奇 主婉很开心 因为幼年的情敌很可怜 只有一个大脑袋 胳膊腿都是瘫痪 一点都不好玩 而这个孙子 就不一样了 双手乱抓 口中咿咿呀呀的叫 眼珠子咕噜噜乱转 看上去十分的灵动 秦汉承翻字典 给孙子 取名为秦红 给孙女 取名为秦英 对此 秦敌无所谓 叫啥名字都一样 反正都是他和燕雪的分身 此时的秦红和秦英 都是小婴儿 只有朦胧的本体意识 但他们并不傻 可以从头学习知识 而且具有修真的资质 仙人不单有分身 还可能有化身 分身的数量有限 化身的数量无限 分身有血有肉 化身类似于影像 仙人为什么喜欢放出分身和化身呢 因为宇宙极其广大 拥有数不清的大道法则 有了分身和化身 才能学到更多东西 体悟更多的天条大法 比如说 太上老君的一气化三清 再比如传说的天皇十三头 帝皇十一头 人皇九头 不是说 天皇福西有十三颗头颅 帝皇神龙有十一颗头颅 人皇轩缘有九颗头颅 而是说 他们有那么多分身 每一个分身 都是惊天动地的巨头先帝 可以同时去多个地方做很多事情 秦敌和燕雪弄出这两句分身 虽然说伦理上有点问题 但是力大于弊 不但保证自身的安全 还能加速修炼的进程 举个例子 假如燕雪渡劫失败 肉身被毁 他只要逃出一部分神石 就可以返回到秦英身上 与其合为一体 从而达到死而复生的目的 自此之后 秦敌和燕雪便在重庆住了下来 毕竟有了一双儿女 做父母也不能拔腿就跑 不是吗 1941年 日军的轰炸还在继续 从1月至8月 超过3000架次飞机空袭重庆 当中包括夜间空袭 特别是6月5日 从傍晚起至午夜 连续对重庆实施多小时轰炸 重庆市内的一个主要防空洞 部分通风口被炸塌 引致洞内通风不足 据幸存者曾晚清说 当天有汉奸为日军飞机发信号 日军是有目标的轰炸洞口和通风口的 洞内市民因呼吸困难挤往洞口 造成互相践踏 以及大量难民窒息 估计死者数以千计 有人说死伤数万人 当时的官方没有公布确实的伤亡数字 可惜当时秦敌和雁雪还在鼓鼠动天中 所以没有来得及救助 等他们回来的时候 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从1941年夏天开始 日军未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 海军航空队从中国完全抽出 中国战场仅存陆军第三飞行师 其编制规模不超过200架 顶多维持持对前线的空中掩护 对重庆的轰炸才开始减弱 6月22日 纳粹德国 意大利 罗马尼亚对苏联宣战 苏德战争爆发 7月1日 纳粹德国 意大利及其欧洲轴心国匈牙利 保加利亚 西班牙 克罗地亚独立国 斯洛伐克等国宣布承认汪大卫政府 7月2日 美国政府仍继续承认并支持合法制重庆国民政府 16日 英国政府承认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制政府 并重申援华政策不变 26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封存日本赛美资金 并循中国政府要求封存中国赛美资金 以免日本夺取 8月14日 罗斯福 丘吉尔 大西洋宪章 提出两国不求领土或其他方面之扩张等八项原则 并提议在莫斯科举行美、英、苏联三国会议 英国政府下令禁止一切货物输往日本 9月6日 日本预前会议决定 帝国国策施要点 对南方政策做出如下决定 1.帝国为了完成自存自卫 在不辞对美作战之决心时 你以9月下旨为目标 完成战争准备 2.帝国在进行前项之同时 对美应尽量采取各种外交手段 努力贯彻帝国之要求 3.通过前项外交交涉 到10月上旬人未达到我方要求时 立即下决心对美开战 第292章 阿虎重伤 9月7日 第二次长沙战役开始了 日军主帅阿南维基 调集第11军下辖的4个师团 及一个战车连队 攻击45个步兵大队 26个炮兵大队 约12万人的军力 根据日本派遣军的作战计划计划 阿南维基的目的 不是为了占领地方及夺取物资 而是摧毁第9战区 血跃部的有生力量 中国方面 第9战区除用相当兵力 在干北、鄂南、湘北 袭绕日军后方外 由战区司令长官血跃指挥 集中12个军33个师 一部在新墙河、密罗江、唠刀河布防 一部在诸州地区激动 采取逐次抗击日军进攻 又日军在密罗江以南 唠刀河两岸歼灭之 第二次长沙会战历时33天 第9战区宣称 击毙日军4.8万余人 击落飞机3架 击沉气艇7艘 使日军攻占长沙的计划宣告破灭 然而 军令部长徐永昌 在10月14日的日记中则 这样写道 薛柏林对外记者及五官谈话 发表湘北之意 第一诗41,000余句云云 使本部战训发布祖大为作难 后来清先生得到密报 一 湘北战之序幕 敌人扫荡大雪山时 战区所报 我军如何转出反包围敌人等等 完全子虚 思议我第四军吃亏极大 二 敌人打过密罗江以后 我军已无有战斗力之军师 三 所报俘获敌人不到10个 枪许有几支 予可详矣 根据日方记录 日方战死1670人 负伤5184人 去向不明者14人 马匹战死1168匹 负伤1092匹 实际上双方的数字都有问题 会战期间 驻防宜昌的第13师团主力 约1.8万人左右 经过十多日激战 该师团接近崩溃玉碎 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下令 烧毁第一线连队 送回之军旗与机密文件 并准备与各幕僚部长自杀 却因为有军及时支援得以倖免 日军实际伤亡远超出于公开战报数字 关于第二次长沙战役的成与败 由于长沙一度失陷 清先生对血月领导的第九战区十分不满 像这次长沙会战 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 有这样良好的态势 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 一定可以俘获敌人很多的官兵 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军险 即使没有一万俘虏 也总应该有一千 一千没有 总要有一百 一百没有 少而言之 也应该有十人丢进了党国军人的脸面 对于秦敌而言 并没有那么悲观 他觉得 只要中国军人还在战斗 那就是好样的 总比汪大卫直接叛国投敌好得多 10月3日 顾如梅忽然来了 面色忧郁 带来一则消息 顾如虎在长沙战役中受重伤 被机枪打中十几颗子弹 其中有三颗伸入胸腹 差点丢了性命 秦敌有些生气 人呢 他人在哪里 顾如梅达到 就在重庆的第三次安医院里 秦敌丢给他一瓶丹药 一天吃一克 等他伤好了 带他来见我 多谢先生 大约过了十几天 顾如虎摇摇晃晃的来了 两米高的个子 瘦得皮包骨 他面带蚕色 对着秦敌鞠躬 先生 对不起 给您添麻烦了 秦敌问 怎么成了这么个鬼模样 可可 我也不晓得 受伤以后 变得越来越弱了 你还想不想恢复健康 想 当然想啊 邱先生指点迷惊 你去叫两个卫兵 开上吉普车 跟我走 是 随后 众人上了两辆越野吉普车 前面 一辆坐着雁雪 顾如梅和秦敌 再加上一位司机 后面车上坐着顾如虎和三个卫兵 其中一位还是女兵 秦敌问 那位女兵有何来历 顾如梅回答 她叫 韩兵 是武林高手韩木侠的孙女 韩木侠是黄浦军校的武术教官 她的孙女也参军了 跟杜蓉和杜兰类似 她是不是喜欢阿虎 应该是的 我弟弟一表人才 还是国军中将 秦敌想起来 这个韩木侠还是大士党周先生的师父呢 周先生相貌儒雅 其实他练过武 而且武功不凡 而在后面车上 韩兵忍不住问 将军 我们这是去哪儿 顾如虎道 不晓得 跟着秦先生走 你把电报机带来了吗 嗯 带了简易的设备 你们几位都给我记住 从今以后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不能对外面讲 所有跟外界的联系 都要经过我的同意 是 将军 一路沿着土路 转来转去 整整走了三天 来到一处风景秀美的地方 一眼望去 有山有水 树木葱绿 鲜花盛开 绿水柔美 鸟语花香 仿佛仙境一般 到最后 吉普车终于停了下来 几个人凑在一起 看来看去 不停地发出感叹 这地方太美了 仿佛世外桃园一般 这究竟是哪里啊 此地人烟稀少 一路开过来 只看到几处藏族的村寨 先生 这究竟是哪里啊 秦迪道 这里是九寨沟 他先前来这里考察 就发现 这有两条小型林脉 其中一条是土系的林脉 另一条是木系林脉 所以 这里的花草树木 才长得那么茂盛 除了雁雪之外 众人都觉得惊奇 不明白为何来到这儿 而九寨沟这个名字 此时并不为世人所知 秦迪手指前方一处土丘 对孤如虎道 这座小山能帮你恢复功力 你去山里挖个坑 将身子埋在里面 按照先前的做法 继续打坐修炼 至少要在这里待半年 然后他手指远处的藏族村寨 对几个卫兵道 你们去好生询问 看看能否找到房子借助 或者想办法 在附近搭个小木屋 于是几个人去村里联系 村寨里的人 看他们带着枪 心里都很害怕 又见寒冰拿出纸币 他们也不敢要 到最后 还是孤如梅出面 拿了一些银币出来 那些人才接受了 第293章 土法疗伤 秦敌和燕雪很快就走了 顾如梅在这待了七天 眼看着顾如虎的伤势 没再加重 所以他也离开了 只剩下顾如虎 每天将自己埋在土里 寒冰和两个士兵 大眼瞪小眼瞧着 越看越觉得古怪 寒冰道 将军 这法子能行吗 我还从来没见过 这样练功的呢 一位士兵督荡着 师长 你被人骗了吧 那位秦先生是什么人啊 你怎么听他的话呢 另外一名士兵则说 师长 你要不要将头也埋进去 再给你插一个颅管 顾如虎闭目说道 去去 都给我走开 别打扰我练功 再敢啰嗦 我出来捶死你 两个士兵吓得一缩脑袋 不敢再开玩笑 寒冰肩上有少校的徽章 呵斥道 张明 赵武 你们俩别在这里闲着 一个去找找山鸡 一个去河里摸鱼 给将军补补身子 两名卫兵咧嘴 笑着走开了 寒冰坐在树荫下静静的守着 依然觉得百思不得其解 他爷爷韩木侠 不单是江湖中少见的高手 而且精通跌打伤药 但是跌打不同于枪弹入腹 虽然经过手术之后 固如虎身上的子弹取出来了 但是损伤很重这是难免的 刚开始 固如虎受伤的时候 寒冰还以为他不行了呢 难过的流下了眼泪 谁知道 固如虎没拿过来一瓶药 固如虎每天吃一颗 伤势恢复得很快 才十几天就结痂了 这让寒冰感到惊讶 如今来到这风景秀美的地方 亲眼看到 固如虎将身子埋在土里 他心里的惊讶 越发难以释怀 两个小时以后 卫兵烤好了一只山鸡拿过来 这时候 固如虎睁开眼 从土坑里钻了出来 浑身上下就穿了一条短裤 面上明显增加了神采 他把两个卫兵支开 然后笑道 我这位师父还真是厉害 随口指点一招 就把我救活了 寒冰赶紧问 秦先生是你师父 他也是武林高手 固如虎道 我师父不会武功 但他有非凡的见识 他去湖边洗了手 然后回来吃鸡 寒冰道 跟秦先生一起来的 还有一位年轻的姑娘 我觉得有点面熟 尤其是他那双四笑非笑的眼睛 我似乎在哪里见到过 顾如虎笑道 你当然见到过 他的照片经常刊登在报纸 画报上 但都用面纱遮挡了一半 啊 他是割仙雪像碗 我的天哪 您说的秦先生 竟然是民国首富秦大少 他怎么那么年轻呢 我师父助言有数 他已经四十一岁了 望之如神仙之流 这世上有神仙吗 顾如虎不支声了 因为他原本到了练器第一重 踏上了修真路 然而却因为一再受伤 功力退步了许多 如今变得接近于烦人了 吃完山鸡 他继续蹲在土坑里修炼 两个手下不断的烤肉烤鱼 寒冰每天倒腾小菜 还去跟藏民换一些腊肉 熏肉和当地的特色菜肴 仅仅半个月的功夫 顾如虎就长了二十斤肉 体型和精神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寒冰心中欢喜 忍不住赞道 秦先生的法子还真有用 这真是奇怪了 为啥人埋在土里 就能很快恢复健康呢 顾如虎闭着眼睛答道 这是一种修炼 跟你每天练全一个样 这是到家那样的功夫 可是为啥要借助于土丘呢 我只听说 修炼那家功夫 要于半夜子时静坐 我这门功夫与众不同 是先生传授给我的 我出生入死 身上留下五百个蛋痕 之所以不死就靠这门功夫了 寒冰心生羡慕 道 将军 您这门功夫能不能外传 顾如虎摇摇头 睁开眼睛道 先生明察秋毫 他如果愿意传给你 先前就会说出来 之所以不传 可能跟体制有关 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练 不信你去挖的坑试一试 能否感受到土中的灵气 将军 什么是灵气 灵气嘛 这东西怎么说呢 看不见摸不着 但如果用一定的方法呼吸吐那 少数人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寒冰盘西坐在草地上 双手双脚埋在土里 闭目呼吸了一阵子 然而却没有丝毫的异样 只能睁开眼睛摇头苦笑 一个月后 顾如虎的功力恢复了一半 他已经能跑能跳了 跟从医院出来 食病奄奄的样子截然不同 又过一个月 他的功力恢复了七成 体重达到一百九十斤 看上去像一座小山一样 他的脸上浮现出自信的笑容 十二月八日 寒冰拿来一封电报 将军 重大消息 日军偷袭了珍珠港 郭如虎虽然上过军校 还是中将师长 但他并不晓得珍珠港在哪 而且为什么是重大消息呢 寒冰也不知道珍珠港在哪 但他得到更多的消息 说珍珠港属于美国 因为日军偷袭 美国损失惨重 因此可能对日本宣战 顾如虎听了他的解释 笑道 如此说来 果然是重大消息 随后 他将这件视之之脑后 继续埋在土里修炼 转眼又过了两个月 他的功力恢复了九成 体重二百三十斤 只觉得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 就像重新活过来一样 这天傍晚 寒冰忽然神清紧张地拿来一封电报 为打破日军封锁 总裁特命 成立远征郡 以罗卓英 杜玉明 孙立仁 廖耀祥 戴安兰 宋西连 顾如虎七位将军 率领麾下十万将士 出征免殿 顾如虎看了电报 面色冷俊 寒冰着急地说道 将军 你不能走啊 秦先生说 让你在这里至少待半年 如今才过去四个月 顾如虎道 继续保持联络 上面的调令还会再来 第二天 又来了一封电报 要求朱军在三月初抵达广西 顾如虎算了算 时间还剩下不到两个月 大军还在长沙附近 于是他对寒冰道 通电全尸 做好准备 半个月后开拔 又过了五天 他和寒冰以及两个卫兵 开车离开了九寨沟 第294章 禁数遣散 回头再说 秦迪和燕雪 当初离开九寨沟之后 于10月10日抵达摩都 随后 他给几家企业下达了指令 明州家访 国泰制药厂 神龙自行车厂 万国钟表厂 秦市两行摩都分布 这五家企业一律停工 高层人员每人下发三年工资 中层人员下发两年工资 低阶人员下发一年的工资 愿意离开摩都转移到西部的 可以在秦家名下的企业立即上岗 不愿意去的请自便 工厂得到指令后 从上到下 很多人都梦了 这是怎么回事 好好的工厂 为什么忽然停工 这是谁做的决定 这二大的事情 总得给个说法吧 据说是秦大少亲口下的指令 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病 不应该啊 他不是做生级父亲了 怎么越发胡闹呢 完了 明州家访被秦家百分之一百控股 而秦汉成已经退休了 秦家目前由秦大少掌控着 他说出口的话 势必执行 没办法翻转了 有人忧心忡忡 我在沙仓干了十年 除此之外 我别的都不会 明州家访就这么到了吗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有人很开心 害怕 不上班 还有一年薪水好拿 这可是打着灯笼没处找的好事啊 很多人喜忧参半 能拿一年的薪水固然好 可是一年以后呢 要不要找新工作 肯定要找的 秦家给的薪水高 年终还有奖金 真不想离开啊 不离开也不行 等到工人拿到遣散费以后 这些工厂统统关门了 明州家房有五千多人 忽然之间关门停业 造成的影响很大 甚至上了好几家报纸 随后几天 很多人议论纷纷 听说秦家一下子关了五家企业 造成上万人失业 这可是一件大事啊 据我观察 秦家乃是风向标 秦大嫂有狗屎 明州家房关门歇业 是否意味着魔都经济的衰退 什么衰退啊 你出去看看 大街上人头攒动 百户公司顾客迎门 这是最好的时代 最繁华的城市 永远都不会衰退 我总觉得心惊肉跳 这是咋回事呢 秦大少是清先生清点的国军中将 他要是傻子的话 岂不是说清先生也是傻子 你真是疯了 竟然讲清先生是傻子 当心被人一枪奔了脑壳 不过秦家还算仁义 竟然给一年的遣三费 可以说再磨都史无前例 一年只是底层的工人 若是高层管理人员 每人下发三年的工资 你说 我怎么没碰到这种好事呢 依依 如此说来 秦大少不看好未来三年 我们也要未雨绸缪了 还真有这种警觉的人物 看见秦家遣三工人 赶紧去街上买几袋面粉 或者在院子里挖坑 将宝贝买起来 半个月后 又有一篇文章冒出来 明州家房只剩空壳子 秦氏粮行不剩一粒米 记者说他悄悄采访这两家企业的守门人 说工厂里值钱的设备都没了 只剩下一个空壳子 秦氏粮行原本还有十万吨储备粮 也被人悄悄转移了 连一袋粮食都没有留下 外面常年市周的周棚也都撤了 报纸一出来 立马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有些人倒吸一口冷气 急匆匆去买粮食 有的粮行门口呼啦啦来了很多人 争着抢着要买粮食 当然大多数人还是比较麻木的 并没有做出特别的反应 他们觉得魔都风平浪静 岂能因为秦家转移了储备粮 就意味着魔都缺粮了呢 魔都是远东大城市 随时都有运辆船 从世界各地运过来 每个人的家里只要有一个月的粮食 就不用担心 将来会断断 正在这时候 大街上忽然出现了一些 眉头眉尾的告示 上面用新红的颜料写了一句话 日军将进入租界 看见那些告示 魔都的有钱人都慌了 这是哪个天杀的吓唬人 还让不让人活了 我好不容易从无锡逃过来 才过了几年安生的日子 难道又要逃亡 这一次想逃也逃不掉啊 外面都被日本人封锁了 如果连租界都挡不住日本兵 偌大的中国 还有哪里可以逃避 不管怎样 接下来几天 向外逃亡的人开始增加 但是人能逃 财务可怎么逃 所以很多富人只能留在魔都 将家里的宝贝东葬西葬 秦迪名下的公司中 百代公司和凤凰城赌场还在开张 但只有二三流的歌手在工作 而那几位签了长约的歌手 每人拿到一笔钱之后 都已经前往重庆了 如果不愿意去重庆 也被要求暂时休假 离开魔都躲一段时间 百代公司的总经理周天玲 还留在魔都 但是副总张锦铭 已经去重庆了 秦迪在重庆开辟了百代公司的分场 正在调集人手 制作新的唱片 除了这些公司之外 秦迪还通知熟师的人撤离 其中包括秦健 秦博 张聪玉 庞莱晨 郑振泽等等 至于说两个舅舅 大舅朱泽端去了重庆 二舅朱泽明去了美国 两个姨 朱敏跟着张鹤去了重庆 朱灵则从苏州逃难到魔都 跟秦家没有往来 秦迪也不去管他的死活 杜家姊妹都不在魔都 杜蓉去了南洋 杜兰去了美国 1941年12月8日 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次日 凌晨4时 日军采取攻击行动 将停泊在黄浦江中的英国炮艇 海燕号击沉 美国炮艇威克号投降 日本海军从外滩上岸 逐步向内推进 上午 苏州河上各桥梁全部封锁 仅允许日军自洪口 经过这些桥梁开进公共租界 中区西藏路以东 由海军管辖 西区西藏路以东 由陆军管辖 到中午 日军撤出港哨 向中国人开放苏州河上各桥梁 但是禁止日本侨民过桥南下 也禁止西方侨民过桥 为了维持魔都国际都市的形象 日军让魔都公共租界公布局 照旧运转 此后陆续将英美等敌国侨民拘捕至集中营 公布局也完全由日本控制 对于中国市民 则实行保甲制 强化管制 待情势稳定之后 日军又解散了万国商团 第295章 一口黑锅 日军占领魔都租界后 接管在户所有英 美商工厂 或以敌性企业勒令停业 1941年12月17日 又封闭各大仓库 禁止物资移动 并规定粮食 石油 汽车 五金 橡胶 化工原料 药品等均需限期登记 申报期满 有些物资即被没收 所给代价为市场价格的15% 同时 日军还接收了 包括魔都电力公司 魔都煤气公司 英美烟厂等在内的所有大型企业 以及汇丰 麦加利 花旗 沙逊 安达 荷兰等15家英 美 和银行 但是日军接管银行以后才发现 银行金库里竟然空空荡荡 15家银行 竟然没有1盎司金银留下 纸币也只剩下很少的一部分 这怎么可能呢 银佐真招找来一家银行经理 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银行经理是英国人 原本高高在上 忽然变成阶下球 心里憋了一肚子火 文言愤怒不已 你们这些强盗 抢走了金银 现钞 反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 简直岂有此理 银佐的心里更加生气 领着他来到金库的外面 手指墙上的一个大洞 道 这里怎么会有洞 难道是我们的人挖的 我们既然接管了银行 又何必挖这个洞 那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银行经理愤愤然 说道 你这叫掩耳盗铃 此地无银三百两 银佐大怒 八嘎 拖下去 关进集中银 他审讯了一个又一个保安人员 经过一番细致的调查 发现这15家银行 都在同一天夜里失窃了 一部分保安全失去了记忆 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 他又审讯所有的银行经理 得到一个结论 这15家银行 一夜之间损失黄金230吨 白银1亿1000万两 美元7600万 英镑3700万 不记名债券若干 法币限超2.9亿元 这可是一笔惊人的财富啊 让日军糊里糊涂背了黑锅 而且 这口郭寇的严严实实 日军想甩都甩不掉 因为银行金库 头天还好好的 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全部是钱 那么多黄金 白银 那么多钞票纸币 得雇多少人才能搬走 除了日本军队以外 还有谁能做到这一点 银佐和日军高层一系列军官又惊又怒 不晓得什么人能完成这种不可能的任务 他们以为这可能是躲在租界的清白党特务 中统和军统的人联手做的 甚至还可能有青帮的介入 只有他们才有这样的实力 可是 这些人怎么选的时间那么巧呢 不早不晚 就在日军进入租界的同一天晚上 他们盗走了金库里的钱财 随即 银佐又想到可能是美国人也介入了 因为珍珠港事件发生于头一天 美国人有可能将消息迅速传过来 所以这边的银行采取了行动 于是他一面下令捕捉租界的洋人 军统 中统 青帮的头目 大赤党人 一面对银行的职员加强审讯 然而这边还没有审查处结果 忽然又有一个惊人的消息传过来 远在香港的9家银行同样遭了贼 损失黄金150吨 白银9000万两 美元5700万 英镑3300万 因为就在珍珠港事件第二天 日军同时攻占了魔都租界 天津租界和港岛 在这三个地方中 只有天津租界的银行保持完好 魔都和港岛都出事了 而且 这两件事紧挨着发生 若说没有详细的计划 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银佐无法解释这背后的原因 只能将此事上报给大本营 大本营的将军们都觉得既心疼又窝火 气愤之余 他们也不想被这口黑锅 于是命人将银行失窃和审讯的结果公布出来 然后悬赏50万日元追查相关的线索 但是 不管是英国人 美国人 荷兰人 还是清白党 大赤党 都一致认定是日本军队霸占了银行资产 然后贼喊捉贼 日军进入租界以后 把超过6000多位英国人和美国人分别关进20个集中营 他们对重要工业原料及其制品 以及大米 小麦 面粉 煤炭等实行军事统治 拆毁机器设备 核办租界等方式加以霸占 又因海上交通断绝 原料来源和工业产品销售发生困难 魔都工业严重衰退 短短一年的时间内 华商工厂倒闭三分之二 仿制业90%杀定闲置 面粉厂开工率不到10% 工业严重萎缩 民用品工厂则大部分停产 失业工人超过30万 日军开始在魔都大规模使用军票 军票义无发行准备 二无发行银行 三不用政府任何资金 仅承担印刷和运输费用 除了军票的五尺掠夺 日伪还发行尾币 直接掠夺储户资产 导致魔都物价积聚上涨 此后四年上涨了5490倍 民众生活无以为继 那些从明州家坊和秦市粮行 退出来的职工 原本领了一年的工资 但因为物价的上涨 日军对食品等实行军官 所以一多半人逃离魔都 他们到了四川 昆明或者陕西 在渡口钢铁厂 国泰制药厂 秦市粮行 慈安医院 以及重庆的明州家坊 找到新的工作 回想起当初秦敌关停工厂的举措 他们都心生感慨 秦先生高瞻远瞩 明察秋毫 竟然在日军进入租借前不到一个月 及时将工厂关闭 转运了关键的设备 否则那些设备都会被日本人拆走 然后运到海外去 还有十万吨粮食 若是落在日军手里 岂不是成了助纣为虐 只不过这样一来 魔都的老百姓日子更加难过了 最难过的还不是老百姓 而是那些往日高高在上的洋人 竟然被关进其中营 也不知道啥时候能释放 依我看 日军不会轻易放了他们 因为日本和美国 英国正式宣战了 这些人变成了人质 被扣在魔都 能让美国军方投鼠记起 没有用 大国征战 从来都不会为人质所束缚 战火已经燃起 怎么能轻易熄灭呢 人们议论纷纷的 都是战争形式的演变 没有人想起 魔都15家银行失窃的事 因为在所有人的心目中 都以为是日本人霸占了银行的财产 然后贼喊捉贼 转移视线 这件事根本没有辩解的余地 肯定是日本人做的 第296章 大桥监狱 逃出来的人 暂时得到了安宁 有了稳定的生活 而那些留在魔都的人 天天看见日本兵在街上巡逻 还有人闯入私宅杀人劫掠 一个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每个人的心都悬在空中 不知道自己能否看见明天的太阳 在这种情况下 秦敌和燕雪并没有离开 他们分头截略了多家银行 然后没事人一样 继续留在魔都 冷眼旁观日军的肆虐 想要见证这段历史 日军占领魔都后 不单洗劫了英美的企业 而且重创了中国的民营企业 比如说大名鼎鼎的荣家 也遭到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早在1941年 日商寄于荣氏沙场 由汪伟实业部派员与荣德生商谈 要他将身心一 八厂卖于日本丰田沙场 当即遭到言辞百拒绝 汪伟外交部长楚明毅 指得亲自来户 甲国际饭店邀请荣德生面谈 荣德生没去 尤其子尔人带网 说明不变初衷 不出卖工厂和人格 后来楚明毅却厚颜无耻地说 中国的半壁江山都给日本人度 和换小小身心两个厂 并威胁说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荣德生闻言 凛然言道 我宁可遇碎 不为瓦全 等到日军占领租借后 荣氏企业都被冲作 敌产 很多工厂成了日军的军营 大部分资产被日军占据 经此打击 荣宗竟忧郁郁成吉 不幸病逝 日本人还在魔兜加强了奴役百拓 他在迫害百姓的动作 甚至命令家家户户 将收音机交上去 一律撤掉微波频道 然后盖章再领回去 如此一来 可以防范军统 大赤党在魔都的活动 这个时候 民国第六位歌星 备受争议的李湘兰 终于从东北来到了魔都 而且 他还主动跟百代公司接触 想要签约为旗下歌手 百代公司的经理周天 凌惊讶于他的歌声 很想跟他签一份长约 于是打电话给秦迪 先生 今儿见到一位天才歌手 此人名叫李湘兰 您要不要来见见他 秦迪迟疑了片刻 道 这人背景复杂 我不想见他 周天凌道 先生 他是单独一个人来的 好像没什么背景 秦迪道 你只知道魔都的情况 不知道 他在维满洲电影协会中的身份 他被日本人相中 并且大力包装 作为中国歌星推出 在奉天广播电台新节目 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了 《瑜伽女》 赵军苑 《梦江女》 换句话说 他是日本人推出来粉饰太平的唐衣炮弹 周天凌被吓了一跳 他是日本特务吗 秦迪道 他不是特务 只是一个懵懂的女歌手 被日本军方利用了 原来如此 那还是不要签了吧 签 怎么不签 但是 他唱的每一首歌 都要好好把关 协议里要写明白 不准他唱日本歌 不能有昧日的成分 尤其不能翻唱那一首和日军再来 是 我明白了 先生 历史上的李香兰 出生于辽宁省灯塔市 祖籍日本左鹤县 本名山口梳子 因为演唱和日军再来 演出电影《中、杀运之中》 于台、满、日、户、华北等地上映 在日本投降 满洲国解散后 他被控以汉奸罪罪名 被中华民国政府逮捕 但之后 因证明了其为日本人的身份 得以无罪释放 遣返回日 1974年 李香兰在首相田中搅容的劝说下 出马竞选当了18年的参议院议员 1975年 李香兰因外出访问 陆经北京时 受到中日友好协会会长 廖承志的接待 1978年 他再次访问了北京 摩都 哈尔滨 和长春等地 2005年 已经85岁高龄的李香兰 公开发表一篇长文 劝劫日本首相小泉淳一郎 不要参拜 供奉有东条英姬等 甲级战犯的禁国神社 原因是那会深深伤害中国人的心 2014 李香兰逝世 中年94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李香兰女士 战后支持和参与中日友好事业 为此做出积极贡献 我们对她的逝世表示哀悼 早在北洋政府时期 东南就有三大监狱 一个在金陵老虎桥 一个在苏州狮子口 还有一个在摩都提兰桥 提兰桥监狱 在日军攻占魔都后 又被称为大桥监狱 大桥监狱如同一座黑暗的坟墓 从白天到黑夜听不到一点人声 在亚人员不能说话 说了会被严刑拷打 有一次 日本看守发现二号牢房 有人窃窃私语 走进去寻找 却无人承认 看守采取连做法 他猛击每个人的头部几圈 当场有人鲜血直流 牙齿掉落 日本看守并未罢休 非要找出说话的人 有两位难友看不下去 毅然站出 最后 这两人被拉出去 脱光上衣 跪在地上 日本看守解下身上的皮带 对他们猛抽解恨 这段记忆 后来被刊载在报纸上 标题是 人间地狱五十天 大桥监狱 关押过的中国名人可不少 周首庚的夫人徐广平 从1941年12月 一直被关到1942年3月1日 中间还被押出大桥监狱 一道护西基斯菲尔路76号 汪伟特务机关 对大桥集中营的日子 徐广平最深的印象是 天旋地裂 骨节发酸 两个马蹄形的铁圈套在手上 连上两条电线 接在一个六寸高的木匣上 日本宪兵 对徐广平动用了十多次电刑 被关的第五天起 他被拳打脚踢 后背脱去外衣 饱受皮鞭之痕 日本人还威胁 要把他一丝不挂 放到南京路上出丑 后周先生的日本好友 那山丸造出面 徐广平被保释回家 四年后 他把这段76天的监狱经历 写成遭难前后 在1946年的民主周刊上连载 第二年交摩都出版公司印成单行本 教育家夏勉尊也被日本人关押在大桥监狱 他年事已高 身体衰弱 加上较高的社会影响力 日本人有所顾忌 没让他受皮肉之苦 却想出了一条计策 一天 一位日籍作家 跪在夏盖尊的牢房门口 自称学生 希望老师赏脸 与他到外面的酒店 吃顿饭陪礼 夏勉尊勉强答应 日本宪兵让他换了衣服 用汽车送他和学生到了租界 那是一家十分豪华的日本餐厅 席间 日籍作家非常恭敬 盛情招待 夏勉尊不卑不亢 心中已明白了几分 没安好心 他一语道破 谢谢你的热情招待 不过什么时候放我出去 那位日本作家迟一片刻 裴笑说 只要老师愿意担任职务 或者答应挂个名 现在就可以回家 夏勉尊怒漠时 拍桌离席 我宁愿把牢底坐穿 你们快把我送进牢房 经日本有人内山顽造等奔走营救 夏勉尊终于获释 这里还关押过魔 读大赤党情报机构的一对 夫妻李白和邱惠英 他们被押至大桥监狱 分开审讯 饱受折磨后 终被释放 多年后 这段故事被拍成家喻户晓的电影 永不消失的电波 第297章 集中营 除了监狱以外 摩都还有20个集中营 一些著名外商 如到其汽车公司 中国办事处的经理 摩都股票交易所总裁 海一默 摩都花旗银行经理 苏克尼真控油公司经理等 都曾被关入大桥集中营 美国人鲍威尔担任 《密勒市评论报》记者 主编 因披露日本罪行 也被日军抓捕了 鲍威尔进集中营的第一天 牢房以密密麻麻站满了人 幸好 一位认出他的朋友 把他拉到了一处地方 朋友告诉他 前一天晚上 他站的地方 刚死了一位朝鲜人 日本人的刀刺进朝鲜人的腿 血流不止 朝鲜人得了败血症死去 当时的集中营有15间牢房 一面可进出 用直径6英寸的木棍做成栅栏 鲍威尔在5号牢房里 天天数着这些木棍 他们白天盘腿坐着不能休息 头必须低下 面朝东京方向 有时被迫下跪多个小时 晚上随时可能被叫醒 如果有人敢反抗 殴打虐待是家常便饭 美国海军威克号舰长雷诺回忆 有一位怀孕七个月的漂亮俄国少妇 被看守发现藏了字条 日本看守勃然大怒 下令牢房里的人 包括少妇在内 全部脱光衣服 站到天井里 寒风中站了半个多小时 日本宪兵大声嘲笑俄妇 他面无表情 昂首而立 不久后 他忽然不见了 没人知道他的结局 外国在押人员受不了集中营的伙食 拿自己的米饭 与牢房里的中国孩子交易 换得每天帮自己在衣服里抓狮子 集中营外的亲朋 时不时会给集中营里的侨民寄来食物 但只有三明治能勉强抵达收件人处 其他肉罐头等都进了日本看守的肚子 苦难远远不止于此 牢房里的狮子和害虫难以计数 每天赤脚躺在冰冷的地板上 脚椅冻成紫色 大部分囚犯都病了 其中几位奄奄一息 每个人都可能得流行病 比如颁诊伤寒 一度在集中营里传染 每日每夜都有倒霉的中国人 被带到审讯室 承受各种各样的酷刑 楼下的犯人都能听见他们惨叫和声音 酷刑包括电疗 将电线接在手脚上 把犯人垫个半死 水疗 用水桶往犯人鼻孔里灌水 直到肺几乎破裂 还有毒打和把指甲 一位中国男子 带着三岁的儿子被关进来 小男孩彻夜哭泣 整个大桥监狱都能听到 几天后他们不见了 有一个中国人抽烟 被看守揍成肉饼 一个多星期不能站起来 还得了脚疾病 日本医生给他注射了不知什么药剂 他很快死去 还有一名中国人被发现身上藏钱 日本看守把他拖到走廊 用木棍打脸 一二三 集中营里的老外们在心里莫属 打到第85棍 叫喊声停止 集中营里 刹那平静 后来 日本曾经的盟友 意大利 由于莫索里尼投降 倒向英美 同样惹火了日本 在摩都 意大利人也遭到逮捕 被关入罗别根路的意大利集中营 不同国籍的难友们 都在日军的刺刀 高墙和铁丝往下 屈辱挣扎 历史沉默着 跌入城市的记忆长河中 等待打捞 琴笛的耳朵 能够听见周围十里内的风吹草动 每天听那些人的哀嚎 渐渐的他也吃不消了 他需要孤身救人吗 被关押的人太多了 如果强行求助 势必引起局势的变化 那不符合凤凰涅槃的计划 所以他和燕雪干脆离开了摩都 前往河南救助受灾的百姓 1941年下到1943年春 河南发生了大饥荒 由于日本入侵的战乱 花园口决堤 形成了穿越玉碗苏三省 44个县的黄范区 每年迅期时 黄水都会回流倒灌 淹没农田 洪水过后 蝗灾复制 地表突兀突凹 到处沙丘堆移 无法耕种 对当地农业造成严重破坏 1941年底出现干旱 夏季后便低雨不下 一直到1943年春 导致大面积粮食减产和绝收 1942年秋天发生严重的蝗虫灾害 导致粮食绝收 1942年9月西安军事会议时 河南当地驻军和河南省政府 向清先生提供了两份相互矛盾的灾情报告 使清先生对灾情严重程度估计不足 大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 沿途饿死 病死 八火车急踩摔闸和遭遇日军轰炸 而死者无数 而当时难民乘火车逃难的是极少数 多数人是徒步 龙海县郑州以东已被占领 能通车的是洛阳以西 做火车逃难的最多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当时火车数量很有限 运载效率很低 再加上大部分是运货的 难民都是坐在货上面 当时火车时速大约只有30公里 算上停靠时间 从洛阳到三门峡估计要两天 家境稍好的 才有可能坐上火车 多数人是徒步 一路上饿瓢遍野 基民巷石的景象惨不忍睹 当时执政的国民政府 在收到河南受灾情报后 也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来减轻灾害对河南民众造成的伤害 政府曾三次拨发急证款 但对于大量的灾民而言等于杯水车薪 为此 秦敌召集秦市粮行的人 调集了一批粮食赈灾 但因为日军的侵略 秦市粮行在河南一带并没有多少储备粮 所以他只能将那须葫芦里收藏的 十万吨粮食取出来 在灾民逃亡的路上 设置一个个周棚 河南人主要逃亡陕西 因为往西可以往四川 甘肃 远离战区 三百万河南灾民涌入陕西 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 规模最大的一次自发移民过程 当时西部有大量土地 但人口却很少 整个陕西人口也不过一千万人 这次大移民促进了西部土地开发 把东部成熟的农业技术带到了西部 秦市粮行在这次赈灾中所做的贡献 并没有为秦家带来更多的声望 因为秦敌要求施州的人 一不打齐号 二不说来历 三不卖虚名 只要默默地施州就行了 如果来不及主州 那就每人发五斤粮审 老百姓都是一头雾水 只能感谢老天开眼 有大善人出面救助 不管他是谁 都是老天派来的 感谢如来佛 感谢观音菩萨 救苦救难 感谢真主 真主与我们同在 太上老君显灵了 而秦敌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他截略了银行的存款 如果再拿来孤明钓鱼 那是要遭天打雷劈的 然而这种大规模的救助 不可能瞒过有心人 不管是清先生 还是宝塔山 都明白秦家在赈灾中多做的贡献 只是普通的老百姓不晓得而已 为此 宝塔山有人写了一篇文章 刊登在《新华报》上 里面引述了一首诗 未卑未敢忘忧国 试定由虚代河官 天地神灵福庙社 夜半挑灯更细看 意思是说 秦家慷慨救命 有功于设计 但还没有盖棺论 秦大少偏左偏右 究竟该怎样评价 还不好说呢 秦先生也没有只是媒体夸赞秦敌 因为这场灾难出乎预料 造成那么大的损失 掩盖还来不及呢 又怎会大肆宣扬 不过 他还是给秦敌颁发了一枚清云勋章 算是表彰其所作贡献 不用说 这梅勋章也记录在案 成了秦敌屁股偏右的罪状之一 第298章 兑换军票 秦敌安排好了赈灾的事 便和燕雪一起回到重庆 家里还有一对小儿女 咿咿呀呀的需要人照顾呢 秦汉成和朱婉 将这对双胞胎是做掌上明珠 不但请了四个奶妈 而且 他们还亲自下手 抱着他们转来转去 即便睡着了 也经常过来看看 可以说 当年他们养情敌的时候 也没有这么尽心啊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 往往都是这样 一对小夫妻 因为没有经验 所以 对新衫大大咧咧 并不怎么上心照顾 而对于祖父母则不然 他们有闲心有爱心 生怕孩子磕着碰着 哪怕孩子受一点委屈都不行 比较而言 秦敌和燕雪对小儿女更不在乎 因为他们 都是经过祭练的灵体 早已经过了伐毛洗水 远比一般的孩子强壮 不但百病不生 而且聪慧过人 根本不需要太多的关注 不哭不恼 自然而然 就能长大 但是 秦敌并没有给他们灌输记忆 也没有将修炼的法门传过去 这对小婴儿要想开悟 还不知道要等到何时呢 按照秦敌的估计 他的分身秦红 因为有身后的先机 大概18岁就会自动觉醒 而燕雪的分身秦英 则要等燕雪本人进阶金丹 然后分裂出神时 才能让秦英真正的觉醒 对于秦敌而言 分身是否觉醒并不重要 这才是1942年 如果等到18岁觉醒 那时候是1960年 正好可以代替自己掌管家业 而他则可以深度闭关修炼了 要不然 他一次闭关三五年 长时间不见人影 父母不及疯了才怪 有孙子在跟前露面 总归要好一些 1942年4月15日 秦敌在重庆召集手下 叫来赵昌 钱荣 李晨 分别交给他们一个任务 每人召集20名手下 分别前往全国各地 将100万法币兑换成日本军票 这些人都觉得诧异 因为法币是国民政府的货币 军票是日本人强行推出的货币代用券 军票想要多少有多少 但是法币却是有根脚的 所以在国统区很少有人 愿意用法币来兑换军票 秦敌也不解释 只是吩咐下去 谁能完成这个任务 每人奖励1万元法币 于是随后的几个月 有不少人完成了任务 秦敌顺利拿到跟一批日本军票 然后他把周明叫过来 派他前往香港 澳门 趁乱购买房产 珍珠港事变爆发后 日军强行攻入香港 当即颁布法令 此后三四年内 不准英镑 美元和港币流通 只准使用军票交易 这也正是秦敌兑换军票的原因 他从摩都15家银行 抢到3亿多法币 这些法币将会迅速贬值 只有换成房产和经营才能保值 但是他也不敢将三亿多法币都拿出来 否则就暴露他是惊天大盗贼的身份了 数千万法币还是好解释的 因为国泰药业 渡口钢铁厂 慈安医院一直有法币进账 没有人能搞得清 秦家究竟赚了多少钱 秦敌计划利用三年的时间 将抢来的法币慢慢洗白 转化成香港澳门的房产 哦 对了 还有新加坡 这时候 新加坡还没有独立 但是这个地方已经开始繁华起来 随着日军太平洋战争的进行 军票的使用扩张到台岛 缅甸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印尼 新加坡 日军占据新加坡达三年之久 同样强行推行军票来掠夺财富 仔细说来 军票还有所不同 上面有适合各地交易的标记 但既然是军票就可以相互兑换 特别是到了战争后期 日军占领了广大的区域 军票也可以各地去流通 日本人只管开动印钞机 呼啦啦印制军票 并不在意流通的范围 5月3日 秦敌闲来无事 在重庆街头散步 走着走着 他看见街边有个小面馆 没什么生意 门可罗雀 一个年过三巡的汉子 百无聊赖地坐在门口 无奈地看着来往的人们 秦敌一眼便认出来 这汉子便是李朝庚 是刺杀公某人的凶手 但是李朝庚并不认识秦敌 因为秦敌与他接触的时候 用的不是本来面目 秦敌停下脚步 不紧不慢地走向面馆 说道来一碗淡淡面 李朝庚站起身来 回到面馆里 帮着婆娘张罗着 不一会儿 他端上来一碗面 道先生您请慢用 秦敌微微一笑 道道 老板 我看你这面馆 生意不行啊 李朝庚叹了口气 道 不光是我的面馆不行 整个四川 每家面馆都不好过 秦敌问 为什么不好过 李朝庚道 还不是因为战争的缘故 秦敌道 我看老板不是普通人 浑身上下透着一股一股阴气 应该不会久困于茶寮面馆之中才对 李朝庚一屁股坐在不远处的板凳上 一面拍打着左腿 一面连声哀叹 都怪我这条腿 西年跟日本人打仗受了伤 要不然 我也不会挫脱到这种地步 这时候 店里老板娘走出来 身后还有个小姑娘 大约五六岁的样子 从后面扯着她的衣巾 老板娘说道 这年头兵荒马乱 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不过 要想不挨饿 越来越难了 李朝庚又叹了一口气 想想当初做凶手 赚了三千多法币 如今也快花光了 接下来日子怎么过 她心里也没谱 秦敌一眼看出面馆的窘迫 于是说道 老板贵姓 我与你一见头缘 想给你介绍一条活路 不知道你愿不愿干 李朝庚猛然抬头 瞪大眼睛瞧着她 觉得萍水相逢 对方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我姓李 先生在哪里公干 老板娘露出警惕的神色 面上依然笑道 客官 你有什么活路 不妨说说看 秦敌的目光落在老板娘身上 心里也觉得有些诧异 问道 老板娘 你也不像是寻常女子 莫非出自袍哥的某个堂口 袍哥不全是男人 四川还有女袍哥呢 老板娘面色微变 但却笑道 袍哥也是百姓人家 请问先生是何来历 莫非来我店里找茬 第二百九十九章 博客前程 秦敌道 我姓秦乃是一名商人 我看中你家男人了 想请他帮我做事 薪水好商量 李朝庚和老板娘对视一眼 然后问道 你想让我做什么 杀人放火 谋财害命 伤天害理的事 我可不干 秦敌笑道 没有那么恐怖 我手里有一笔法币 想请你帮我的忙 兑换成金银 或者日本军票 每兑换一百万法币 我给你一万的提成 李朝庚皱眉 想了想 你这算不算资敌 卖国求容 我可不干 秦敌道 怎么能说是资敌呢 敌战区的老百姓想要法币 而我需要军票有别的用途 如果能换到足够的军票 我还有重要的事 安排你去做 李朝庚很是吃惊 因为这些话听着有古怪 夫妻二人低声商量了一会儿 然后问道 我们可以再请个人 帮着一起做吗 请敌点头 可以 但此事不可张扬 我给你们一把钥匙 割了山脚下 有一条青城路 青城路33号 有一个仓库 里面有一些法币 夫妻二人拿了钥匙 觉得这一切不可思议 哪有将线钞放在仓库里 让人随意去取的呢 他们还想再问 然而秦敌却转身走了 李朝庚半信半疑 随后叫了小舅子 两人一起去仓库取货 到了地方 拿钥匙打开门 屋里果然有大箱法币 每个箱子都有一米建方 里面的线钞码得整整齐齐 看见一叠叠线钞 小舅子王力激动得快疯了 姐夫 这是不是伟钞啊 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就这么丢在这里 连个守卫都没有 我不是做梦吧 这些钱落在咱们手里了 李朝庚倒吸一口冷气 只觉得浑身冰冷 手足都跟着微微颤抖 他不是普通人 而是黄埔时期毕业的军官 见识比小舅子王力强多了 他心里明白 这位秦先生绝不是普通人 普通人怎么会有这么多法币 他敢把钱丢在这里 就不怕我将钱取走 换句话说 他有的是手段 能取我一家老小的性命 看见五大乡法币 他顿时想清楚了 这不是两个人能干成的活儿 他的妻子王景有袍哥背景 他的父亲原本是李自唐的大佬 川军中的一位团长 因为参加台儿庄战役陨落了 王景又请了三个熟识的兄弟 帮着李朝庚和王力 借用袍哥的码头和木船 将法币分头运到江西 湖南 安徽 兑换成日本军票和一部分经营 两个月后 秦迪又来到小面馆 见到李朝庚和王景 李朝庚道 秦先生信不辱命 五大乡法币兑换了1200万日本军票 还有五根大黄鱼 23根小黄鱼 银元11000块 秦迪满意的点点头 很好 接下来还有一批法币需要兑换 数量比上次多一倍 李朝庚很是惊讶 想问对方究竟是什么人 然而却没敢开口 生怕碰触到对方的机密 他也想抓住机会很赚一笔 所以干脆就不问了 随后又过了两个月 秦迪再一次来到小面馆 他和李朝庚夫妇有一番密谈 我看你们夫妻在这里经营面馆 并非长久之计 你们愿不愿换个地方生活 虽然开始几年有些困难 但是过个三四年后 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王金忍不住了 问道 先生 我们只想知道 您是什么人 如果不知道您是谁 我们哪也不敢去 如果在重庆 他们身后有刨哥的支撑 不怕对方杀人灭口 若是换个地方 燕之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等着他们呢 秦迪微微一笑 将一份勋章证书拿出来 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瞒着你们了 你看看 这是什么 我是堂堂的国君中将 同时也是秦氏良行的掌舵人 我要想害你们 用得着搞什么阴谋诡计吗 李朝庚看清了勋章证书上的名字 又听见对方说出这番话 想起那数千万法币 忽然一下子全明白了 普天之下 除了秦家以外 还有谁能拥有这么多献草 煞时间 夫妻二人猛然打个机灵 露出震惊不已的表情 秦 秦先生 真是你吗 您是传说中的超级富豪 想找什么样的人找不到 为何会来到这个小面馆 从云云众生中找到我们呢 秦迪笑道 这就是缘分吧 我知道你是个人才 虽然腿脚不灵便 但是敢作敢为 有头脑 有手段 而且为人可靠 我给你的两笔法币 你都换成了军票和金银 并没有多取多占便宜 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 李朝庚心情激动 当即站直了身子 给秦迪敬礼 退役中尉 李朝庚 见过将军 秦迪道 我请你做的是私事 你把手放下 叫我先生即可 王景也很激动 因为秦家太有名了 不单秦市两行有名 而且 慈安医院和国泰药业都很有名 当初李朝庚受伤以后 就是在慈安医院做的手术 事后又吃了国泰药业的西药 要不然恐怕已经死了 不过 国泰药业的产品很贵 要不然也不会让他家一瓶如洗 李朝庚道 秦先生 我愿意为您效劳 风里风里来 雨里雨里去 顺便搏一个前程 秦家属下的工厂 在四川雇佣的员工多达数万人 那些人都有不错的待遇 有些人来面馆里吃饭 偶尔也会聊几句 所以 王景一直很羡慕 说要去沙场做女工 说不定熬几年还能做领班呢 王景也是中学毕业 跟着父亲有些见识 李朝庚作为黄埔军人 更不愿意憋屈 在面馆里 一辈子 可他的左腿受了伤 虽然手术痊愈了 但是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猛一看不明显 走长路就不行了 因此 他才不得不退伍 午夜梦回 想想就觉得难过 夫妻二人都没想到 民国首富秦家的掌舵人 竟然亲自来邀请他们 让他们帮着秦家做事 若是能从此搭上秦家的便车 那可是打着灯笼没处找的好事啊 第三百章 断神诀 烧停片刻 情敌道 我想请你们去南洋 把女儿和兄弟都带上 此去南洋 不知何时才能回来 如果能做好这件事 我保你们一辈子吃喝不愁 女儿也能有良好的教育 将来还能去西洋留学呢 王景抢着道 我们愿意去 兄弟就算了 家里还有个老娘要照顾 我们家姑娘必须带上 要不然我舍不得 秦迪点头 好 我给你们三十万法币 尽快把家里的事安排好 后天我们坐船离开 多谢秦先生 他们先前已经赚了数十万法币 如今又多了三十万 交给小舅子王丽 可以把家里安排好 至于说 李朝庚的家人都在兵荒马乱中 被日本人杀害了 李朝庚不是四川人 他原本是江西九江人 因为住在长江边上 家人被日军祸害了 他倒是想报仇 可是连仇人是谁都不晓得 日军数十万 他一个人能杀得尽吗 他也知道秦迪捐助二百架飞机的事 因此心中钦佩 达定主意 想为对方效劳 两天以后 秦迪和燕雪一起 叫上李朝庚 王景 带着他们的小女儿阿玲 坐船沿江而下 从魔都换远洋轮 经过几天的航行 抵达新加坡 秦迪找了一家旅店住下来 然后给了燕雪一个地址 让他出去找人 燕雪脚步轻盈的出去了 秦迪坐在客厅里 翻看本地的报纸 李朝庚坐在不远处 心里感到有些迷惘 因为身处异国他乡 一切都不熟悉 不晓得接下来该做什么 王景倒是不怎么担心害怕 他拿出一包饼干给女儿 看着阿玲 嘎崩咬着饼干 心道 异国他乡又怎样 刨个人家 怕过谁来 这里简单说一下清末明初的帮派原流 陶成章著作 教会原流考中述 智世人人 不忍中原之涂炭 又结秘密团体 以求光复祖国 而鸿门之会设也 何谓鸿门 因明太祖年号鸿武 故取已为名 始唱者为正成功 技术而修整之者 则沉静难掩 鸿门分成五支 五祖各居一郡 开山立会 掌房 头舵 天地会 唐号凤凰郡清联堂 曾远征甘肃 主要在台湾 福建发展 舵主蔡德中 二房 四舵 三合会 唐号金兰郡洪顺堂 主要在广东 广西发展 舵主方大洪 三房 参舵 陶歌会 唐号连张俊家后堂 主要在四川 云南发展 舵主胡德帝 四房 四舵 歌老会 唐号景香郡参太堂 主要在两湖 贵州发展 舵主马超兴 五房 五舵 小刀会 唐号 德兴郡洪化堂 主要在江浙 山东发展 舵主 李氏开 由此可见 这些帮派都是有渊源的 彼此之间相互交错 很容易搭上关系 而在南洋也有鸿门的势力 在1960以前 新加坡的帮派丛生 多达三百多个 包括 红顺堂 大赤军 小义和 凤凰山 北海塘 等 这些帮派经常为了争夺地盘而格斗 血腥残暴 所使用的武器零零总总 八冷刀 匕首 菜刀 木棍 硫酸 链条都很常见 当然 单靠李朝庚和王景夫妻二人 要想在众多的帮派中杀出来 那是不可能的 秦敌也没想让他们赤手空拳去厮杀 不久 燕雪领着一个女子进来 来人对秦敌毕恭毕敬的行礼 见过先生 听说您来这里 弟子不胜欣喜 近来的乃是杜荣 他家的夫婿陈寿亭 在广东 香港和南阳有一些势力 他的公公陈希哲 既是资本家 也是金武会的康顶之人 名下有一所武术学校 在南阳帮派中颇有影响 秦敌笑道 一晃三年不见 你嫁入陈家 有没有生下儿女 杜荣笑着答道 启禀先生 我有一个儿子了 才刚刚八个月 秦敌道 这倒是一件喜事 过两天我去看一眼 好啊 先生 欢迎您和燕雪姐去我家里住 寒暄几句之后 秦敌道 我这次来 是想在新州做一笔投资 这两位是我请来的经理人选 来来 彼此认识一下 以后阿荣多帮帮他们 别让他们在新州受欺负就行 经过一番介绍 杜荣道 先生您放心 我保证没有黑帮骚扰他们 别的方面就不好说了 毕竟日本人掌控了新州 我也要暂避锋芒 躲在自家别墅里 秦敌道 我是来做投资的 讲究循序渐进 润物系无声 不要惊动日本人 两天后 秦敌花了三十万英镑 买下一家 星海置业的小公司 这家公司的老板是英国商人 看见日本人来了 心里害怕 急着想要逃走 所以将公司半价卖了 秦敌买下星海置业之后 交给李朝庚夫妇三千万军票 再加上八百万英镑 让他们慢慢买入新州的房产 只要在三年内花完军票就行 英镑等三年以后再用 李朝庚眼见着路子已经铺好 前景可期 心里也就踏实了 他连刺客都做过 还怕做正儿八斤的生意吗 更何况 若是遇到难题 还可以找到帮手呢 随后 秦敌和燕雪去了杜容的家里 沃兰公园的边上 有一个占地五六亩的院落 一栋两层别墅 算不上十分奢华 但也有四百多平方米 陈寿婷不在家 据说去了印尼 秦敌见到了小婴儿 她伸手摸了摸孩子的骨骼 轻叹道 阿荣 我实话实说 这孩子的资质 还不如你呢 将来顶多能修成暗境 很难抵达化境 杜容笑道 先生 练武太苦了 我还没想好 要不要传她功夫呢 秦敌道 稍微传一些功夫 有助于强身健体 先生您说的对 如果不练武 这孩子的受限不过百 大约九十岁就垂垂老矣 若是刻苦修炼 有可能摸到一百一十岁的门槛 你自己看着办 这 让我再想想 陈家是练武之家 这孩子总要习武一段时间 至于能达到什么地步 那就很难说了 归根结底 取决于心性 秦敌叮嘱道 你自己还要继续修炼 切莫荒废了武功 杜容正重点头 是 先生 我每天都要练武两个小时 感觉拳脚更有力气了 虽然生了儿子 功力并没有退步 前些天 我还出去 偷偷刺杀了 两个日本军官呢 他转头看着燕雪 用羡慕的口气道 燕雪姐 这么多年了 你的相貌变化很小 而你看看我 分明有些老了 这一年 秦敌四十二岁 燕雪三十一岁 杜容三十岁 然而从外表来看 秦敌还像二十岁的年轻人 燕雪看着仿佛十八岁 保持着青春靓丽的形象 杜容却跟她的实际年龄一致 看着比燕雪大了十岁 燕雪上前拥抱她 笑着安慰她 你这叫成熟 一点都不老 秦敌又给了杜容一瓶丹药 道 虽然说 生孩子 没让你功力下降 但是耗损了一部分生机 这是我亲手练制的补气单 每个月吃一课 能帮你延缓衰老 保持功力处于巅峰状态 杜容感激的道 多谢先生 秦敌沉吟道 阿戎 我让你继续练功 其中暗含着深意 先生您请说 我也不瞒你 假如你练功一辈子 强化的不仅是肉身 更重要的则是五魂 我不能保证 你的肉身永存 但我有密法保住你的魂魄 让你有转世重生的机会 杜容大吃一惊 啊 先生 人真的能转世重生吗 秦敌点点头 不是每个人都能重生 只有极少数魂魄坚明的人 才有重生的可能 每一次重生 都会折损三成的神魂 若是换成一般人 即便能转世 也多半有缺陷 所以我让你继续修炼 自今日起 我传你断神卷 虽然说你的资质有限 即便修炼五十年 也不会有太明显的改变 但是当你生死垂危之际 会爆发出强大的神魂力 届时我才有施展大法的手段 杜容听了 心中激动 当即双膝跪地 道 多谢师父 秦敌传了他断神诀 并且让燕雪也跟着一起修炼 燕雪问道 先生 我修炼这门断神诀 会有什么好处呢 秦敌解释道 这门断神诀 如果是阿荣修炼 主要强化三魂七魄 若是你来修炼 会增强神识 神识 神识是驾驭法器的关键 也是未来施展分神诀的基础 有了分神诀 你才能扯出一丝神识 投入到分身的脑海里 燕雪明白了 他虽然有分身秦英 目前还是小婴儿 但是将来要想觉醒 必须要等他进阶金丹之后 施展分神诀 才能让秦英醒悟前程往事 变成他的分身 要不然秦英便是独立的人 秦敌和燕雪在星州住了十天 然后便坐船离开了 杜容抱着儿子 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 才恋恋不舍的回家 秦敌和燕雪 并没有直返摩都 而是在越南的西贡上了岸 他们斜插西北 直奔缅甸 此时 十万远征军正在缅甸奋战 第301章 第一次远征 1942年1月 日军第15军第33师团 第56师团 从泰国出发 开始翻越密林覆盖的高山险祖地带 向缅甸进发 少量日军在追着英军到处跑 在西唐河大桥 日军两个步兵连对猛攻桥头堡 英军约克成群团看到情况不好 不顾死活的炸掉大桥 导致和对岸的英印军9000多人 全成了日军的俘虏 而和对岸的另一支部队 英印军第51旅则命令丢弃所有装备 悬赏100英镑鼓励士兵们游泳过河 最后 英印军生还的3389人中 只有中国联络组的5名成员 带回了枪支弹药 而且还背回了电台 经过日军不顾一切的连续攻击到2月底 英印 英勉军已有10个步兵营遭到重创 8个炮兵连几乎被全歼 在缅甸的英印 英勉和英军虽然还有3万人的实力 不设在仰光 曼德勒 仁安枪和萨尔温江等四处 但从士气上已经变成了惊弓之鸟 被打怕了的英国人准备跑路了 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将军决定放弃仰光 他要求中国军队迅速进入缅甸阻击日军 但是英国人不怀好意 他们极怕中国军队长久扎根缅北 又要求中国军队快速进入 不提供车辆和补给 导致中国军队全部依靠不行 食品就靠自己从中国背来了一点粮食 而英军自己则在抓紧抢修通往印度的公路 英军无丝毫协助 中国远征军入缅如同盲人摸象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 口粮全靠自己背缺乏弹药食品被俘等补给 甚至连中文缅甸军用地图都没有 拿到的缅文地图让各个部队的参谋们都很头疼 而且就是这些地图还不是很准确 英军在哪里日军现在在哪里补给在哪里 商员往哪里送阵地在哪里 中国远征军都不知道 英国人也不告知第一期入缅作战的远征军 就这样迷迷糊糊地来到了这个充满危险的陌生国度 3月新任缅甸军指挥官亚历山大上将在仰光 未组织任何有效的抵抗 致使3月8日日本轻举仰光 顺利地实现了占领缅甸的第一期作战目标 4月18日日军包围了仁安枪的英军 英军以坦克为先锋反复向公路突击 都遭到日军阻击 此时在仁安枪的英军是英缅第一师和英国装甲第七旅残部 英军被困在仁安枪面临着水源断绝 粮食将尽均无斗志的绝境 英勉议师师长斯利姆将军电报缅甸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 要求尽快派援军来否则就只有投降了 19日黄昏就在英军即将被日军歼灭的最后时刻 中国远征军出现在仁安枪 他们勇猛地阻挡住日军掩护英军逃出升天 此战中国远征军从日军两个大队的虎口中解救了7000多装备有坦克 装甲车大炮和汽车的英军 而被救英军的司令斯利姆将军就是日后1944年英帕尔战役的英军总司令 此战远征军第113团牺牲第三营营长张奇以下204人 战伤318人 3月18日在缅甸的英军包括英缅军第一师 英印军第17师 英澳军第63旅 英装甲第7旅军开始向印度撤退 随后他娘的英国人惊蝉脱鞘逃了 中国远征军却陷入困境 日本南方军迅速制定出新的作战方针 调集了四个师团想要歼灭中国远征军 中国远征军主力被日军包围 最后不得不分四路突围 远征军各部撤京之地都是高山密林 食指雨季 你滑难行 加之以丁重咬 挤仰不济 部队鸡皮交困 疫病流行 死亡众多 中国最精锐的第五军4.2万大军 在战斗中损失7300人 在撤退中损失14700人 两倍于战场损失 让人心疼的是中国最强的第200师子 剩下了4000人 5月的缅甸 山上圆体响彻山谷 如遇大雨 经常会爆发山洪 在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中 极无人烟 也无道路 缅甸雨林之中 各式各样的毒虫特别的多 和星38师 同属第66军的星28师的一个团 有很多官兵都在缅北失踪 后来有人在缅北新平阳发现 大量架好弹 已经生锈的枪支 在枪架后面是一堆堆的白骨 随后在白骨中发现了星28师的符号 这些士兵在一个夜晚 遭到毒虫袭击 已经全军覆没了 擎敌和燕雪 一夜奔行数千里 费了好大的心思 才找到顾如虎 顾如虎率领一个师 出征的时候 有一万一千人 经过几次战斗 检员到7500人 被困在雨林中 粮食断绝 疲困交加 而且迷失了方向 擎敌并没有现身 只是在军营的附近 丢下50吨粮食 还有一批药物 再加上一张标记出撤退路线的地图 上面写上 管春秋 三个字 此时的顾如虎 身上又多了几道枪伤 体重也已经减轻了十几斤 他得到士兵的禀报 看见药物和食品后 又看见地图上的标记 先是迷惑不解 继而又惊又喜 和掌对天祷告 口中念念有词 身心憔悴的韩冰 在旁边听见 他分明念诵的是 感谢师父 救命之恩 弟子永世不敢忘怀 韩冰心想 坏了 将军积劳成疾 可能脑子出问题了 要不然 他怎么不感谢菩萨 佛祖反而只念到师父呢 然而固如虎并没有封 他振作精神 领着手下士兵 按照地图上的指引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跋涉 退回到云南境内 最后活下来的超过7000人 在各军之中算是多的了 200师师长戴安兰 在缅北茅邦村 因重伤不知牺牲 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中将 十万将士出征 最后回来的只有4万人 其余的都长眠于国境之外 第一次缅甸战役 远征军单独扛下日军的进攻 最后因为英军不怀好意 再加上自身因素 缺乏通讯指挥 缺乏物资供应 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战后 清先生写道 缅甸战役失败的原因在于 我们在决策上失去了自主 我们被迫屈从于盟国 可是 牺牲太大了 第302章 飞狗院长 秦迪和燕雪来到昆明 看见秦月和他的两个孩子 然后和王叔聊家常 这几年里 秦月一面在西南联大担任副教授 一面继续创作诗歌 小说 面对日军的轰炸 看到广大学生 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 还在坚持不懈地学习 那种积极进取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精神 让他的心里受到感动 顺利地出版了几本诗集 让他民国女诗人的名头更上一层龙 王叔也创作了不少戏剧 成了民国著名的剧作家之一 抗战时期 昆明城突然间出现了 那么多著名的学者 作家 诗人 教授 他们中有 冯友兰 文一多 朱自清 沈从文 钱牧 吴密 刘文典 傅思年 潘光淡 西南联大在昆明延续了八年时间 在这八年时间里 昆明的教育史记 民主运动史记 文化发展史记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奇迹 秦迪和燕雪在昆明住了三天 这期间 他们看到打倒孔祥溪的学生运动 大街小巷中 两千多学生激荡着满腔忧愤 高喊着反对腐败 坚决抗日的口号 秦迪站在街头 看着一排排学生走过 聆听着他们的呼声 党国要员不如孔贼的一条狗 打倒以飞机运养狗的孔祥溪 孔贼不死 贪污不值 香港危急 飞机不救人 而运狼犬 孔祥溪 罪恶滔天 打倒操纵物价的孔祥溪 打倒操纵外汇的孔祥溪 打倒发国难财的孔祥溪 那么 这件事是怎么来的呢 秦迪方看了近日报纸 又回想历史上有关的记录 然后才将这件事大致搞明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军向香港发动闪电式的进攻 当时 香港是英国殖民地 不少民国要人 包括清白党中央委员在内的军政大员 银行家 文化人 如宋孙夫人 何湘宁 柳亚子 邹涛奋 毛顿 陈英克 陈锦唐等都寄居于此 为了避免这些人成为日军俘虏 重庆国民政府应各方要求 加派航班 力争在日军占领之前 将这些要人抢运到内地来 由于《大公报》 社长胡林、郑芝也在香港 该社总编辑王云生 向清先生的秘书陈布雷要求 得到奖的同意将胡列入抢救名单 12月10日 从香港最后起飞的一架飞机 到达重庆机场 《大公报》 编辑部派人到机场迎接自己的社长 出人意料的是 不仅未见胡林和其他要人的身影 相反 见到的却是孔祥熙的夫人 二女儿孔令伟 老妈子 大批乡龙和几条养狗 次日 《新明报》日刊刊出采访部主任 蒲熙修所写现场报道 标题是 诸候天外飞机来 喝牛奶的养狗 有增多七八头 在四条相关新闻中夹杂着两行文字 近日来 诸候于飞机场遥望飞机 自天外飞来者大有人在 昨日 王云武先生 亦三次前迎 三次失望 昨日 陪读养狗 又增多七八头 细为真正喝牛奶之外果种 为什么写得如此简略呢 主要是为了逃避重庆当局的新闻检查 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 昆明 《朝报》 转载王云武所写社评 将标题改为 从休明政治 说到飞机运狗 养狗 事件遂被更加突出 吴涵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 他在一年级的《中国通史》 客上愤怒地说 南宋王国时有蟋蟀宰相 今天有飞狗院长 可以媲美 他的话 像是在一堆干柴上点燃了火焰 不同政治倾向的学生 都被动员起来 演变成一场学生运动 这件事闹大以后 政府辟谣 说飞机运养狗的新闻是假的 但是下面的人不信 不管真假 说明清白党 腐败到了一定地步 国民政府缺乏缺乏公信力 秦迪觉得这件事很正常 便不去管他 禁止离开昆明 前往武夷洞天 又是一年夏天 武夷洞天十分宁静 阁楼外的果树 再一次挂满了果子 让人忘记俗世的一切烦恼 两人在这里尽心修炼 直到三个月后 功力各自提升一阶 才走出洞天 返回摩都 此时的摩都还在日军管控之下 有些人已经逃了 有些想逃 却逃不掉 比如说 摩都法院刑厅厅长钱洪业 与江苏高二刑厅厅长玉华 面对日伟威胁利诱 坚守民族气节 不受伪命 先是钱洪业惨遭杀害 接着 玉华在乘黄包车回家之际 也被日寇指使浪人 刺杀于扇中路御所附近 玉华 自曼陀 是文学家玉大夫的包凶 被害后 玉大夫写了一副晚联 上联是天壤博王狼 结见穷实 各方清明文海内 下联是乾坤扶正气 神商雨夜 好平血债所辽东 这副对联高度评价了玉华执法不阿 为国捐躯的清明亮节 同时 义正词严地倾毒了诗人 对强扣入侵 山河破碎的无比愤慨 因此振奋人心 传颂一时 就这样 日军控制了银行 控制了公布局 又控制了法庭 为了控制媒体 早在1938年6月武汉战役爆发之后 日本内阁情报部邀请日本作家从军 由日本名作家组成的笔部队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日本作家们开始为日军效命报国 其中 较为著名的有大众作家九米正雄 菊池宽 佐藤春夫 韦齐侍郎和穆村义等人 同时 红颜们也不让须美 女作家林福梅子和吉乌信子 也先后加入其中 1940年10月 日军在笔部队的基础上 又设立了旧本文艺中央会 这些文人们极力鼓吹战争的正义 竟相在杂志和报刊上 发表了庞大的从军记和现地报告 由此获取巨大的声誉和稿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军进入租界 完全控制了魔都的报纸 杂志 从思想和文化上奴役中国百姓 在汪伪政权的协助之下 日军不仅对欧美人 魔都本地人 甚至对处于城市外围的乡村 也实行了严格的户籍登记 各区域警察局各分局所在地址 及警察人数的分配 警察局职员任免升降死亡 履历及经济概况 都进行了详细的统计 还包括辖境市民职业 籍贯 宗教种类人口 以及辖境外侨国籍的调查统计 第303章 先因杀人 对于那些居住在魔都的欧美人来说 日军进驻而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 从1942年夏天开始 日军对欧美人士的户籍管理 比魔都一般市民更为严厉 对1937年后来户的德国 波兰等没有国籍的难民佩戴红袖章 其财产被冻结 社交场所和咖啡馆都拒绝佩戴红袖章的客人 到了1943年美英两国的男子 都被强制性拘禁在收容所 日军对粮食实行佩给制 如同元朝一样将人划分成很多等级 日本兵里也分为本土 朝鲜 台湾 随后是汉奸 粮民 配给的粮食各有不同 粮民只能半夜三更排队购买 有沙石 披子的户口米 日本人可以优先进入各大剧院 可以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 随便打人 每当日军经过时必须行礼致敬 当日本巡逻兵经过的时候 支那和印度的巡捕都得给他们让道 高大的西克族巡警也慌忙的行起了举手里 在这种情形下 秦迪和燕雪拿着日本的护照 化妆成日本人大摇大摆地走在魔都街头 心里的感受并不好过 他们去了百代公司小红楼 发现小红楼也被人查封了 竟然有日本人进入小红楼 逼着周天林和工作人员录制日语唱片 秦迪一看 经不住扼腕叹息 哎呀 是我低估了敌人的无耻 早知如此 应该将人全部撤走 他迈步走进小红楼 直接出手打晕几个日本兵 又拍晕了几个日方的工作人员 搜去他们的短期记忆 然后召集周天林所有工作人员 以及留下来没走的歌手 众人看到他和燕雪 一个个非常激动 老板 你怎么回来了 你们难道不晓得 日本人正在通缉你们呢 周天林苦笑道 老板 我们被困死在这里了 连红楼都走不出去 有几个房间被改成卧室 所有的食物都是日本人送进来的 他们对待我们就像监管犯人一样 秦敌拍了拍手 道 你们都有良民症吗 众人纷纷点头 有事有 就是出不了这栋楼 秦敌道 你们现在可以出去了 趁着日本人还没有发觉 赶紧离开摩都 分散前往重庆 什么东西都不要带 有人道 我不能一个人走 否则 家人会遭殃的 秦敌道 那就赶紧回家 带着家人一起走 我给你们两天时间 应该够了吗 有些女哥手道 我在这里没有家人 现在就能走 可是 外面兵荒马乱 万一碰上日本兵 岂不是更凶险 燕雪忽然上前一步 道 想走的 我带你们出去 如果实在不想走 就去本地投亲访友 找个地方躲起来 秦敌又道 我会守在小红楼 两天之后 破坏关键的设备 让日本人没法灌制唱片 他给美人发了一笔钱 催促众人离开 同时跟他们约定 如果能抵达重庆 可以去戈勒山下 那里有一家百代公司的分部 已经开始制作唱片了 周天龄刚想走 就被秦敌叫住 秦敌问他 为什么没看到李湘兰 他去哪儿了 周天龄回答 他会说日语 跟我们不一样 他能随意进出 不过这两天 他去惊灵了 说是有慰问演出 秦敌轻哼道 不管他了 咱请走吧 周天龄第一个走出去 急匆匆回家 带上家人 拿着良明证 坐船离开了 另外 还有六七个人分散离开 最后剩下六个女歌手 还有四个工作人员 都是外地人 既没有牵挂 也不敢独自上路 等到天色将晚 跟着燕雪走了 日本人的封锁 并不是十分严密 因为魔兜太大了 不可能每个地方 都有日本兵 他们只在关键的地方 有港哨 在重点地区 有巡逻 如果是普通的百姓 可能没办法通过封锁线 但是对燕雪来说 并不算太困难 燕雪到了筑基第四层 神识大为提高 即便在夜晚也能看得很远 听觉也十分敏锐 知道哪里有潜伏的日本兵 无奈 这些女歌手身体太弱了 根本就走不远 过了两道封锁线之后 燕雪让他们躲在树林里 他去远处 抢了一辆卡车 拉着他们向西北而去 到了江边 他们等了许久 快到天明的时候 才找到一条船 秦迪将唱片公司的关键设备 收入储物腰带 这些东西都很贵 他才不舍得砸烂呢 然后 他一个人待在小红楼 静静地雕琢那须葫芦 经过长期的细致雕琢 这件宝贝已经快完工了 第二天上午 又有日本人进来查看 同样被他打晕搜走了记忆 等到晚上 他才离开小红楼和燕雪一起 前往同百冬天修炼 在这里 他们见到了顾如梅 正一个人坐在土丘上弹琴 显得颇为寂寞的样子 燕雪过去问 阿梅 你不在蓝星大剧院演出了 固如没看见他 面上露出笑容 我现在也被日本人通缉了 燕雪睁大了眼睛 问道 为什么呢 因为上次演出时 有三百多位日本人 还有三百多位汪伟人士 这些人听了琴曲之后 一个个叫着心头疼 其中有五十几人当场晕厥 还有八个人死了 他们找不到原因 就说我的琴曲有古怪 要把我捉起来 关进76号 沈温到底是何缘故 我听见他们的议论 便早早地离开了剧院 琴迪问道 你弹琴的时候 是不是用上了灵力 顾如梅点头 是 我原本有一些老听众 只要有他们在场 我向来都很小心 从不敢动用灵力 上次老听众没来 有些逃离了魔度 有些被日本人杀了 我看见在场的 都是日本人和汉奸 于是越弹越生气 不知不觉 用上了灵力 琴迪冷哼道 那五十多位晕厥的人 不出三月 都会在哀嚎中死去 他们恶贯满盈 每个人都该死 你做得很对 顾如梅道 我还看到了周福海 他没有晕厥 但是 面色苍白 大汗淋漓 你的琴曲 能帮他克服心中恶念 周福海 虽然做了汉奸 但他跟汪大卫不一样 算不上铁杆汉奸 他被代理吸收为双面间谍 不断将汪伟机密透露给国民政府 所以战后才没有被枪毙 过了一会儿 琴迪问道 你的功力静静如何 顾如梅答道 先生 我现在是炼器第七层了 琴迪赞道 很好 继续努力 三人说了一会儿话 然后各自分开修炼 第304章 人 先六剑 一周以后 琴迪完成了最后一个法阵 然后将那须葫芦 放在灵火上炙口 一面祭炼一面融入金丝 银丝 他用的不是普通的金银 而是铜百真君留下的稀有灵金 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祭炼之后 这件法器终于炼成了 他不是一件普通的法器 否则不会耗费琴迪这么多心思 他是一件九阶灵器 内部空间呈圆锥形 底部直径十余公里 他可以缩小放大 往小处看 能缩成苹果 核桃 龙眼那么大 如果放开来 将会有十公里高 珠穆朗玛峰还要高 琴迪在铜百洞天中 只将它放大到数十丈高 就让燕雪和顾如梅看得惊叹不已了 先生 铜百真君留下的粗糙石霞 被你炼成仙气了吗 琴迪道 这不是仙气 连灵宝都算不上 先生 什么是仙气 什么是灵宝呢 仙气是仙人用的 低阶修饰无法启动 灵宝是不虚 和道真君中用的 至少也要有原因以上的法力 才能勉强催动它 我们都是低阶修饰 只能使用灵器 如果是仙气的话 能装入整个中国 甚至将地球 月亮装进去 如果是灵宝的话 内部也该有数百里空间 而我这件法宝 只有十几里方圆 它还是一件灵器 灵器总共分九阶 它在灵器中已经居于顶峰了 琴迪没有说的是 这件法宝还有升级的余地 只要它多花心思不断激烈 随着它的功力提升 还是可以变成灵宝乃至于仙气的 说话间 它取出大雨留下的的九顶 将其放大到一丈高 说道 比如说 这是大雨留下的仙气 它比那须葫芦力还多了 然而我们却没法启用 我只能将它放大缩小 而且小不过持续 大不过一丈 如果我是仙人的话 能把它扩展开来 把神舟大帝全部照进去 这才是当年 大雨炼至九顶的用意 固如没问 先生 大雨不是早就死了吗 琴迪笑道 大雨乃是先帝 怎么会轻易死掉呢 它放出无数分身和化身 满世界开荒唾延 建议增长阅历 积累功德 作为仙人 如果啥也不做 每天静坐 苦思冥想 很难提升自己 需要走出去 扎根与百姓之间 才能了解更多的天道法则 先生 大雨若是没死 它住在什么地方 仙家将天分为三十六层 可以概括为六层境界 玉界 色界 无色界 四泛天 圣境和神境 琴迪望着燕雪和固如梅 放缓了语速 慢慢说到 第一界叫玉界 又被换作 人间界 分成六重天 分别为 太黄黄层天 太明玉丸天 清明和铜天 玄太平玉天 圆明文曲天 七药摩依天 地球属于人间界 但它处于哪个层次 这是有争议的 按照我的判断 地球大概处于第四界 玄太平玉天 看似灵气匮乏 平平无奇 但却在酝酿 玄太 听见这话 燕雪也忍不住问 什么是玄太 琴迪沉音片刻 预言又指道 这些话涉及天道 我暂时不能讲 燕雪又问 这么说 地球也能升级吗 琴迪点头 没错 地球耗费了太多的灵气 但他在酝酿玄太 争取一线生机 晋升到圆明文曲天 什么是圆明文曲天 就是说 人类文明很昌盛的意思 什么是七药模一天呢 药 本亦指日光 后称日 月 星为药 可以理解为明亮的天体 若能达到这种地步 地球也能闪闪发光 固如没问 先生 除了人间界以外 上面还有什么 琴迪接着道 第二界色界 又叫地仙界 分成十八重 分别为虚无月横天 太极蒙一天 赤明和阳天 玄明公华天 药明宗飘天 竹落黄茜天 虚明唐药天 观明端静天 玄明公庆天 太幻即摇天 元载孔生天 太安黄崖天 显定即封天 始皇孝芒天 太黄翁虫天 吾四江游天 上蝶软乐天 吾吉坦氏天 第三界叫无色界 又叫灵仙界 先佛合居 佛教中称之为四禅天 分别为浩亭霄渡天 元通元洞天 汉宠妙成天 秀乐境上天 再往上则是天仙界 分别为太虚无上长荣天 太氏玉龙腾圣天 龙辩泛渡天 太极蒙义甲义天 其上还有 金仙界 又叫三清圣境 即欲清圣境清威之天 上清真境与余之天 太清仙境大赤之天 三清天之上 还有一层大罗天 即是原始大道生化之处 圣境之极 只有先王 先帝能居于其中 杜仁晶 有云 三界之上 渺渺大罗 尚无色根 云层额额 所以 宇宙三十六重天 分成人间 地仙 灵仙 天仙 金仙 大罗 总共六界 这是三十六个纬度 不是简单的三维空间 凡人是没法理解的 只有修真人 功力达到一定地步 才能找到上一层天的入口 燕雪和固如眉天的双目放光 同时又觉得前路漫漫 经不住发出叹息 修仙这么麻烦 成功率又有几何 看来修真无止境啊 秦敌微微一笑 道 只要你们多努力 老天会赐下奖励 不断提升受限 从而达到长生的目的 这才是修真的意义 先生 人的寿命能无限延长吗 只要能达到金仙的地步 就可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不再有寿命的限制了 金仙都不会死 那也不尽然 金仙虽然没有天杰 却未必没有风险 比如说人杰 来自亲人 有人的发难 魔杰 来自天魔和魔修的攻击 仙杰 来自其余金仙 仙王和仙帝的打击 搞不好 还是会陨落 哎呀 做个修真人 真是太难了 其实 金仙的死 还有一重因素 那就是自己作死 秦敌就怀疑 自己当年在仙界高高在上 怎么可能陨落呢 要说彻底陨落 那是不可能的 或许是自己活得太久 感觉没有意思 所以 百般折腾自己 比如说尝试新功法 构建新的天道模型 跑到遥远的天外回不来 秦敌的记忆并不全 他只记得 自己融合了多具分身 超过所有先帝 将三清祖师甩在身后的事 然后就断片了 修为到了金仙以上 就很难彻底陨落了 别说先帝 就算普通的仙人 都能做到低血重生 仙人死死生生 生生死死 在生死之间 领悟天道 这也是一种修行的方式 仙人放出分神 转生于人世间 并不见得 每次都能成功 但他放出十道分神 如果能有一道修成正果 带回来不一样的大道体验 那也就不亏了 有的仙人运气差 放出一百道分神 结果全被小世界的天道击杀 或者被魔修吞噬了 如此一来 仙人也会折损功力 因为每一道分神 都不是无缘之水无本之木 都是要仙人耗费功力 割裂神时才能诞生的 秦敌将修仙的道理 讲给燕雪和顾如梅听 希望他们树雄心力壮志 一路坚持下去 他作为转世的仙人 也需要有帮手有同伴 等将来跳出地球的时候 才能更好地适应新世界 如果一个人单打独斗 将来的路会 越走越狭窄 天行见君子已自强不息 只要还有一口气 就不要放弃努力 我拿这话给你们共勉 顾如梅用力点头 咬紧牙关 下定了决心 燕雪双目闪闪放光 说道 我也要努力 跟上你的脚步 不给你添麻烦 秦敌道 莫要妄自菲薄 只要静心就够了 第305章 收回租借 1942年10月10日 就在秦敌闭关修炼的时候 英美宣布放弃在华制外法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放弃租借 将所有租借交还给中国 从扣开中国大门的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 列强们的每一次清华战争 都要导致一件支数件血血的条约 中国从此进入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时代 至1918年 连欧洲小国瑞士也与中国定立了不平等条约 美国政要布热金斯基曾经指出 19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条约 协定和制外法权条款 使人们清清楚楚的看到 不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 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低下 租借的存在是对中国人民的羞辱 那么为什么英美会同意废除租借呢 这里不能不提及汪大卫的南京委政权 汪大卫虽然卖国 但他在日本人的蛊惑下 在微小的夹缝里也做了一件对国家有利的事 从1938年开始 日本以所谓放弃领事裁判权和交还租借来右翔重庆国民政府 主要对象是领导人清先生和汪大卫 在右翔汪大卫集团时 日本妄言要援助中国从东亚的半殖民地地位中逐步解放出来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他还嘲笑中国没有平等地位 被西方国家不是当作一个盟国 而是当作一个工具使用 汪伟政权建立后 签订 中日间基本关系条约 日本政府表示 随着中日关系的新发展 将撤费其在中华民国所享有的治外法权 并交还装管租借 1942年 汪伟政权向美英宣战 随后不久 接收杭州 苏州 汉口 天津等日租借 5月28日 收回厦门鼓浪与公共租借 6月5日 收回天津 汉口 广州三个法租借 至此 除重庆日本租借由国民政府收回外 其余11个庄管租借和2个公共租借均被汪伟政府收回 由于汪伟辖区实际上是日本占领区 因此 汪伟政府收回的外国租借 实质上是从国中之国变成了沦陷区 显而易见 日本交还租借及撤费领事裁判权 无非是为了笼络中国民心和企图拆散盟国团结 汪伟政权的这些废约行为一般被认为是一出闹剧 但当时的美 英等中国的盟国却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英美 英 法等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依然存在 各国在华依然拥有租借 并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特权 1939年前后 美国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现实 中国大片国土已沦陷于日军之首 大量美国侨民已在动荡期间撤离回国 在华领事裁判权究竟有无实际意义 中国虽为同盟国之一 但未能受到平等待遇 美国唯望中国无条件追随 英国对中国的侵略与妒忌兼而有之 1942年下 太平洋战场上的形势 发生了对盟国有利的变化 中国作为同盟国成员 废除不平等条约 本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事 但英美就是拖着不办 清先生便让夫人于1942年4月23日 在纽约时报发表 如是我观 一文 连日本政府也提出大东亚建设的构想 以东亚各民族的解放者身份自居 鼓吹废除在东亚的殖民统治 亲爱的英美盟国当局 你们真想让汪伟政权 跑在盟国前面吗 在国民政府的一再要求下 美英政府不得不宣布放弃顽固立场 美国政府于1942年10月9日发表声明 美国政府准备历时与中国政府谈判 缔结一个规定美国政府历时放弃在华制外法权 及解决有关国际问题之条约 然而 当谈判一开始 清先生就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除了美国要求租借取消后 中国不得取消或以任何理由追究美国人 在中国领土内现有不动产的权力外 主要还是英国关于香港的地位问题 英国大使薛木知道这个废约不过是过场戏 没想到国民政府竟然较真要收回香港 于是薛木请示英国当时的首相丘吉尔 丘吉尔于1942年11月10日在伦敦市政厅发表的演讲 蛮横地宣称反属大英帝国者 本人必须保守之 废除英国在华特权 并不包括将香港交还中国 于是乎 清先生选择退却 放弃了有关香港的谈判 随后 民国政府名义上收回了租借 但实际上沦陷在日扣之手 不为特权无法收回 而沦陷区同胞 身影于敌尾双重压迫之下 延安方面明确表示 没有抗战的胜利 中国的独立便无法实现 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也还是一纸空文 事实很快打了清白党的脸 不久之后 中美之间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例 关于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换文 使在华美军到1945年达6万人 可以不受中国刑法的约束 美军基地 补给和运输部门 无线电通讯网 航空系统和陆军邮局 在中国土地上工作 其规模之大和独断横行的程度 是中国西南地区即使在不平等条约时代 也从未见过 战争结束时 魔独马路上有好几个月 挤满了美国大兵和酗酒闹事的水手 再后来 罗斯福在1945年2月的 雅尔塔会议上 用中国的部分领土主权同苏联做了交易 秘密签订了雅尔塔协定 对中华民族的利益造成了长远的严重损害 清先生迫于无奈 派宋子文等人于1945年6月30日抵达莫斯科 就雅尔塔协定涉及中国的具体内容 与苏联谈判 谈判的结果就是在1945年8月14日 即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 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这个条约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其最大的恶果是被迫同意外蒙古独立 这是真实的历史 不容秦敌去改变 但秦敌有时候也会冒出奇怪的想法 要不要把谈判的官员打懵 不让他们签字 或者把条约文本偷回来 让对方没有依据 可是文本偷回来有什么用呢 大国之争 关键在于实力 条约算什么玩意 那就是废纸 可以撕着玩的 被强国而言不值一体 第306章 哈同花园 一个月后 固如梅梨开同百动天 按照秦敌的建议前往昆明 因为那里有良好的氛围 可以演奏古琴提升他的仙音 摩都被日本人彻底掌控 已经在通缉他了 虽然他是修真人 不可能被日军捉住 但如果被逼着展示功力 势必会闹出很大的动静 随后又过了一个多月 秦敌出关了 和燕雪一起回到摩都 时间进入1943年1月 汪大卫政权经过对日本的谈判交涉 收回了摩都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 历时近百年 1845年至1943年的租界宣告结束 因时代背景特殊 1943年时期的摩都租界 齐聚了众多不同的势力 他们盘踞一方 这里面有犹太商人 满洲遗族 日本浪人 印度巡捕 清白党特务 大赤党员 租界区的英法 统治阶层 清邦鸿门等民间帮派 以及黎原戏子 范夫走卒等 当时摩都租界地可谓三教九流 龙蛇杂畜 中国历史上 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在如此小的范围内 有如此不同种族与势力 汇集于一地 1月10日 为配合汪伟政府 对英美宣战 伪中华电影公司 停止放映英美电影 随后 摩都日本陆海军最高指挥官 公布限制粮食运输办法 规定非今日均许可 所有摩都市区内的石米 麦类 豆类 小米等粮食及其制成品 一律不准 由清香地区运出 亦不得运入摩都市封锁县内 伪清香委员会还颁发了 摩都第一期清香地区实施规则 规定设立户口清查实施委员会 至2月20日分期分区 挨家挨户清查户口 凡12岁以上60岁以下的无家属男子 一律返原籍或逮捕 1月25日晨 哈同花园大火 洋房复之一炬 这里说一说哈同和他建造的花园 跟秦家的低调不同 哈同花园是摩都最大的四家花园 这里曾经拥有山石池水 隔坊亭格 齐花一草 方圆20公顷 26个景点 处处圣寺仙境 哈同1851年出生于巴格达 其父为犹太人 以经商为业 哈同5岁随赴千居印度孟买 不久因与兄不睦 只身流浪香港谋生 并进老沙训香港分行当小职员 1873年转到摩都老沙训分行认私婚 传达市看门 当时他囊中羞涩 全部家产 只有六元龙羊 至此 只能与洋行雇佣的中国秦杂工 住在一个工棚内 但是凭着他机灵的脑袋 勤奋的工作 在传达市一天 也可捞到一二十元外块 又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于是得到洋行大班赏识 转入新杀训洋行 提拔为跑街 继而又提拔为烟土仓库保管员和收租员 并于1879年 进一步被破格提升为大班 协办监管房地产部 在此期间 他利用贩卖烟土 赚了不少钱 并利用这些钱 在南京路一带用他的投机计量 陆续占取了一些土地 奠定了他经营地产和发财致富的基础 特别是 他先后当上了法租界董事 和公共租界工程部董事后 因为有机会参与策划非法扩大租界 或越界注入的阴谋 可以预知拓宽马路 扩大公共设施的计划 所以多次依仗特权 用低价强购中国人的土地 1901年他独资开办了哈同阳行 专门从事房地产投机 经过多年经营 乔取豪夺到20世纪30年代 成为魔都近代史上名声显赫的一个地产大王 哈同的妻子是中国人 名叫罗嘉玲 1902年春 罗嘉玲去金山烧香 不期而遇乌木山僧 罗木齐名 碎聘山僧设计哈同花园 乌木以《红楼梦》中大官园为蓝本 进行布局 从1902年起 逐步将哈同花园扩建 到1910年全部竣工 耗18年 轰动魔都 被称为海上大官园 海上迷宫 当时冯国璋 1857-1919 是中华民国大总统 民国六年九月 曾发给哈同一枚四等佳合彰 徐世昌 1855-1939 任大总统期间 又给哈同颁发过一枚三等文虎彰 二枚二等佳合彰 民国时期的一批遗老 如陈春轩 黎元洪 张太炎 张世昭 其谢袁等政客 名流 均曾来过哈同花园观光 哈同夫妇十字不多 但还算附庸风雅 尊师众教 哈同花园里 曾办过华盐大学 也办过苍盛明治大学 招收不少平家子弟免费入学 不少文人学者如罗振裕 王国维和康有为等 都在此职学任教 1931年6月19日 哈同去世 留下价值1.72亿银元的巨额遗产 其中包括地产460亩 房屋1300状 以及价值百万英镑的珍奇珠宝 哈同夫妇五子四 但有养子女数十名 外籍养子女从哈同姓 中国籍养子女从罗姓 1941年10月3日 罗嘉林去世 哈同和罗嘉林夫妇 一个姓犹太教 一个姓佛教 一个对外 一个主内 恩爱一场 也算白头到老 随后 正在众多养子女 在法院缠斗之际 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占领租界 哈同花园的财产 被日军接管 园内所藏金银财宝 被日寇洗劫一空 此后不到两年 哈同花园着了一场大火 楼阁管设复制一具 小桥流水荡然无存 秦迪并没有插手这件事 因为日军进租界的时候 他正忙着抢银行呢 他也不屑于去抢私人资本家的财产 等到这次 从铜摆洞天返回 听说哈同花园失火 他不由地发出感叹 哈同夫妇投机钻银 一辈子 享受完荣华富贵 到最后 还剩下什么呢 落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人生苦短 何苦来灾 沉沙聚会偶然成 敌乱锋芒无限情 同事结会过往课 网从得失记输赢 日本人进魔都后 受灾的不单是哈同花园 所有在乎的英 美 和等国侨民 都被关进了集中营 德国 奥地利的国民 则被陷于提兰桥一带 不足一平方英里的区域范围内 与此同时 日军大肆搜捕抵抗势力 不管是中统 军统还是大赤党 只要是不服从管教的人 捉住以后 格杀勿论 第307章 地下活动 但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情况下 抗日力量还在活动着 比如说李白 李白出生于贫苦农家 从小失学 1925年加入大赤党 1931年6月 进入瑞京同性学校第二期 电讯班学习无线电 毕业后 分配到五军团任电台台长 1934年参加了北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 李白于1937年10月 附魔都负责大赤党秘密电台工作 1939年 按照大赤党的要求 同球会应结婚 1942年9月 李白的秘密电台 被日本占领机关破获 李白夫妇被捕 1943年5月 经过地下党的营救 日本占领机关认定李白的电台 仅是私人电台 因而获保释 出狱后 民国政府看中了李白的电讯技术 将其招入国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 此后李白便潜伏于民国政府内部 这个李白 就是电影 永不消失的电波的男主角李霞 同样的 年近六旬的韩江也没有离开魔都 他离开沙场后 利用公司下发的一年工资 租了一家卖报亭帮地下党传递信息 这一天 秦敌从卖报亭前经过 看见他花白的头发 被冷风吹得发红的面旁 于是停下了脚步 道 给我来几份报纸 韩江猛然看见他 经不住吃了一惊 先生 您怎么还在这里 您难道不晓得 日本人在通缉你吗 秦敌淡淡地道 日本人捉不住我 老韩 你的日子还能过下去吗 韩江点头 还行 家里只有老七 我儿子在西北呢 女儿去了内地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你告诉我 先生 你有没有办法 搞到收音机和发报机 最近日本人查得很严 我们的设备都被搜走了 还牺牲了不少的同志 给我个地址 我今晚送过去 收音机和发报机 情敌都是不缺的 这些东西他从美国进口 一次买50台 还有不少收藏在储物腰带里 那真是太好了 韩江心情激动 匆匆写了张纸条递过来 情敌接过纸条看了一眼 然后转身离去 晚上 韩江吃了一碗咸菜面 哪里也没去 就守在家中静静地等着 他住的地方属于租界的西区 从静安寺往西三里路 那里全是弄堂 大白天都不好找 他担心秦大少爷找不到这种地方 而且摩都西区实行宵禁 只有东区南京路周围繁华地带还开着 韩江想不明白 情敌为什么说晚上来 大白天来岂不是更安全 因为宵禁的缘故 他甚至不敢走到弄堂口迎接 只能老实地待在家里 他等得心交不已 一遍一遍地看时钟 等到八点半 就听见有人轻敲房门 他赶紧走过去开门 却看见情敌一手提一个大皮箱 大摇大摆地站在门口 那箱子很大 乃是三十二寸的行李箱 一手提一个走在路上很招摇 也不知道情敌是怎么来的 韩江看见这一幕 只感到心惊肉跳 他将情敌让进家门 赶紧关上门 透过门缝向外看 生怕有敌人跟着过来 情敌微微一笑 放心吧 后面没有人 当然 没有人 他在空中 一个纵身就飞过来了 就算有敌人看见 也追不上 韩江可不知道这一点 他还趴在门缝里侧耳倾听 这时候 情敌却将皮箱往地上一放 然后打开门 走了出去 韩江想伸手拉他 然而却没有拉住 只能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幕中 他关上房门 又等了好大一会儿 见外面没有动静 才略微放心 然后他打开一支皮箱 发现里面是两台发报机 每台发报机之间都被法币和军票塞满了 再打开一支皮箱 里面有四台收音机 除了法币和军票之外 还有几叠美元 一下子看到这么多东西 韩江的心里感到很震撼 这些东西值很多钱 但也不是有钱能买到 因为日本人控制得很严 所有的收音机都被拆掉了微波 电报机查到就杀头 这个秦先生真是太神奇了 我说要发报机 他就连夜送过来两台 还有什么他做不到的呢 而且这些钱也能派上大用场 他激动的一夜没睡好 睁着眼睛等到天亮 然后早饭也没有吃 但是便急匆匆出了门 下午 他家里来了几个人 将电报机收音机 钱币分开带走了 韩江看着剩下的 两个空空的皮箱 心想 这两个皮箱也不是普通货 卖掉一个就够我吃半年的 秦先生这样的大富豪 竟然愿意帮助我们 简直就是奇迹 他很想将这件事记录下来 可是他不敢留下直言片语 就连那些发报机的来源 他都不敢随便讲 只告诉了魔都敌工部长 刘长生 刘长生1927年入党 曾经留学苏联 从1937年开始 就在魔都坚持地下斗争 也算是一位老同志 这年月能在日军和清白党 双重绞杀中活下来 都是很不容易的事 他接受上层指示 领导魔都的地下力量 潜伏在工厂 学校搜集信息和物资 发动群众 鼓舞大量的热血青年 离开魔都 前往根据地 参加抗日运动 又过了几天 秦迪再次从卖宝廷经过 又一次见到了寒江 寒江十分感激的道 秦先生 谢谢您的支持 上次还没有来得及感谢 您就已经走了 秦迪递给他一个信封 道 国泰药业虽然被我暂时封闭了 但是工厂底下有一个地下仓库 收藏了一些药品和其他的物资 我给你个建议 别在这里卖爆了 去药厂做个看门人 如何 寒江心里 怦怦地跳起来 问道 先生 您的言下之意 我能动用里面的药品 秦迪微微一笑 道 我既然说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 里面的东西 你可以一点点搬走 不过 魔都周围有几道封锁线 你最好别亲自往外送 否则 一旦被查出来 便将性命不保 我知道 多谢秦先生 近处药厂有两条密道 一东一西 都在50米开外 出口处各有一座民宅 这两座民宅 连同药厂大门的钥匙 就在信封里 秦迪做了一番交代 然后拿了几张报纸 不紧不慢地离开了 第308章 地下仓库 第二天 寒江来到徐家会 国泰药业的门口 距离药厂大门还有五六米 便有两个青帮弟子跳出来 老头 你来这里做啥 药厂虽然关了 却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 闲杂人等 赶紧离开 别给自己找不自的 否则打你个鼻青脸肿 别怪我们欺负你 寒江陪着笑 道 我是来看大门的 有人给我工钱 让我过来守着 其中一个年轻稍大的青帮弟子 大约有二十六七岁 上下打量他一样 道 药厂的大门 原本被日本人打破了 上个月刚刚修好 你有进去的钥匙吗 有 我有钥匙 寒江摸出一把钥匙 打开了门上的大铁锁 另一个年轻的青帮弟子 见了这番情景 便露出笑容 退到了远处 年纪稍大的青帮弟子问道 老头儿 你怎么称呼 我叫张纯 是由先生派来的 专门负责在药厂外头巡视 药厂里面不归我管 寒江报了自己的名字 问道 你说的游先生是哪位 张纯一挑眉 你连游龙都不晓得 他是秦爷的得力手下 主管许多房产 谁给你的大门钥匙 寒江道 我原来是跟着孙胜的 前两天见到了秦先生 他给我的钥匙 张纯被吓了一跳 啊呦 失禁了 老先生 你好好守门 如果出了什么事 你大声吆喝 我在外头能听见 寒江问 日本人还来这里寻查吗 日本人早就查过好几遍了 工厂里空空荡荡 就剩下一个空壳子 既然是空壳子 秦家为啥还请人看守呢 游先生说 日本人早晚会离开 等日本人一走 药厂还会复工 所以得看好这片地盘 不能被阿猫阿狗侵占了 我听说 日本人将很多工厂当成了兵营 他们为什么不占据药厂呢 据说 药厂里可能有残留的细菌 日本人忌讳这个 说 待在里面可能会生病 其实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大量的日本兵去了南洋 正在跟美国和远征军交战 还有一部分留守东北 防止苏联突然发动攻击 另一部分则在武汉 长沙 陕西 河北 正在跟清白党和大赤党交战 留守在魔都的日本兵 已经不多了 日本军队为了恢复魔都的经济秩序 在进行一番劫掠之后 便将大部分工厂发还给中国人 希望这些工厂继续开业 只有工厂复工 他们才能攫取到更多的利润 如果大家都不干活 想剥削也找不到源泉 而魔都和周边地区的治安 很大程度靠汪伟政府撑着 日本人主要负责绞杀抗日分子 寒江关上大门 一个人在工厂里四处查看 果然 偌大的工厂变得空荡荡的 很多精巧贵重的仪器都不见了 还有一些粗重的设备留下来 比如说大型培养罐 一拉留三十个 每个都有十几吨 笔直的站在那儿 还有一些锅炉 以及种种无法说出用途的大型设备 除了这些厂房之外 工厂里还有一座办公楼 办公楼只有三层高 地下却有好几层 被间隔开不少的房间 寒江按照秦迪的交代 找了好半天 才进入第三层地下室 然后在一个角落里 打开一个特制的机关 找到进入地下仓库的入口 他走进去一看 发现里面的空间很大 堆着一个又一个箱子 有纸箱 有皮箱 也有笨重的木头箱子 寒江打开几个纸箱 发现里面都是药物 打开一个皮箱 里面有一台发报机 和一台收音机 打开一个木头箱子 里面赫然是手枪和手榴弹 寒江越看越感到震惊 同时也为之欣喜若狂 他看见墙角还有两个立柜 走过去打开门 里面竟然是大量的钱钞 可惜 一多半是重庆政府的法币 再磨都没法使用 必须要去中西部地区才能用 除了这些法币之外 还有美元 英镑 黄金 白银 堆满了两个柜子 寒江骤然看到那么多好东西 一时间手足都为之颤抖 他心想 难道说秦家的财富都藏在这里了 要不然 怎么会有这么多 其实这两柜子 钱财能有多少 秦迪从十五家魔度银行 和九家港岛银行 抢来的钱财 比这两个利贵多百倍以上 秦迪巴不得拿这些钱支援抗日力量呢 寒江却觉得很烫手 还想再去问秦迪 到底能不能动用这些钱 他怀疑自己先前是不是听错了 开展地下工作当然要花钱 没有钱做什么事都很困难 他坐在一个大木箱上 双眼紧盯着柜子 呆呆地看了许久 昨末秦迪先前说过的话 使劲拍打自己的脑袋 我应该没记错啊 秦先生是那样说的 说地下仓库里的东西 即使搬空了也不要紧 他再转念一想 秦家在好几年前 就将关键的企业转移到西部 怎么可能将所有财富留在这里 秦先生既然将这些东西留在此处 还告诉我地下仓库的位置 就是让我来取用的 这也说明秦家的财富好如烟海 而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想到这里 他不由地发出叹息 不愧是民国首富 首屈一指的大资本家 只是露出一只脚丫子 就跟乐山大福的脚一样 他在地下仓库待了许久 然后从另一条密道出来 出口有一座民宅 位于弄堂的深处 倒是不容易被人发现 随后 寒将把这件事禀报给敌工部长刘长生 刘长生前往民宅 从床下进入地下仓库 看到里面的物品 同样感到目瞪口呆 秦先生的手笔令人惊叹 他为革命做出重大贡献 我会将此事通过秘密途径 禀报给宝塔山 数月之后 秦敌拿到一封信 拆开看了看 发出一声感叹 山不艳高 水不艳深 周攻吐鼓 天下归星 这位大神的心胸 果然是无比的广阔 他把这封信 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 类似的信件和字条 他已经有好几封了 他只是想收藏而已 并不准备将来拿出来 第309章 广州湾 1943年3月19日 日军将摩都市交封锁县 移交汪伟市警察局管理 4月16日摩都沦陷后 成立的中华 中联 摩都影院三家电影公司 合并为伪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在此之前的孤岛时期 电影公司拍了很多抗日电影 比如说 《保卫我们的土地》 《八百壮士》 《胜利进行曲》 《青年中国》 《赛上风云》 《还我故乡》 《紧婚歌》等表现军民英勇抗战的影片 以及《民族万岁》等新闻纪录片 1938年有新华 《易华》 《国华》等私营电影公司拍摄影片 随着新华设置的影片 《木兰从军》上映后的卖作 形成了古装片拍摄浪潮 1941年 时装片取代古装片 《新华》 《易华》 《国华》 《金星》等十几家影片公司 出品80多部影片 时装片有60部 《万籁明》 《万古禅》绘制完成的动画片《铁扇公主》 是中国第一部较长的动画片 自从日本人进租界 不久便控制了电影业 成立中联和华影 在四年中拍摄近130部故事片 有宣扬所谓《中日亲善》 《共存共荣》的《春江遗恨》等影片 为迷惑中国观众 也拍摄了不少以恋爱为中心的影片 日本人同样控制了广播电台 电台里播放的乐音 越发的颓废 自暴自弃 卖弄风情 嗲声嗲气 这才是标准的秘密之音呢 这时候 李景辉听从情敌的劝告 早已离开了魔都 前往马来西亚隐居去了 他旗下的明月歌舞团 一部分签约电影公司 一部分成了百代公司的签约歌手 与李景辉一样著名的 还有一位陈歌星 也是中国近代流行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 陈歌星跟百代公司也有合作 他是一位受争议的人物 由于被困在魔都 不得不进入汪伟政府直属的 华影音乐部工作 在其作品中 出现了为日本侵略者唱赞歌的内容 后来他在日本投降后 还创作很多好歌 其中一首就是 每逢喜庆节日 就被畅想的贺岁歌 每条大街小巷 每个人的嘴里 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 原本他还有一首歌 《玫瑰玫瑰我爱你》 因为是爵士乐 传到美国成了流行歌曲 版税据说过百万美元 可惜解放后中美之间关系破裂 他没法出国去要这笔钱 1943年 汪伟政权在魔都还干了一件事 倒不能说是坏事 陈公伯命令修改马路名称 全是240条以外国人命名的马路 全部改用以中国地名命名的新路名 从此之后 霞飞路被当路 艾多亚路 这些名字都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 这是很有必要的 比较而言 直到21世纪 香港还保留太多的扬名地标 所以 汉奸文化难以跟除 1943年 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的一年 1月18日 苏军在列宁格勒发动反击 突破德军封锁线 2月2日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投降 德军保卢斯元帅及9万人被俘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 4月18日 美国海军击毙日本联合军队总司令山本56 5月13日 在北非的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向盟军投降 7月10日 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 7月12日 苏德两军与普罗霍洛夫卡展开历史上最大规模坦克战 共投入坦克千余量 双方军伤亡惨重 7月25日 意大利发生政变 本尼托 莫索里尼被捕 而在中国 大赤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 正在不断的发展壮大 而在南方的清白党 却由陶西盛直辟清先生的名义 《中国之命运》 一书 这本书伪造和土改中国历史 歌颂封建主义 暗示两年内要消灭大赤党 它的出版是为发动内战所做的的舆论准备 正面战场上虽然处于相持状态 但在1943年3月 广州湾被日本占领 这个广州湾并不是广州 广州已经在1938年沦陷了 广州湾相当于后来的战江市 在1899年11月16日 由于法国与清政府签订的 中法互定广州湾租借条约 成为租借地 是历史上 法国在中国大陆中最大的租借地 总面积1300平方公里 自从中日战争爆发 中国沿海的南京 上海 广州 海南 香港等港口城市相继沦陷 海上交通基本被切断 广州湾成了当时 中国唯一可以自由通商的港口 而广州湾到广西柳州的公路 已经沟通 内地所需物资均由广州湾转运 一跃成为出入中国的商业重镇 和航运中心 仅航使香港一线千吨以上的轮船 就有20多艘 并造就了徐爱州等一带船王 由于各地游资汹涌而至广州湾 各类大酒楼 洋行 银号 百货 杂贷 金铺 剧院 无常等各行各业 应有尽有 商业蓬勃繁荣 广州湾商业鼎盛时期 仅短短几百米的中心 街有名有号的店铺就有161家 有第二香港支撑 即至1943年日本宣布进驻 全面接管广州湾 拘禁了全部法国官员 又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 一时海外交通断绝 商场顿成惶恐不安状态 从各地逃难来广州湾的商人 开始各选归途 在广州湾经营大商号 银庄等的大商家陆续返回原地 广州湾商业便开始走向下坡 渐驱冷落 顾如虎从缅甸撤军回到云南之后 并没有接着参加第二次远征军作战 而是奉命前往广西驻防 3月下旬 他接到大伯顾朗 从广州发来的求救信 便亲自率领一个团的精锐部队 咒服夜出 悄悄潜入广州湾 此时 驻守广州湾的日军 是以第48师团山田连队为主 组成的混成第23旅 约6000人 由旅团长和边线狼指挥 4月9日 美国陆军航空军 从云南的空军基地 派遣9架战斗机 夜袭日本驻广州湾的海军炮船 和广州湾日军驻地 战斗机贴海面掠过城市上空 炸沉日本的舰船 轰炸机继续轰炸日军军事设施 顾如虎趁此机会 率部突袭广州湾 他趁着夜色 身先士卒 杀入敌营 一口气斩杀了数十名日本军官 重伤旅团长和边线狼 但因为部队人数较少 又不熟悉地形 所以未能扩大战果 等到后半夜不得不退出 顺势就走了固了 还有一些被日军封锁在租界的百姓 这次突袭 给顾如虎又添了几道枪伤 此后 他只好老老实实地退守广西 然后抽时间前往九寨沟修炼 第310章 入室悟导 再回到魔都 5月3日晚 燕雪拿了几页笔记递给秦迪 道 先生 这是最近几天 我在凤凰城间听到信息 也不知道哪些有用 秦迪接过来看了看 赞道 很好 辛苦了 燕雪抿嘴笑道 一点都不辛苦 我坐在凤凰城的顶层 能听见包括百恶门在内 周围八百米内的声音 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 信号复杂 相互叠加 对修炼断神诀有好处 秦迪微微汗手 道 对于修真人而言 大都选择避世隐居修炼 而我们却没有这样做 不但没有避世 反而主动介入一部分人间纷争 你知道是为什么 燕雪面带微笑看着他 听他继续说下去 秦迪道 因为修仙的旅途极其漫长 在走上这条仙路之前 必须品尝人间的苦辣酸甜 将修仙的基础打得十分坚实 你看这个仙字 一边是人 一边是山 说明人是仙的根基 没有人就没有仙 整个宇宙三十六重天 又分成六界 最底层 最重要的是人间界 修仙的关键是掌握天道法则 而天道法则遍布于人是间 如果不掌握这部分法则 就没法在仙路上走得更远 一般的仙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选择避世隐居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进阶很快 然而到了一定地步 将会遇到门槛和沟壑 再也无法跨越过去 只有极少数的大仙才明白 在人间界多融入社会 多了解民生疾苦 懂得苦辣酸甜 才能打下坚实的基础 将来的仙路才会顺畅 正因为这个缘故 很多大仙才会放出分身 前往各界 锤炼自身 经过千锤百炼 然后才能成为金仙 燕雪问 先生 天道法则究竟是什么东西 情敌道 天道法则就像牛顿三大定律一样 遍布于宇宙万界 天道法则有数目吗 有 三十六重天 总共三十六万大道 大道是总纲 每一条大道之下 还有许多细密的法则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修真人不能高高在上 必须虚怀弱骨 将自己潜藏于百姓之中 了解各个阶层的心思 才能海纳百川 掌握细密的法则天网 而且 修仙不能走得太快 步子太大 容易扯着 应该张弛有度 每进一阶 都要停下来 消化吸收 然后再继续进阶 正因为如此 我们不能待在小世界 一口气修炼数十年 那样远离人世 欲速则不达 燕雪若有所思 如此说来 我应该多出去转转 先生 我想去仙师公司做收银员 去沙场里做女工 去舞厅做歌手 每个角色都尝试一番 你看好不好 情敌点头认可 很好 我先传你 金仙大道哥 你只要领悟透了 有助于解析大道法则 如此以来 深入人间 才可以事半功倍 你仔细听好了 金仙大道浩浩然 天条从来触凡间 比如闲触用功夫 争似泰然做大定 赵体长生空不空 灵剑寒天荣万物 三十六万为大功 阴阳节后在其中 蒸容关脉变金骨 处处光明无不通 西年云雾深遮蔽 今日相逢道眼开 此非一朝雨一夕 是我本真不是术 兼藏骏便处聪明 收眷精神做鱼鲁 兼心一致任前程 大道于人终不负 燕雪凝神倾听了一遍 将其牢牢记在心里 然后回到房间 闭目思索惊异 黄道婆木位于 华金镇东湾村 民国时期 这里成了乱葬岗 5月7日上午 大约十点半 忽然来了两辆卡车 其中一辆车上 有二十多个伪军 另一辆车上 除了五个伪军外 和两个日本兵外 还有四名五花大榜的囚犯 在这两辆卡车的前后 各有一辆偏三轮 坐着四个日本兵 在四名囚犯中 包括一名女子 名叫黄英 大约有三十几岁 披头洒发 满面血污 然而目光中 却透着坚定的神色 并没有因为 快死了而崩溃 他的目光 看着不远处 同样被绑的男子 张川 目光中 闪现出柔和的情绪 他心里有些后悔 如果我再小心一些 就不会被敌人尾随来到家中 不但搜出了电台 还连累到他 然而此时此刻 他没法说出一句话 只能用愧疚的目光 望着对方 张川身上皮开肉绽 却用温序的目光望着他 意思是说 你我夫妻共赴皇权 我心里很满足 正在这时 忽然听见 砰砰砰砰的枪响 两人又惊又喜 心道 莫非是我们的人 前来冒死营救 虽然这里比较偏僻 但是距离日军的驻地 并不远 外围还有三道封锁线 所以在这里劫阀场很危险 他们看不见 卡车外面的情形 听枪声并不密集 只有五六声而已 然而卡车却嘎然止 很快的 车帘被打开了 一个猛面女子跳上车 一掌一个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两个日本兵打死 五个伪军全部打晕 然后将他们踹下卡车 猛面女子伸手解开黄英身上的绳索 道 就坐在车里 莫要下车 声音清脆 停在黄英耳中 如闻天籁一般 黄英忍不住问 同志 你是哪部分呢 蒙面女子不吭声 转身出了卡车 进入驾驶室 黄英匆忙帮张川揭开绳索 然后掀开车帘向外看 他看见两辆偏三轮上 四个日本兵都倒下了 另外一辆卡车停在路边 也不知道上面的伪军是否还活着 随后 他看见一个男子 从那辆卡车上跳下来 他的脸上闪着奇妙的金光 让人看不清面目 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 那男子快步走过来 上了这边的卡车 然后开着车 驶向魔都市区 不到二十分钟 卡车停下来 蒙面女子让黄英等人下车 然后那辆车又被开走了 黄英和张川 还有两位大赤党员 跟着蒙面女子进入一座宅院 这座宅院位于徐汇区的弄堂里 距离国泰制药厂不远 蒙面女子道 你们在这里休息养伤 过几天再送你们出去 黄英还想再问对方究竟是谁 然而 那蒙面女子二话不说就走了 黄英和张川都有些迷糊不解 感觉对方不像是自己的同志 要不然不会这样 总要握个手 说一句同志辛苦吧 宅子里锅碗瓢盆都不缺 还有几袋大米 一箱药物 几个急救包 纱布 药棉全都有 于是 四个人在宅子里暂时住下来 黄英和张川 跟另外两位同志并不熟悉 他们也不敢多说 生怕对方是敌人的奸行 第311章 究竟是谁 此后一连三天 宅子里静悄悄的 连一个进来的人都没有 第三天晚上 另外两个同志心里犯的一步 悄悄溜出去不见了 黄英问道 我们怎么办 是走 还是留在这里 张川受伤比较重 说道 再等两天 我现在走不动 这件事很奇怪 救我们的究竟是谁 不知道 这两个人很厉害 你想想 六个日本兵 再加上二十多个尾军 竟然被两个人收拾了 这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吗 如果换成我们的人 至少要三十个战士 事先埋伏好 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是啊 所以我越想越觉得奇怪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如果不是我们的同志 那会是什么人呢 怎么会冒着生死危险救我们 我也想不明白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不像是日本人的圈套 要不然不会当着我们的面 杀六个日本兵 又过了两天 张川身上的伤势略有好转 已经能勉强行走了 他们正在商量今后去哪里 忽然间 门自动开了 从外面走进来一个年轻人 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 相貌英俊 双目有神 身穿鼻挺的西服 显然不是普通人 张川惊讶地望着对方 不知该如何称呼 先生 您是? 年轻人微微一笑 道 我姓秦 偶然听说两位蒙难 便从青帮请了两位高手 将你们就出来 啊 秦先生 是你救了我们 怎么样 伤势好了没有 好的差不多了 多谢救命之恩 你们是想继续潜伏在魔都 还是撤到江北去 张川和黄英对视一眼 道 我们暴露了身份 已经没办法继续潜伏了 所以想去江北 年轻人道 那好 明晚 我请人送你们过家 黄英道 先生 您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救我们呢 年轻人道 早在多年以前 我命人将一封信 丢到你家天台上 要想知道我的身份 等将来见到李部长 自然就明白了 听见这话 黄英的心 砰砰跳起来 啊呀 原来是你 可是 这个 到底是谁 他还是不太清楚 他看着对方年轻的面庞 心里还有一些怀疑 怎么此人这么年轻 如果真是那人 不该这么年轻才对 可如果不是那人 又怎么会说起多年前事呢 这时候 年轻人忽然递过来一个玻璃瓶 笑道 我看你们受到的折磨太重 精神状态还没有恢复 这里面有几颗安眠药 吃完晚饭以后 每人吞两片药 蒙头睡一觉 明晚天黑送你们走 啊 我们不用安眠药 也能睡着 这些年 每天提心吊胆 早就已经习惯了 这是美国进口的安眠药 能加速血液循环 有助于伤口快速恢复 那好吧 我们按照你说的做 当天晚上 他们吃了安眠药 迷迷糊糊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第二天早上一睁眼 就到了江北的泰州市郊 出现在一家偏远的小旅馆里面 两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两片安眠药 怎么能睡这么死呢 其实 安眠药只是借口 情敌转移人的时候 还动用了别的手段 黄英越想越觉得惊心 忍不住说了句见鬼 张川叹了口气 道希望将来见到李部长 能够解开这个谜团 忽然间 黄英看见床头 有一个黑色的皮包 咦 这难道是秦先生给我们准备的 他把皮包拿过来 拉开拉链 看见里面有一叠法币和军票 两把伯朗宁手枪 还有几张地图 他在惊喜之下打开地图 赫然发现 除了江北的地图之外 还有一张日本宪兵队 魔都地区管辖图 一张日军处方炸药分布图 和一张日伪军封锁线示意图 这让两人愈发感到震惊不已 张川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 胆紧离开这里 去苏北 这些地图 比我们的性命还重要 半个月后 两人辗转来到新华军驻地 将图纸上交到弥谷将军手里 弥谷将军看了地图 经不住拍案叫绝 很好 有了这些地图 不但更容易进入魔都 还能让我们大展身手 他将张川和黄英叫过来 询问得到地图的经过 辛苦你们了 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同志 才得到这些珍贵的地图 张川答道 这是一位性秦的先生 送给我们的 哪个性秦的先生 直到现在 我俩还是一头雾水呢 你把事情详细说一遍 黄英仔仔细细地描述了前后经过 甚至还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对方的笑象 弥谷将军也同样感到诧异 咦 你的画迹有几分火候 此人怎会这么年轻 如此年轻便能调动青帮高手 那他会是谁呢 也罢 待我电传情报部李部长问他是否知晓 不久 电报有了回复 上面只有个三个字 秦大哨 按理说 作为大赤党人 不该用这样世俗的字样 可是李部长为人谨慎 害怕走漏消息 所以用秦大哨三字来说明一切 弥谷将军看了电报 略微舒了一口气 笑道 既然是此人出手 那么这些地图都应该是真的 黄英心仰难耐 求将军告知 到底是谁救了我们 要是解不开这个谜团 我们一辈子心中国难安 弥谷将军将电报内容给他们看了 道 此事牵连甚广 切莫走漏消息 张川睁大了眼睛 原来是他 他的名字再磨都很响亮 鬼子正在通缉他呢 没想到他还敢留在城里 简直不要命了 黄英心里忽然一动 将军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但是又吃不准 什么感觉 你说说看 刚开始的时候 就我们的两个人 一男一女 女的蒙面 男的没有蒙面 但是脸上像涂了一层金粉 闪闪发光 让人看不清楚 后来秦大少来见我们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身形 跟那位面涂金粉的人 有三分相似 张川先开口道 我怎么没看出来 黄英道 我的舅舅 是魔都美术院的老校长张玉广 我在幼年时 跟他学过校像话 所以看人与众不同 弥谷将军陈寅道 如此说来 这位秦先生 竟然武功高强 张川忽然道 我在魔都多年 偶尔听青帮的人喊他秦大爷 弥谷听了 反而微微皱眉 心道 此人身份越来越复杂了 身为民国首富 却跟青帮流氓搅在一起 黑白两道都能如鱼得水 一面给青白党捐献200架飞机 一面想方设法帮助我们 他到底在想什么 不过 这方话 他没有说出口 身为将军 不能轻易下结论 无论如何 秦大少都为抗战出了不少力 至于说将来怎么对待他 且待将来交给上级领导决定 弥谷望着二人道 既然你们回不了魔都 那就留在新华军中 帮忙整理情报工作 张川和黄英当即敬礼 是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第312章 五帝心法 从五月中旬开始 燕雪就早出晚归 改换了外在容貌 天天在外面转悠 体会人生百态 这时候 大街上的日本兵已经不多了 魔都暂时恢复了平静 但是物资开始变得紧缺起来 物价飞涨 大米暴涨到每时2100元 汪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规定所有棉纱棉布 由商业统治总会同买 不得拒绝或妨碍 粮食限量购买 美人只能买半生米 另加杂粮半生 开始实行贫户口挣购食盐 对肥皂 火柴等日用品实行配给 甚至规定 套鞋需在雨天购买 球鞋 跑鞋需在晴天购买 另外 委市政府还发出公告 规定全市饭馆94的营业时间 为下午5时至晚上11时 五场营业时间不得超过晚上12时 老实讲 这个公告很奇怪 为啥饭店只能晚上看 中午和早餐不做了吗 原因就是物资缺乏 饭店里也没有余粮供应了 五场为啥必须在晚上12点关门呢 一则因为缺电 二则限制抗日分子的活动 这天下午 燕雪经过一家粮店 看见外面排了好长的队伍 每个人只能买一点点粮食 他停下脚步 在那里看了一会儿 忽然间 他看见一个中年女人 身穿一件暗淡的蓝布旗袍 头上没有发饰 面色离黑 身后还跟着个六七岁的小丫头 燕雪为之一正 这不是大姨朱灵吗 怎么落到了这般甜点 看上去 她的日子不好过啊 朱灵原本住在苏州 丈夫郭立正是财政局的官员 自从1937年813抗战爆发后 他们带着儿女 从苏州逃难来到摩都 原本想投奔母亲柳青 和兄弟朱泽铭 朱泽端 没成想一个亲戚都没找到 因为情敌提前一步将外婆 大救朱泽铭 小姨朱敏送到重庆去了 而朱泽端则去了美国 所以朱灵再摩都没有依靠 就连父亲留下的房子 都换了主人 她去问了那家主人 人家说是从一个名叫 游龙的房产 钱客手里租的房子 她又问 游龙是什么人 怎会有我家的房子 对方只是摇头 不晓得 朱灵没有办法 只好样样不乐地回去 后来 郭立正在摩都找了份工作 他们的儿子郭凯雷也找了差事 女儿去商店做销售役 才在摩都暂时立足 他们逃难的时候 带来一些经营细软 经过六七年的消耗 都已经花光了 没办法 摩都的房租太贵 所有物价都在飞速上涨 很多人家都挤在一起住 朱灵刚开始顾及身份 不愿意跟人合租 所以 入不敷出 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燕雪并没有转身就走 因为她出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观察民生 这对她而言 也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她知道 秦迪不喜欢这个亲戚 但是事情 已经过去了十年 秦迪也不至于 将这样的小人物 怀恨在心 如果心里 一直惦记着怨恨 岂不是活得太累了吗 燕雪去不远处的暴亭里 买了份杂志 躲在树荫下 不紧不慢的看起来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 朱灵才买到粮食 满头大汗的从人群中走出来 她身后的小姑娘满脸通红 显然快热的不行了 奶奶 我口渴 啊 口渴忍着点 一会儿就到家了 燕雪一直跟着他们 穿过几条大街 来到一个弄堂里 弄堂很狭窄 两边都是平房 拐角处有一家杂货铺 燕雪走进杂货铺 看见店里物品并不多 只有劣质的烟酒 杂货 日用品 店家是一个老太太 头发花白 看见有人进门 赶紧问道 姑娘 你想要点啥 燕雪随手拿了张过期的年画 递上去十元的军票 借机攀谈起来 通过一番询问 她渐渐了解到 朱灵的老公郭立正 两年前被日军炸弹炸死了 目前跟儿子郭凯雷住在一起 女儿已经出嫁了 平日里很少回来 而郭凯雷的媳妇是魔渡本地人 作为小市民 原本就对婆婆很挑剔 再加上 家境每况愈下 恨不能将婆婆踢出去 如此以来 朱灵的日子就很难过了 不过 这也是人间常态 几乎一半的人家 都存在婆媳矛盾 燕雪并没有主动登门 事后也没有跟情敌提起 就当从来没见过这个人 六月初 两人又去了武夷洞天 武夷洞天虽然小 但是每隔半年时间 都会积聚不少的灵气 够他们快速修炼一个月 一个月后 情敌进阶驻鸡第六重 燕雪也到了驻鸡第五重 作为驻鸡修士 功力每提升一阶 实力增强一倍 以情敌现在的功力 一步跨出就是十余里 双臂用力能举起火车头 他能控制飞剑 百丈外取人手机 平常他不用飞剑 宁愿用枪 那是为了掩人耳目 燕雪虽然到了驻鸡第五重 但他的手段比较有限 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 这一天 情敌梅在修炼 对燕雪讲道 你有水木灵根 在整个修炼的初期 进阶临仙之前 都要将主要精力 集中在水系和木系功法上 我先为你讲一讲 这两系功法的渊源 燕雪静静地坐在不远处 双目澄澈望着他 情敌道 仙家功法浩如烟海 但他的根基不外乎阴阳 五行 从阴阳来说 演化出魔道两派 魔门 鬼修专修阴气 道家仙人专修阳气 从五行而言 演化出五位顶尖的先帝 分别是青 赤 黄 白 黑五位帝君 他们分别传下木火土金水 五种心法 在这五种心法的基础上 又衍生出千万种功法 木系功法源于清帝 清帝就是传说中的福西 他创立清帝宫 传下的基础功法 为青龙诀和神木诀 水系功法来源于黑帝 就是五帝中的专虚 他传下了弱水心法和北明神功 我以前传你的基础功法 便出自这两位先帝 自今日史 我传你青龙诀和弱水心法 燕雪当初在三江园得到一团灵水 在修炼了弱水心法之后 可以将灵水化作水墓护照 也可以化作水剑 每一滴灵水都相当于一只无形的飞剑 既可以伤人性命 也可以暂时留在对方体内 化作生死符 掌控对方的一举一动 当初他得到的那一团灵水 总共有72滴 随着功力的提升 灵水也可以吸取灵气 或者吞噬别的灵水 不断壮大 提升自身的等级 灵水分成天地玄黄四阶 每一阶又分成上中下三瓶 最高是天阶上瓶 如果超越了这个层次 则是先阶一瓶 再往上可达到先阶九瓶 至于说青龙诀 则分成枯木逢春 春风化雨 呼风唤雨 风雨如晦 能修出青龙法相 然后转化成九天风雷 这两种功法都学无止境 能一路推升到先帝的 秦敌前世 虽然是先帝 但他也是站在前人肩膀上 艰苦努力 一路走向巅峰的 五帝宫的心法 属于九经考验的先法 拿来做基础很合适 如果一上来 就传授最高深的功夫 十个年轻人 有九个会走火入魔 第三百一十三章 笑天犬 七月十五日 两人从武夷洞天出来 不景不慢地徒步前往重庆 一路行来 他们发现 尽管战争导致生灵涂炭 但是老百姓 依然在田间辛苦地劳作 中国的老百姓充满了任性 只要坚持活下去 终究会有希望 在经过南昌的时候 秦敌看见三家电 机场上 停着二十几架日军飞机 于是他停下了脚步 等到天黑 燕雪 负责打碎机场四周的探照灯 秦敌悄悄潜入机场 将两架运输机 十架战斗机和十架轰炸机 收入那须葫芦 然后不声不响地离去 整个过程没死一个人 秦敌已经不想再杀人了 因为他是驻击第六重 对于凡人而言高高在上 如果再出手大肆杀戮 老天会看不过眼 说不定还会降下天雷 上一次 他在驻击第五重遭到雷劈 就是因为击沉了三艘航母 累计害死两千人 所以老天想劈死他 两人做完这件事 然后继续向西 途径龙虎山 秦敌对龙虎山有些兴趣 因为这是一座名山 是道教七十二伏地之一 龙虎山为道教正一道天师派祖庭 张道陵于龙虎山修到炼丹大城后 从汉末第四代天师张圣史 历代天师华居此地 守龙虎山寻仙秘书 做上清宫眼教部画 居天师府修身养性 世袭道统六十代 义士严守一千八百余年 他们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重奉和册封 官制一品 魏吉人臣 形成中国文化史上传成世袭南张北孔两大世家 可惜秦敌在龙虎山周围转了许久 也没有找到隐藏的小世界 小型的灵脉倒是找到一条 正是因为有一条灵脉的缘故 龙虎山周围风景秀丽 碧水单山 树木葱绿 河水清澈 适合于道士修炼 龙虎山地区在道教兴盛时 先后建有十大道工 八十一座道观 五十座道院 十个道庵 其繁荣景象可见一斑 然而自旱至今 桑海迷长 多数公冠早已废品 保存者唯有天师府 最后他们来到天师府 天师府坐落在江西贵西上清镇 南朝琵琶峰 面临上清河 北以西华山 冬聚大上清关二华里 西离龙虎山主峰十五里许 整个府地占地二万四千多平方米 规模宏大 雄伟壮观 建筑华丽 工艺精致 院内豫章成林 古墓参天 农荫散绿 环境清幽 秦敌和燕雪纵身跳进院墙 大摇大摆的闲逛 因为天师府太大了 来往的人员很复杂 所以一路走过去 也没有人拦阻 他们除了家庙 私地 大唐 赤书阁和位于书屋 没进去之外 其他的地方都走了一遍 先后看了悬坛殿 真武殿 提局署 法传局 赞教厅 万法宗坛 观星台 林之园等处 然而这里 也同样看不到小世界 动天伏地的影子 最后 秦敌在那凉具的门口 看到一只浅黄色的母狗 握在地上 还有七只小狗 正在吃奶 他的目光从那些小狗身上掠过 忽然间 他的眼前一亮 咦 这条小狗 有点意思 他二话不说 伸手将一条小狗抓过来 在地上丢了几块银元 对燕雪笑道 快走 免得被人拦住 还得多费口舌 燕雪看那只小狗 颜色金黄 大大的眼睛 两只耳朵长在头顶上 略微向前方塌陷 根本没有一点凶悍的样子 反倒显得娇憨懵懂 分明是一只不错的宠物 两人出了天师府 那只小狗 也没有叫一声 好像认准了秦迪是他的主人一般 燕雪问 先生 你从来不养狗 怎么今天赚了心子 秦迪笑道 我不养狗 是因为狗的寿命太短暂 不过二十年 就到生命的尽头 对我们来说徒增伤感 那么 这条小狗与众不同吗 没错 这条狗很稀罕 狗跟人一样 也可能产生灵根 如果加以培养 可以突破受限 变成灵犬 仙犬 我们先后走过很多地方 为何以前没碰到灵犬呢 因为天地间灵气匮乏 灵犬变得极其稀少 即便有几只偶然诞生 也因为缺乏调教 无法自行开灵 还是不能突破受限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地球上连妖兽都没有 搁在数千年前 人间是有妖怪的 什么是妖怪 草木 也受吸收天地精华 走上修真路 道有了一定的境界 就能转化为妖怪 除此之外 还有山精 幽灵 游荡于天地之间 可惜 因为末世的缘故 这些东西都基本绝迹了 秦迪还有一句话没有说 再过几年 等到新中国成立 天道易改 神舟大路不许成精 所以必须在此之前 帮这条小狗开灵 燕雪接过巴掌大的小狗 拖在手中轻轻抚摸 问道 先生 这是什么品种 秦迪微微一笑 这是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土狗 又叫中华田园犬 古诗云 左千黄又秦苍 那个黄字 说的就是他 而传说中的孝天犬 便出自这个品种 燕雪笑道 哪有什么孝天犬 那只是神话而已 秦迪梅之声 因为他前世 不但见过孝天犬 还亲自施展落日见绝 将羊二郎的孝天犬给猎杀了 他亲手毁灭了一个神话 所以想再造一个神话出来 他望着那条金黄色的小狗 道 从今以后 这条狗就叫孝天犬 燕雪玩耳一笑 好吧 那我也这么叫他 他们一路向西 经过长沙 此时的长沙 并没有被日军占据 围绕着长沙城 中日之间已经进行了三次大的会战 中国动用120万军队 日本动用40万军队 双方反复厮杀 鲜血洒满三香大地 战后统计 中国阵亡和失踪的将士 93944人 日本伤亡11万人 具体的数字或许会有出入 但长沙会战是正面战场取得的胜利 长沙会战的胜利粉碎了日本消灭中国军队主力 以战迫降的战略目标 有力地保卫了湖南广大地区和我国西南大后方的安全 稳定了湖南局势 第314章 乌山洞天 从长沙往西 两人徒步跋涉于三峡南岸 秦迪已经坐船穿过三峡很多次了 但是从未徒步行走在这里 因为有船不坐 类似于傻子 然而徒步有徒步的妙处 只有一步步走过去 才能更好的领悟大好河山 两人在崇山峻岭之间穿行 越是风景秀美的地方 越要驻足观察 乌山十二峰 每一处都有小微型灵脉 合在一起构成了风景绝美的区域 神女峰的对岸有一个青石镇 边上有一条小溪 换作神女溪 神女溪 溪长15公里 水面湍急 溪浅倒窄 其中有10公里为人际罕至的原始山谷 乌山十二峰之翠平 飞凤 起云 上升 静潭五峰 齐步溪水两岸 神女溪中游 内侧南岸是上升峰 西北是起云峰 风鸾叠翠 云遮雾绕 江流区四九回肠 多处山重水 富夷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乃峡中之奇峡 井中之绝景 神女溪虽为乌山之溪 却似桂林离江之水 静绝 清绝 绿绝 游览期间 切意书心 驻族神女溪边 举目遥望上升峰 东南侧刀披腐血般的万丈摩天绝壁 乌山云三个大字 清晰可辨 秦敌纵山上 来到近处 观看那三个字 却发现 这墨宝并非人为 而是宝金风雨的青灰色 崖壁上显现的鹤黄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对燕雪说道 此处有些古怪 明明灵气丰富 然而却找不到外露的灵脉 似乎被人以法阵锁住了 你我仔细探查一番 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燕雪点头 好的 反正附近料无人烟 我们慢慢找便是了 两人在附近找了许久 最后在石壁上发现了机关 就在乌山云三字的附近 转过一块巨大的岩石 隔着二三十丈 还有一个淡淡的羽字 秦敌将手搭在那个羽字上 闭目凝神 以灵气疏导后面的机关 过了一会儿 石壁上忽然打来一个门户 进入门户 后面是一个圆形的洞穴 石壁很光滑 有些地方略有起伏 看上去不像是人工开凿出来的 到似有人从外面一拳 打进了大山的内部 对于这种景象 燕雪已经不觉得奇怪了 因为古仙人想方设法构筑小世界 不管藏在哪都很正常 秦敌走在前面 大约走了二十多米 前面有一道重于万斤的断龙石 他奋力将断龙石拖起来 后面还有新的涌道 再往前走 前面的涌道越来越开阔 而且有淡淡的黄光透过来 再往前 出现一层厚厚的阵膜 仿佛乳白色的胶质一样 将前面的路挡住了 秦敌取出一口飞剑 按着阵膜的纹理 挥剑斩下去 然而 飞剑竟然被反弹回来 根本没有切进去 燕雪也试着取出飞剑又砍又刺 同样无法刺入分毫 转头一看 秦敌非但不见烦恼 反而开心的笑起来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灵阵了 而是属于保镇的范畴 既然能支撑保镇运行 说明里面至少有一条大型灵脉 燕雪也跟着欣喜 问道 先生 我们能打破保镇吗 秦敌伸手抚摸着阵膜 能够感觉到气机流转 仿佛那阵膜是活着的一样 过了一会儿 他开口说道 阵法分成灵阵 保镇 仙阵 神阵 每一种又分成九阶 按理说 我们只是助击修饰 暂时破不开保镇 只有到了原因境界才能闯进去 不过 我对阵法有些研究 让我来想想办法 秦敌这样说 分明是自谦之词 他前世精通丹 气 福 阵 每一项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如果他此刻是精丹真人的话 可以施展窃镇之法 破解这样的保镇 不过 他现在只是助击修饰 因为境界的限制 想要破镇并不容易 他略意沉吟 将掀器九顶取了出来 此时的九顶 只有一尺高 开口的地方不过五寸 他喝令一声大 将其放大到三尺高 直径一尺五寸 然后抱着九顶 直接将顶口扣在镇膜上 他的一只手在顶底轻轻扣机 然后就见那厚厚的镇膜 融化在宝顶中 留下一个直径一尺半的孔洞 快走 情敌一面招呼燕雪 一面纵身跳了进去 燕雪也跟着跳了进去 回头再看 镇膜上留下的孔洞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 不到十几个呼吸 很快又恢复原样 燕雪感到惊奇 此时来不及细问 转头看时 就见前方出现一个动天世界 这个小世界 比铜摆动天大多了 他不但一眼看不到边 而且地势高低起伏 有山有水 森林密布 远处高山上 还有一座闪闪发光的宫殿 情敌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感到这里的灵气很丰富 比铜摆动天强了数十倍 在这灵气匮乏的末世 能找到这样一个灵气极为丰富的地方 简直就是奇迹啊 他纵身向前方飞去 才飞出百余杖 就看见 地上有几具妖兽的骨架 其中有一条二十丈长的蛟龙 还有一头高大的巨兽 看上去好似猛马像 除了这些大型的妖兽外 还有狼虫虎包的骨架 那些骨架的身子保持完好 头颅都有个圆形的窟窿 看上去好生奇怪 再往前 围着那座高山 还有一层残破的红色大阵 看到这层大阵 情敌经不住道西 一口冷气 一 此地越发不凡了 燕雪问 怎么了 这道残阵 有什么说法吗 情敌解释道 如果是灵阵 往往只有蒸腾的雾气 并没有实质性的阵膜 只有宝阵以上 才有乳白色的阵膜 而仙阵 则有红橙黄绿青蓝子 等多种颜色 这道红色的残阵 原本是一阶仙阵 这简直出乎我的想象 它纵身飞上山巅 逼近那座闪光的宫殿跟前 放眼望去 山巅有一块平地 正中有一座六角形的宫殿 左右两侧各有一个高台 左侧高台上有一个环形突起的圆盘 上面刻满了复杂的阵法 情敌面线喜色 道 有意思 这是一种半仙阶的传颂阵 能将白日飞升的难度 降低八成 因此它又叫生仙台 我们头顶的穷龙 被人打开了一扇天窗 等到修炼原因后期 可以从这里破空飞出去 第315章 勾心斗角 情敌又纵身来到右侧高台上 看见那里有一个清浴床 床头写着三个字 云梦台 至于说 这云梦台是什么东西 他一时半会儿也搞不清楚 情敌走入宫殿 看见殿内很宽敞 然而 陈设很简单 不知道里面的东西 是被仙人搬走了 还是住在这里的仙人 崇尚简朴 不喜欢俗物 整个大殿分成十几个房间 情敌匆匆走过 既没有丹炉 也没有飞溅 更没有仙丹 只在一间屋子里 找到一些御简 还有半夜残损的金书 金书是仙人储藏工法的载体 类似于加密磁盘 以情敌的功力 暂时还看不了 他迅速阅读一枚眉的御简 想要了解这处洞天的来历 燕雪则在店内 那些个房间里仔细搜索 过了许久 他找到了地下室的入口 走进去一看 发现里面还躺着一具夭兽的骨架 并不是森然白骨 而是色成银白 闪闪放光 上面满是奇怪的花纹 兽骨的边上 则是小世界的控制机关 几条灵脉盘跟错节 被锁在那里 燕雪不敢乱动 于是叫来了擎笛 擎笛看见那副骨骼 经不住眼前一亮 这是一只蟹智 跟麒麟类似 它不是妖兽 而是被人驯化的灵兽 它能变是非曲直 能分善恶中间 这只蟹智的等级不低 似乎踏入了原因层次 可它为什么死在这里 这就比较奇怪了 燕雪忽然问道 外面那些死了的妖兽 几乎有一半 头顶有一个碗大的窟窿 是不是被它头上的脚撞死的 看形状应该是 蟹智只有一只脚 因此又叫独角灵兽 先生 即便是古时候 蟹智应该也很少见吧 没错 我刚刚读到一些预见 大体知道洞天的来历了 这里隐藏着一段故事 我原本还有怀疑 如今看见蟹智的骨骼 我才算相信了 秦帝一面说着 一面从地上捡起三尺长的独角 仿佛象牙一般光滑明亮 然后接着说道 说来话长 这故事牵涉到几个上古人物 除了窑 顺 宇之外 还有一个人便是高窑 话说大宇家世显赫 宇之父曰滚 滚之父曰帝专虚 专虚之父曰昌义 昌义之父曰皇帝 五帝中除了顺以外 其他人都是大宇家族的成员 所以大宇天生带有贵族血统 但大宇的父亲滚 却遭受了不寿之劫 被摇集于羽山 摇在地位 洪水泛滥 当时有三个善于治水的人物 分别是滚 贡公和欢多 后来摇老了 顺为了上位便施展诡诀手段 故意怂恿摇 把对其地位有威胁的贡公 欢兜 三苗都流放边疆 而且还把治水功臣滚给杀了 因此大宇和顺有杀父之仇 但他忍攻了得 不光忍了 还继续未顺担任治理洪水的官 而且为了不重蹈父亲的负责 大宇兢兢业业 三过家门不入 连当时还在墙堡里的儿子 岂都不顾 足以想见当时 大宇如履薄冰的处境和心态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成就大业 不光如此 大宇还很有政治智慧和手段 当时 顺让大宇治水 大宇败鸡首 让鱼器 后继 高摇 什么意思呢 高摇是做刑法的 管理整个国家的法度 而且卓有成效 后继是负责农业生产的 而气是负责制定理智 教化人民的 这三人的事业都是国之大事 而且是比治水更容易出成绩 在宇接到治水任务的时候 朝中以这三位重臣的势力最大 所以宇不是一口硬撑下来 而是先推到三人身上 三人不受 宇才敢接手 这一方面表明 治水是一个艰巨的人物 这三人也不想身败名裂 另一方面 大宇已退为进 一旦成功 那可是不是之功 三人将不再是他登上地位的对手 大宇在后来治水的时候 启用了势力并不强的一来辅佐他 同时争取到了后继的支持 与乃遂与义 后继奉地命 可以说 权力的天平逐渐被打破了 后来 顺主持过一次重要的殿前会议 参加者中有两个人针锋相对 一个是大宇 另一个是高尧 高尧提出 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用人 要让官员不能贪 不敢贪 以道德的力量为天下垂饭 则国家可置野 大宇反驳道 真有你说这么容易 那也不会出现欢豆 三描这些 关于察言观色的陈泽 顺让大宇也说说 大宇说自己只知道埋头苦干 不知道其他的 高尧反问大宇 那你到底怎么埋头苦干的 大宇就把自己怎么治水的 怎么三过家门不入 怎么天天吃不好睡不着的事情 都说了出来 而且不光说了自己的态度 还把成功的事情列举了出来 通过这次重要的总结会和表彰会 大宇的地位直线上升 没过多久 瞬间雨于天 受以地位 大宇登基后 让高尧负责辅佐 但高尧没多久去世了 后来 大宇的儿子 取得了地位 开创了夏王朝 燕雪听了 眨眨眼睛 问道 你说的故事 跟眼前的洞天 有什么关系吗 情敌道 其实高尧并没有死 他被大宇封印在洞天中 直到千年以后 有人偷走了镇压乌山的仙器 九鼎 高尧才撕开仙镇 借助于登仙台 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帮他治理行御的 谢志 则因为功力不足 没办法跟他一起飞升 不得不留在小世界 日久天长 他杀了所有的妖兽 自己也死了 燕雪问 先生 这是御检里记述的吗 情敌道 御检中没有明说 只是隐约提及这一点 仙人之间的矛盾 不适合暴露于人间 他将独角递给燕雪 道 你把它收好了 这是一件宝贝 只要拿它一碰 就知道善恶中间 如果是好人 独角光洁如玉 如果是坏人 独角会改变颜色 燕雪大喜 啊 还有这种好东西 他把独角接过去 伸手抹撒着 第三百一十六章 修真圣索 情敌低头去看小世界的控制机关 微微叹了口气 道 这里原本有一条仙灵脉 可惜经过数千年的运转 再加上高摇和卸质的大量消耗 如今只剩下两条大型灵脉了 最多不过五百年 所有灵脉都将耗尽 先生 为什么灵脉耗劫那么快呢 因为整个地球灵脉匮乏 封闭小世界的仙阵被打破了 灵气再一点点往外渗透 这也正是整个三峡地区 风景秀美 草木葱隆的原因 情敌凝视着控制阵盘 道 这个阵盘被卸质弄坏了一个脚 我得花点心思将其修复 还要制作几个进出的令牌 你去四处转转 看看附近的地势 是否还有别的东西 燕雪答应一声便走了出去 他走出宫殿 向四周张望 宫殿位于高山之巅 南方有一片卧野 长满了如荫绿草 东边是茂密的森林 看不清林中有什么 西边有一个湖泊 湖面如镜 猛一看比西湖还要大 北边有一片山岭 山巒起伏 一望无际 燕雪纵身往北方奔去 先去起伏的山巒上查看 在一处山谷间 他又看见许多奇怪的妖兽骨骼 奇形怪状 大小不一 他甚至还捡到十几颗内丹 五颜六色 大的有十几公分 小的就像鸡蛋一样 至于说更小的内丹 都被埋在土里了 一时之间难以找出来 燕雪看见那么多妖兽骨骼 心里觉得很奇怪 这么个小世界 就算灵气再丰富 又怎能孕育出这么多妖兽呢 难道说 这些妖兽 都是当年大雨治水的时候 从外面捉来囚禁在这里的 或者说 他不想让高妖饿死 所以给留下妖兽给高妖姐们 他从山谷里出来 再次上了山脊 沿着山脊 向北跑了二十多里 再往北 还有几座小山丘 那些山丘上覆盖了野生的灌木 灌木丛中 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植物 有的虽然低矮 但却闪着异样的灵光 似乎属于灵草的范畴 他将每样灵草 都拔了一株 收进储物手环里 在几处山丘上 他甚至看见成片的野山餐 就像萝卜一样 长在山坡上 每一株都超过一斤重 他随手挖了一些 其中一株山餐 竟然有五斤重 不知道生长了多少年 他从北方折而向东 查看那边森林 他发现森林里不单有松树 百树 还有珍贵的金丝楠木 檀香木 沉香树 有的金丝楠木 一人抱不过来 檀香木 则散发出好闻的香味 森林中并没有狼虫虎豹 只有一些低阶的山鸡 甚至连野兔都很少 一直往东 踏着树梢走出十余里 他忽然看见一株参天大树 那株树高有六七十米 直径有三米以上 树梢有一个巨大的鸟窝 好像有两只苍蝇俯卧其中 燕雪没有惊动 那两只苍蝇 只是从远处悄悄掠过 然后折而向南 南方是一望无垠的草地 绿色的草原上 开着五颜六色的花朵 他顺手摘了一些花朵 然后来到西方的大湖边 他看见狐狸有余跳动 并没有看到水中的妖兽 整个小世界 除了那两只苍蝇之外 只剩下低阶的动物 所有妖兽都化成了白骨 燕雪又回到山巅大殿中 跟秦迪描述自己所见到的景象 先生 我觉得有些奇怪 这个小世界很大 直近两百多里 它究竟位于何处 秦迪道 小世界的来源有两种 一种是仙人炼制的法器 就像大雨留下的九鼎 还有我炼制的那须葫芦 里面都有小世界 第二种来源于何道真君 乃至于地仙 灵仙留下的体内洞天 古时候 神州大陆有不少高阶修士 一旦超越了何道真君 体内都有一个洞天世界 这些修士被别人杀死 或者自身修炼陷入瓶颈 久而久之 碰到寿陷而陨落 留下的洞天 就像你捡到的妖兽内丹类似 通过层层法阵 包裹着一个虚弥世界 因此之故 古代中国才有三十六洞天 七十二伏地的说法 这些洞天从外表看很小 就像一个鹅蛋一样 静静地躺在乌山一角 很难被人们发现 我们找到了机关 走到洞天内部 所以才有了发现 普通人肉眼凡胎 是看不见的 燕雪又问 先生 小世界的阳光从哪里来 情敌答道 阳光是从外面照进来的 上面的穷龙开了天窗 另外 这座宫殿闪闪发光 靠着激发灵脉的运行 也可以不断地放出亮光 先生 我没有看到活着的妖兽 只看到两只苍鹰 比普通的老鹰略微大显 但也算不上妖兽 妖兽的繁衍需要完整的食物链 这个小世界的食物链 被仙人蓄意打破了 先生 我在南边的草地上 看到几碎骨子 骨粒很大 晶莹剔透 你看看 这是什么品种 燕雪说着摸出一个骨碎 还有三粒骨子 情敌见了 经不住眼前一亮 好东西 这是灵骨啊 能让修正人修炼速度加快许多 我跟你过去看看 两人出了大殿 纵身来到南方的原野上 原野上到处都是绿草 绿草丛中有一块废弃的灵田 还有十几颗链骨顽强的生长着 情敌取出灵厨 小心翼翼的除草 重新整理那块灵田 将成熟的灵骨仔细收起来 今年已经晚了 等到明年 后年 我再好好耕种这片灵田 随后 情敌跟着燕雪 在小世界巡视一圈 看到北部山谷的人参和各种灵草 笑道 仙人高摇白日飞升了 他没有留下法器和仙丹 但却留下了这个小世界 对我们而言 小世界就是无价之宝 靠着这里的灵脉 还有野生的灵草 再加上开垦灵田 耕种灵骨 能让我们修成原因 这条路没有太大的障碍了 燕雪问 要不要告诉顾如梅 情敌想了想 到 等他住基以后再说 随后 他又来到云梦台 躺在清玉床上睡了一觉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 笑着对燕雪道 这个清玉床 就像游仙枕一样 是仙人 练心 修炼 分神觉的法器 躺在上面 便会有南科一梦 一梦便是一生 通过这种方式 来提升仙人的心性和神识 情敌的仙心 早已锤炼过无数次 所以 不会受到清玉床的影响 但他提醒燕雪 在结成结单之前 不要上去尝试 否则会影响仙心 一不小心 可能导致精神分裂 燕雪正中其失的点头 我记住了 两人在这里待了半个月 然后便离开了此处 第三百一十七章 下一代 八月三日 他们回到重庆的家中 情敌忽然发现 家里多了两个小孩子 作为下一代 张怡然十六岁 张绍青十三岁 张绍明三岁 秦红和秦英都只有两岁 除了这五个孩子之外 家里又多了两个男孩 分别是十岁的王韶和三岁的王哲 秦迪问朱婉 妈 这两个娃娃怎么来了 朱婉笑道 秦月和王叔 从昆明来四川了 哦 他们在哪呢 怎么不见人影呢 他们不在重庆 而是在宜宾的李庄镇 为什么去哪里 因为国立同济大学 中央研究院 中央博物院 中国营造学社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 总共十余个知名文化科研机构 都迁到那里去了 那儿有上万名学者和学生 众多的知名学者云集该处 让李庄与重庆 成都 昆明一起 成了暂时的文化中心之一 你大舅和外婆也住在那儿 原来是这样啊 那我得充时间去看看 朱婉忽然问道 你从哪里弄来的小狗 看这模样 倒是讨人喜欢 秦迪道 妈 这是从龙虎山找来的 准备放家里养着 你可千万别给我丢了 朱婉埋怨道 你这做父亲的 不管自家的娃娃 就知道四处乱跑 秦迪嘿嘿笑道 妈 那两个娃娃乖不乖吗 朱婉笑得合不拢嘴 从来没见过这么乖的娃娃 不哭不闹 也不黏人 才两岁就认得字了 再加上日本人停止轰炸 所以 你爸经常带他们出门 秦迪心想 我还没给他灌注神时呢 如果我列出一丝分神 灌注在秦红的脑海中 他立马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不过 他暂时不想那样做 他不需要这具分身 变成顶天立地的大神 只要让其代替自己 常驻于人间即可 即使他什么都不做 这具分身也会在十八岁觉醒 而且因为是灵体的缘故 早已完成了伐毛洗髓 很快就能走上仙路 但是这里头有个问题 必须要解释清楚 仙人要想得到分身 通常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分神 也就是分裂神时 譬如秦迪自己 多半是这么来的 另一种叫错谷 譬如秦红的诞生 源于一节铃骨 这两种方式 几乎跟白杨树一样 杨树的繁殖分成播种 和千叉两种 播下种子 发芽长成大树 那属于有性繁殖 经过天道轮回 拥有完整的生命 而千叉则是 剪一段树枝插在土中 从而长成大树 那属于无性繁殖 因为天道不完整 将来的成长受到限制 正因为这个缘故 通过播种得到的杨树 可以长得十分高大 寿命上百年 而通过千叉得到的杨树 不会长得太高 可能三十年就老了 秦迪在炼制分身的时候 自身还是筑基修士 如果他什么都不做 秦红将卡在筑基层次 最多只能活四百岁 只有灌注神识之后 才能继续修炼 突破到更高境界 前世的秦迪 曾经拥有八具分身 每隔万年相聚一次 进行神识的融合 就是基于这个道理 秦迪将七个小孩子叫过来 孩子们看见小奶狗 笑天犬 都喜欢的不得了 燕雪左手抱着秦红 右手抱着秦英 面带微笑 显出慈母般的模样 做给朱婉和秦汉成看 要不然两位老人 会埋怨他的 秦迪则将三岁的王哲抱过来 开口问十岁的王勺 怎么样 从昆明搬到这里 住的习惯吗 王勺长得胖蹲蹲的 挠了挠头 道 昆明比这儿凉快 秦迪笑道 那是自然 昆明四季如春 所以被叫做春城 纵使是夏天 平均气温也只有二十度 比很多地方都凉快 王勺问 舅舅 重庆为什么这么热 因为重庆是内陆 地形郁闷 气候闷热 夏天就像火炉一样 舅舅 我快热得不行了 张怡然穿着无袖的连衣裙 拿着轻裸小扇 不停地扇着 说道 今年比往年都热 前两天 我有个同学热得受不了 去河里游泳 被大水冲走了 秦迪笑道 是我失策了 回头叫人在院子里 挖个游泳池 燕雪点了点头 嗯 我知道了 张怡然又道 舅舅 我听爸妈说 等我中学毕业 送我去美国留学 可我不想去啊 你能不能跟他们讲 别让我去好不好 秦迪道 出去走走 开阔视野 对你有好处 为啥不愿去 我不知道 外面是什么样子 想想就觉得有些害怕 你年纪还小 家里会给你安排好的 不会让你一个人去 舅舅 你说 有人会陪我去吗 这件事 我会亲自过问 不让你受委屈 多谢舅舅 13岁的张绍青 长成了相貌清秀的少年 性格跟张乃锦差不多 温须略显腼腆 静静地坐在那里 很少开口说话 秦迪问 少青 你爷爷进来在做什么 张少青答道 下棋 跟谁下棋呢 我不认识那些人 张依然接口道 爷爷闲日子太闷 所以在金树岩 开了家围棋馆 经常跟人在那喝茶下棋 我跟弟弟过去看过 拿来北往的人都有 爷爷想教弟弟下棋 弟弟不愿学 所以就很少去了 秦迪笑道 少青 你怎么不愿学棋呢 张淡如的棋力不错 早年的时候 算是国内知名棋手 再加上有钱 愿意资助围棋事业 所以 当时有南张北段的说法 然而 到了儿子张乃锦这里 棋力下降了一个档次 只能算是业余高手 再到孙子这里 干脆连学棋的兴趣都没了 张少青望着他 说道 舅舅 我想跟母亲一样 做个大科学家 秦迪有些惊讶 啊 想做科学家 那可不容易 如果没有他开金手指 秦迪不可能成为诺贝奖获得者 作为一个土著中国人 生长在这个年代 如果没有外力加成 怎么能获得重大突破呢 不过 少年壮志不言愁 既然这孩子有志向 秦迪也不能泼冷水 于是他连声夸赞 好样的 你如果真想做科学家 最好跟你解一块 早早去美国留学 秦迪这样说 并不是重阳媚外 而是基于现实状况 1943年的中国 属于全面落后的时候 而美国 则处于蒸蒸日上的年代 如果张少青留在国内 几乎肯定做不成科学家 未来50年内 中国的科研都在打基础阶段 不可能在高精尖领域 投入资金 少年人数雄心 力壮志 想做一番大事业 然而经过岁月的摧残 大多数都沦为虚空 第318章 李庄镇 这时候 朱婉端上来一块自制的蛋糕 让孩子们分着吃 秦迪惊讶地问 妈 你啥时候学会烤蛋糕了 朱婉笑道 这有什么难的 有牛奶和鸡蛋 每个人都会烤 那你怎么以前不烤呢 我好像从来没吃过你 亲手烤的蛋糕 因为那时候忙 现在我退休了 其实很多做父母的 对儿女不太在意 但是对孙子却很小心 照顾得无微不至 究其原因 年轻时 不知道生命的珍贵 到老了才有更深的感触 看见孙子被活蹦乱跳 就像自己诱活了一遍 过了一会儿 朱婉将孩子们赶出去玩 然后问道 阿迪 你和燕雪经常跑出去 一去树远 不见人影 到底在做什么 秦迪叹了口气 道 妈 你看我像43岁的人吗 你再看燕雪 她也32岁了 看着还像20岁 对不对 朱婉道 是啊 阿迪 你们看着太年轻 不光是你们 就连我和你爸 也不像65岁以上的老人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秦迪道 妈 我和燕雪不是普通人 可以长期保持这种状态 我给你吃的丹药 还有带回来的水果 都有延年益寿的效果 朱婉文言 顿时睁大了眼睛 心情有些激动 阿迪 你不会像天使一样 忽然从人间消失吧 秦迪摇头 不会的 妈 父母在 不远游 只要你们还活着 我哪儿都不去 顶多离开几个月 然后就会回来 那就好 那就好啊 朱婉拍着胸口 感到有些后怕 秦迪望着母亲 欲言又止 由于片刻 道 妈 我已经算过了 你还有五十多年的阳寿呢 五十多年 我能活那么久 岂不是成了老妖婆 妈 你想不想 死后灵魂不灭 朱婉伸手在胸前划十字 人死后 灵魂会归到天父那里去 秦迪文言 心里未知一致 于是便住了口 其实 她有一些特殊的手段 能够禁锢母亲的灵魂 等找到合适的机会 再让她转世重生 但因为母亲不是修真人 灵魂很容易溃散 所以并不能保证成功率 万一搞不好 三魂七魂七魄丢失一条 很容易变成白痴 那就是造孽了 因此之故 她只能摇头叹息 罢了罢了 尘归尘 土归土 我为父母养老送终就是了 想到这里 她的神情有些黯然 十天以后 秦敌和雁雪来到李庄镇 李庄镇 李庄镇位于宜宾市淬平区东部 长江的南岸 距明江与金沙江交汇处19公里 李庄镇历史悠久 战国时期为伯仁聚居地 西汉建元六年至前为郡 并在李庄致役 南梁大同六年 李庄便成为南广县制和六同郡制所在 北宋初年 因大理国不断侵扰川南 南西县制从李庄迁往奋荣城 李庄成为南西县下属的一个集镇 明代在这里驶设李庄镇 成为长江沿岸的重要码头之一 在明末清初的胡广田四川大移民运动中 作为重要的移民口岸 李庄接纳了来自胡广、福建、广东等地的大量移民 并逐渐发展成为川南地区的商业重镇之一 1940年 李庄开明市申罗伯西 王云博向同济大学发去了同大千川 李庄欢迎 一切需要 地方恭敬的十六字电报 立邀奇迁往李庄 同济大学于1940年秋迁往李庄 随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精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文化科研机构也于1940年东内迁至此 秦迪和燕雪来到秦月的家里 恰好碰到一群文人在聚会 经过一番寒暄介绍 他才了解到 在场的人中 包括傅思年 李己 董作斌 陶梦和 沈信仁 刘敦 梁思成 林徽英 佟蒂周 李方贵 梁思勇等人 这些人 这些人都是民国时期有名的学者 之所以聚集在秦月家里 一则因为秦月是大科学家朱婉的女儿 自身又是文明侠尔的大诗人 王瑞是著名的剧作家 二则因为秦月住的地方很宽敞 适合众人聚会 三则因为这里不但有香奔奔的咖啡 上家的龙井明茶 还有各种好吃的点心 秦家毕竟是大富豪 物资供应非常丰富 而这些学者虽然学问高深 但因为抗战期间条件的限制 每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也就是说 除了秦月之外 别人也办不起像样的聚会 顶多在一起喝喝茶而已 既然秦月愿意请客 那就顺其自然 过来吃大户呗 反正秦家也吃不穷 这些人对秦嫡和燕雪感到好奇 因为秦大少可谓大名鼎鼎 燕雪更是著名的歌仙 所以众人围着他们问东问西 傅思年只比秦嫡大四岁 但是看相貌 跟秦嫡差了一代人 他是历史学家 曾任国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 他提出上穷必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东西原则 并影响深院 傅思年为人性格耿直 识人称其为富大炮 这不他先冲着秦嫡开炮了 秦先生 识人对你的争议很大 有人说你是花花大少 有人说你是国之栋梁 你能否自证清白 让我们长长见识 秦嫡微微一笑 道随分自安心自断 是非何用问贤人 傅思年眼前一亮 哈哈 秦先生不简单 上来就是一句诗 可是 指死国难当头之际 哪里容得下一届闲人呢 秦嫡又道 素质木仙树 笑人间春 招培姚池燕 牧阳沧海辰 话音刚落 就听见女子痴痴的笑声 秦嫡转头一看 发现是陶梦河的夫人沈姓仁 心道 你笑啥 要不是我施展金手指 推出烈梅素这样的神药 你恐怕已经因肺病去世了 说起这个沈姓仁 也算是民国民远了 浙江嘉兴的沈氏四姐弟 可以说是济宋氏四姐弟后 中国近代史上又一家族姓的风云人物 据著名作家越南在南渡北归 第二部中称 浙江嘉兴的沈家兄弟姐妹四人 其学识丰度 海内外景仰 大姐沈姓珍 毕业于北洋女师范学堂 与护军都督府参谋长黄芙 结为抗例 二姐沈姓仁 曾在日本长期活水女学求学 后入北京女高师 1917年与北大教授 著名社会学家陶梦和结婚 三弟沈景清 1921年赴德国学习或博士学位 任国民政府导怀委员会委员 四妹沈姓元嫁给了钱昌照 钱昌照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 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 第三百一十九章 大师们 这位二小姐沈姓仁在中国近代文坛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堪称一代才女 沈姓仁先后翻译作品十七部 其中戏剧九部小说三部 散文是一部 非文学作品四部 早在1922年秋 徐志摩自英国回国 就在他的住所 发起了一个文学沙龙 新乐社 当时 梁启超 林长明 丁文江 张军迈等资格稍老的社会 郑建名流 以及胡适 陈希盈 林书华 简济常 林徽英 林语堂 张兴海 饶孟侃 于尚元 丁锡林等一大批大学教授和作家文人 常到这里聚餐和活动 而陶梦和和沈姓仁也加入其中 在这一时期 沈姓仁与胡适 朱自清 梁思成 金月凌等文人学者 相识相交并成为要好的朋友 后来 他们的活动 阵地 转移到梁思成和林徽英家 这就是后来冰星的小说 我们太太的客厅 所指的太太客厅 当时 陶梦和与沈姓仁 便是客厅中的主要座上宾 著名哲学家 逻辑学家 金月凌 在初次见到沈姓仁时 即惊为天人 并在提赠沈姓仁的一首藏头诗中写道 姓如竹影书终日 人是蓝香净出风 金月凌以婆娑的竹影 与新兴的兰花之乡来比喻 杏仁风采丽兹 散文家朱自清 以其和唐月色般细腻的笔触 在1933年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玄陶梦和夫妇来 陶妇人鱼已不见数载 而少年四夕 境遇与人生关系真巨灾 少年四夕 这句颇为含蓄的 隐语中 可窥知沈姓仁当年夺人心魄的高雅气质 和朱自清 内心艳羡动情的波光流影 自从抗战爆发后 因为颠沛流离 沈姓仁得了肺结核 如果没有炼霉素 他会像历史上一样 从李庄到甘肃 然后病逝于兰州 然而此时 沈姓仁依然活蹦万跳 笑着说道 秦先生大才 我等温命已久 然而 阁下在世上只留下一部 为其幽名路 未免太可惜了 言下之意 是说情敌虚度光阴 没有留下更多载入史册的著作 还不如我一个弱女子呢 情敌不想跟这些人纠缠 只是说道 八元局里堵齐环 暗逸迎时笑解言 两袖玉成三百胡 抛围瑞雪满人间 意思是说 我做的事情 早已经普惠天下了 你们这些凡夫俗子 分明是自己演瞎了 听见这话 在场的人心情各异 不再纠缠情敌 开始磨着燕雪 想听他唱几首歌 燕雪只是面带微笑摇头 秦月帮着圆场 罢了罢了 我嫂子向来不开口 连我都没听她唱过几回 你们就不要抢球了 梁先生 你不是想考察四川的古建筑吗 可以让我哥资助一笔款项 梁思成和林徽英的目光 妄想情敌 然而他们并没有开口相求 秦月道 哥 梁先生正在收集资料 撰写中国建筑史 图像中国建筑史 你能否给点赞助 秦敌当即掏出支票本 问道 梁先生 十万美元够了吗 众人闻言都倒吸一口冷气 这年头法币贬值很厉害 但是美元十分坚挺 他们都没有想到 秦敌一开口就是十万美元 梁思成笑道 多谢秦先生 学术研究乃是无底洞 再多的钱也能花完 有了这笔资金 我可以多收集一些资料 写的书更完善一些 林徽英也跟着道 我们走了很多地方 将一些古建筑描摹下来 但是中国太大了 再给我们十年的时间也不够 有些建筑 眼看要被炮火毁坏了 说起来非常可惜 秦敌徽比开了一张二十万美元的支票 道 单凭你们二位 恐怕一辈子也跑不完 何不买几只相机 再拿钱雇几个人 让他们四处游览 将照片拍回来 你们坐在家里整理资料就可以了 梁思成接过支票描了一眼 心中吃惊 首位之一颤 赶紧将支票收起来 连声致谢道 多谢多谢 这些钱能做很多大事了 众人看见梁思成拿了支票 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数目 但是一个个露出羡慕的神色 陶梦河忽然道 秦先生 目前李庄镇有一万多名学生 因为国家拨款有限 学生背井离乡 生活十分艰难 很多人都吃不饱 即便教授家里也不好过 有时候一顿饭 只有一个红薯 秦月已经答应 给每个学生 每天增加半斤面食 另外 我听说 秦市两行 从国外进口了一些豆制品罐头 能不能送给师生们一点 一个月有一罐也好啊 秦迪笑着点头 没问题 回头我让人送过来 人类生存 需要八种必须氨基酸 单吃红薯 玉米会造成营养不全 最好和大豆和肉食搭配起来 秦市两行 老早储备了不少的罐头 一直在悄悄往外卖 除了罐头之外 还有一些储藏的奶粉 也是市面上的紧俏货 对于大人来说 奶粉只是营养的补充 但对于小孩子来说 就非常关键了 有没有奶粉差别很大 不是每个母亲 都能提供充足的奶水 很多孩子 半夜里哇哇哭叫 多半是因为饥饿的缘故 小孩子吃饱喝足了很容易养活 众人见秦敌出手慷慨 纷纷赞不绝口 再没有讽刺挖苦 他的心思了 秦敌第一世的时候 也是科学家 虽然不像眼前这些人有名 但也发表过数十篇论文 参加过不少的国际会议 第二是他走上修真路 历经千辛万苦 一路修成了先帝 早已超越了学者的层次 这一世他拥有先帝的元神 自然而然 有一种超人的心态 没办法跟学者混在一起 虽然如此 该有的礼貌 还是要保持的 他的目光望向铜帝周 问道 铜先生 你还在从事实验研究吗 铜帝周苦笑 我现在只教书 带学生做一些基础实验 谈不上什么研究 秦敌微微一笑 久闻先生大名 您若是遇到困难 可以给我写封信 铜帝周道 好说 好说 他是首位成功将礼于克隆的科学家 后来成了中科院副院长 秦敌倒是想资助他从事实验研究 但是大庭广众之下 送钱也不是事 显得他故意摆阔一般 而且 铜帝周作为大科学家 也不会自降身份开口求助 秦敌之所以资助梁思成 那是因为妹妹秦月主动提起的 按道理 他抢了那么多黄金 留着又不能生载 拿出来做点正事是应该的 但因为这是1943年 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 不是做学问的好时候 而且 这种誓本该国家出面安排 他如果大包大揽 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因此之故 他只是在心里想想 然后也就拉倒了 第320章 准备北上 秦敌还在现场看到梁思勇 打心里叹了口气 梁思勇是梁思成的弟弟 梁启超的儿子 他是考古学家 1948年 与梁思成同时获选为 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4年4月在北平逝世 中年50岁 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一年之后 嫂子林徽英病逝 也被梁家人安葬在 香阁景吉米的另一处目的 看着眼前这些人 想着他们只有短短的 十来年寿命 秦敌就觉得人生苦短 先返两途 心里只剩下叹息了 秦敌回头对燕雪道 把我们采集的老山餐 拿出一点来 给年龄超过40岁的大师 每人赠送一根 算是我们的见面礼 燕雪嫣然一笑 转身去了隔壁的房间 装作整理行囊的样子 从储物手环里取出十来根 最小号的山餐 太大的惊世骇俗 自然不敢拿出来 他连个盒子都没准备 直接拿块花布一鼓 然后拿到客厅里 摊开搁在桌子上 众人纷纷围过来 看见山餐 一个个目瞪口呆 老天爷 这是什么东西 人参吗 怎么会这么大 人说七两为餐 八两为宝 这里每一株都快一斤了吧 这年代 没有人工培植的人参 全都是野山餐 如果是人工培养的话 提供合适的化肥 只要十来年 就能长到一斤重 但是野生的山餐长到这么大 那是极其罕见的事情 在场的有好几位考古专家 人类学家 博古通经的大学者 李己 董作斌 陶梦和 这些人都对人生有所了解 一个个看得震惊不已 李己一边看一边摇头 哎呀 哎呀 这么珍贵的人生 根须纠缠在一起 还断了不少根 品香破坏了 太可惜了 董作斌跟着叹息 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样的人生呢 如此收藏 爆铁天物 陶梦和忍不住问 秦先生 您这是从哪里弄来的 怎么能得到这么多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也让我们感到疑惑 秦敌微微一笑 不做解释 因为没法解释 那些人生还很新鲜着呢 燕雪笑道 我家先生说了 今天在场的人 年龄四十岁以上 每人赠送一根 人参就摆在桌上 诸位自己动手 请不要客气 这些人又惊又喜 心情激动 五味杂陈 贪嗔痴交缠 一时间不敢动手 最后 还是秦月走上前 小心地分开一根根人参 送给在场的大师们 这些人跟秦月要了报纸 将人参包裹起来 捧在手心里 对秦敌连声致谢 这种规格的老山餐 根本就买不到 所以无法衡量价值 他们心里明白 欠了对方天大的人情 秦先生 多谢多谢 秦敌笑道 诸位都是国之栋梁 我送给诸位人参 是想让大伙延年益寿 你们可千万别把他送人啊 否则辜负了我的心意 回去之后 把人参切片晾干 十天吃一片 或许能多活几年 众人纷纷点头 多谢秦先生的好意 我们会照你说的做 不敢将其送人 随后他们便告辞而去 等到人都走光了 秦月才觉得心疼 哥 你一下子拿出这么珍贵的人参 算是大出血了 燕雪笑道 没关系 我们还有 给你也准备了灵根 比送出去的还要好 秦月问 这么多人参 究竟从哪里弄来的 秦敌道 我们亲自去长白山挖的 我不信 这都是新鲜的人生 长白山被日本人占了 你们怎么过去 我们跑得快 日本人拦不住 秦敌不想说 动天世界的事 因为秦月没有灵根 知道再多也没法长生 与企图增烦恼 还不如不知道 王叔呢 他怎么不在家 他今天有事 恰好去成都了 你们为啥从昆明转到这里来 这个 秦月看看屋里没有别人 两个孩子去隔壁玩了 于是低声道 哥 我跟你商量个事 你听了别骂我 行吗 秦敌点点头 说吧 什么事 秦月道 我和王叔想去宝塔山 那里的生活很艰苦 所以不能带孩子过去 燕雪走到窗户边上 看着外面的动静 秦敌深吸一口气 陈音片刻道 你如果想好了 那就去吧 秦月大喜 哥 你不反对我过去 我干嘛反对 要去就早些去 别等日本鬼子投降 那时候再去就晚了 我给你一本支票簿 你如果需要用钱 可以派人去西安的银行支取 每张支票 上限十万美元 总共五十张 哥 我用那么多钱做什么 作为民国首富的家人 你可以低调不显办 但在关键的时候 要显出不一样的气派 俗话说里多人不怪 你先交一笔党费 算作投名状也行 哥 支票上签我的名字管用吗 你给我个签字的模本 我拿到银行做备注 然后就可以了 秦敌道 你既然走上了这条路 那就好好走下去吧 两个孩子 你不用担心 交给母亲看着就好 多请几个庸人就行 秦月道 我给家里添麻烦了 若是累坏了母亲 我心里不安 秦敌安慰她道 放心吧 母亲能量大着呢 她管着偌大的学校 还有医药研究所 那么多事情 都能做得井井有条 看护几个小孩子 还不是小试一桩吗 再者说 王少也十岁了 给她配个保镖 就可以放出去溜达了 兄妹二人说了一席话 然后到了晚饭时间 王叔并没有回来 秦敌和燕雪 在李庄震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在附近转了一圈 游览了冬月庙 奎心阁 南华宫 天上宫 师祖殿 王爷庙 玄罗殿 奎心阁 张家祠百鹤窗 与王庙九龙碑 其中九龙碑有些意思 高2.7米 宽1.3米 雕刻有9条穿梭 遨游于云海中的神龙 除正中的一条外 其余8条军城 对衬状分布的左右两边 每条龙均可从中 仔细分辨出头 身 尾 龙口中 还含有一颗 可以转动而不拖出的宝珠 寓意为大禹和和之龙制服 庶明天下九河通大海 天下从此没有水涝灾害 造福万民 有九州江山一统之意 第321章 修贤修仙 燕雪问 先生 为什么背上刻了九条龙 而不是十条八条呢 秦敌达到 九为阳之极 相传天下有九位龙王 分别是青龙神广人王 赤龙神嘉泽王 黄龙神福英王 白龙神异己王 黑龙神灵则王 东海广德龙王 南海广利龙王 西海广润龙王 北海广则龙王 龙王算是妖秀吗 是的 龙王是先王级别的妖秀 比金仙还要高一个层次 当然 有的龙王是自封的 那不算数 真正的龙王 是经过天庭认可的 啊 难道说还真有天庭 天庭是有的 仙人也需要管理 否则相互杀伐 乱糟糟的 不像话 那么 谁是天庭之主 我不晓得 等你成了仙人 自然就知道了 秦敌不想多说天庭的事 因为多说无意 在他的记忆中 天庭已经被打破了 而他自己就是打破天庭的 关键的人物之一 两人离开李庄镇 回到重庆的家中 然后 秦敌安排了几辆越野吉普车 带着秦汉城 朱婉和几个孩子 还有小狗笑天犬 从重庆至南冲 广圆 再到九寨沟 此时可没有高速公路 只有高低起伏的土路 有些地方行车很不方便 最后 众人置身于九寨沟 看见树正群海 落日朗瀑布 犀牛海 五彩池 珍珠滩 看见翠湖 蝶银 蝶 彩铃 雪峰 藏琴 蓝冰 一个个赞叹不已 满心欢喜 朱婉笑道 没想到四川还有这么美的地方 夏天这么凉快 躲在这里避暑 倒是不错的选择 秦汉城也道 这才是适合人居的地方 重庆的夏天太温热了 阿迪 回头找人在这修一座别墅 我准备每年过来住两个月 燕雪接口道 这里民风朴实 西市别墅不合适 中市民居已经修好了 是吗 在哪呢 翻过那座小山就到了 翻过葱绿的小山 另一侧的山脚下 有一座农家小院 从外表看向是茅草房 正中五间房 左右各有三间 总共十一间房子 小院正对着五花海 距离水面只有数百米 五花海是一个大湖 海拔2472米 水深五米 面积九万平方米 此时已经到了九月初 五花海四周的山坡 笼罩在一片绚丽的秋色中 色彩丰富 姿态万千 由于海底的盖滑沉积 和各种色泽艳丽的藻类 以及沉水植物的分布差异 十一湖之中 形成了许多斑斓的色块 宝兰 翠绿 橙黄 浅红 似无数块宝石镶嵌成的巨型配饰 珠光宝气 雍容华贵 今秋时节 湖畔五彩缤纷的彩鳞 倒映在湖面 与湖底的色彩 混合成了一个一彩分成的彩色世界 黄昏时分 火红的晚霞映入水中 湖水似金星飞溅 彩波凌凌 起力无比 长海流入五花海的水 在经过石灰盐盐麦时 使水中带入了大量的石灰钙滑物质 这些含有钙滑物质的白色沙粒 有很强的过滤作用 又像是热带珊瑚海中的沙子一样堆积着 连这里的藻类也因为受到了钙滑物质的影响而变成白色 阳光一照 海子更为迷离恍惚 绚丽多姿 一片光怪陆离 使人进入了童话境地 看到这番美丽的景象 珠婉和秦汉城几乎目瞪口呆 几个孩子欢呼着冲向海边 雁雪急忙从后面跟上 这时候 忽然从小院的房间里 走出两个身穿军装的士兵 把秦汉城下了一跳 咦 怎么还有人呢 两个士兵冲着秦敌行礼 张明 赵武 见过首长 秦敌虽然没穿军装 但名义上仍是国军首长 他开口问道 你们来这多久了 其中一人回答 已经有半年多了 除了你们市长以外 韩小姐来了吗 来了 齐禀首长 市长和韩小姐已经订婚了 哦 这是好事啊 另外一人笑道 请首长稍等 我去禀报市长 说话间急急往外走 秦敌对秦汉城和朱婉道 先进屋休息一会儿 喝口水再说 秦汉城问 这都是什么人 是你安排的吗 秦敌答道 他们世故如虎的手下 顾如虎是我的徒弟 以前来过咱们家 秦汉城眉毛一条 啊 你说那个大个子 他是国军的师长 是啊 他虽然年轻 却已经立下赫赫战功 乃是货真价实的中将师长 他真是你的徒弟 你凭啥收他为徒 秦敌微微一笑 我有点石成金的手段 秦汉城清亨道 你只会忽悠 既然你有点石成金的手段 为啥不提点自家孩子 少卿 王勺 王哲 还有你那两个娃娃 你倒是将他们点成金子 秦敌笑道 是金子总会发光 不需要我来点话 三个外甥都没有灵根 要想强行提升 实在太吃力了 而秦红和秦英本是灵体 不需要提点便会与众不同 对于修真仁而言 在踏入仙路的初始阶段 有没有灵根非常关键 没有灵根就不能感知灵气的存在 也就无法引气入体 即便有灵根 还要分个三六九等吗 有的人资质好 对灵气清和力强 修炼一天等于别人修炼一个月 这些人境界提升很快 虽然说提升太快不一定是好事 但是提升太慢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人的寿命有限 如果不能在寿终之前 晋升到下一个境界 那么他就被天道淘汰了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秦迪不想将三个外甥 引领到修真路上来 也放弃了在父亲 母亲百年之后 将他们的魂魄禁锢住 再施展秘法 让他们转世重生的念头 因为他不能保证 这条路能走得顺畅 如果折腾许久 磕磕绊绊 到最后依然中到摧折 还不如平平安安到老 乘归乘土归土呢 作为普通人 一定要活得开心 活得顺其自然 如果没有百折不挠的心 就不要轻易休闲 这条线路充满了荆棘 说他鲜血淋漓 尸横遍野 并不假 第322章 又见阿虎 过了一会儿 顾如虎和寒冰回来了 笑呵呵地出现在小院里 朱婉赞不绝口 这孩子又高又壮 太难得了 秦汉成道 阿虎 你今年多少岁 怎么好像又长高了 顾如虎抓了抓头上的短发 嘿嘿笑道 我28岁 今年又长了一寸 朱婉道 不能再长高了 否则未必是好事 他是医生 知道有一种巨人症 因为脑子里过多的分泌生长激素 导致身体一个进展高 停不下来 但是秦的确道 没事没事 阿虎修炼了某种功夫 还能发育好几年呢 顾如虎修炼的土系功法 厚土诀 讲究的是厚德载物 作为男子 体型高大更容易发挥厚土诀的效果 如果是女修的好 还要修炼特殊的心法 才能得到苗条的体型 秦的目光 从顾如虎身上掠过 道 看起来 你身上的伤已经痊愈了 功力有所恢复 比以前好多了 顾如虎拍了拍胸脯 道 先生 我已经接近巅峰状态了 秦的道 你那巅峰状态 才只是练器第一层而已 修炼没有止境 继续努力吧 阿虎 你和寒冰订婚了 顾如虎笑道 是的 先生 正想跟您说这件事呢 寒冰上前一步 对秦笛行礼 见过先生 秦笛微微一笑 伸手摸出一个翡翠玉镯 道 送给你做贺礼 他有大量的翡翠毛料 徒手就能做出手镯 寒冰双手托着手镯 看其晶莹剔透 一抹亮丽的绿色 分明是非常珍贵的满绿手镯 经不住又惊又喜 道 先生 这太珍贵了 我承受不起 秦笛道 这不算什么 你把它戴上 寒冰试着戴在手腕上 大小刚刚好 他十分欣喜地晃动着手臂 过了一会儿 又将其摘了下来 我也要练舞 这东西先收起来 多谢先生 燕雪领着孩子 从外头进来 帮着众人安排居住的房间 木床铺盖 都已经准备好了 过碗瓢盆和粮食都不缺 秦汉城抬头上看 发现屋顶和墙壁 都是木质结构 关键的地方还用了钢筋 显得十分的结实 跟外表展示的茅草房截然不同 这样的房子一百年也不会坏 他忍不住开口问道 这个院落是何时修建呢 燕雪答道 这是去年刚修的 顾如虎叫了一个营的士兵 来这里拉链 将木材 钢筋从外面运进来 另外还请了二十多个建筑工 花了三个月才建成 秦汉城又问 那这院子是属于咱家的 还是顾家的 燕雪玩耳一笑 这种小事何必分彼此 爸 你有空尽管来住 先生是阿虎的师父 没有先生的提点 就没有阿虎的今天 而且 我还救过阿虎的命呢 啊 你怎么救他的命 这个 先不说了 爸 你试试这床 是不是太硬了 硬点不要紧 朱安有些担心 问道 小雪 我看这附近没什么人烟 会不会有狼虫虎豹啊 燕雪笑道 妈 你放心 老虎是没有的 狼 或许有几只 回头 我把他们撵走 阿虎 寒冰 还有那两个士兵 都带着枪呢 秦汉城道 能不能给我一杆枪 我想过几天去打练 看看不能打只兔子 爸 你以前摸过枪吗 嘿嘿 我当然摸过枪 还跟汉城一起去练过几回 只不过枪法不太好 我没有现弹枪 你想要长枪 还是短枪 长枪吧 更威猛一些 也容易打得准 燕雪走出去转一圈 从储物手环里摸出两杆长枪和一把手枪 他给了秦汉城一杆长枪 将另一杆长枪放在高高的房梁上 然后将手枪给了朱婉 妈 这个你拿着防身 朱婉白手 我不用 有天赋陪我走过死阴的幽谷 到哪里都不怕 于是 燕雪又把枪收了起来 另一个房间里 秦迪问韩冰 你的武功有没有达到暗尽 韩冰有些汉颜 他听顾如虎说 秦迪博学多才 乃是大宗师 但是身体不好 没有练过功 真正拥有绝世武功的是燕雪 所以 他虽然对秦迪保持尊重 但是打心里并不怕他 达到 还差了一些 总觉得虚无缥缈 摸不到那个门槛 秦迪目住着他 稍停片刻 道 你的气血不足 去跟燕雪讨一根老山餐 每天吃一片 三个月就差不多了 啊 这么简单 我自己去买山餐 多谢先生指点 你买的山餐 不会有那么强的效果 等会儿 我去跟燕雪说 韩冰心想 我爷爷精通中医 家里开了药铺 我也见过老山餐 回头 我去找几株就是了 然而 过了一会儿 当他看到婴儿手臂一样粗的山餐时 他才醒悟过来 我错了 天哪 竟然有这样的人参 这怎么可能呢 先生 这真的是人参吗 燕雪拿出来的这颗人参 并不是最大格的 只有一斤半重 他还收藏了 好几颗三斤多重的人参呢 按照秦迪的说法 这种人参算不得珍惜灵药 就算拿来炼丹 也只能得到普通的灵丹 对于筑基修士来说 并不能大幅增长功力 对于普通人和炼器器修士而言 倒是很珍贵 因此 他已经交给母亲一些 被珠碗收藏在保险柜里 如果说收了满绿手镯那样的礼物 还没有感到震惊的话 那么看见这样的人参 寒冰和固如虎都被震住了 在他们看来 这样的人参算是稀释宝物 不是普通人能够拥有的 必须有特殊的渠道和财力 才能得到这样的好东西 因此他们心中充满了感激 秦迪道 寒冰 等你达到暗境之后 乖跟我说一声 到时候我传你一门断神诀 寒冰公身道 请问先生 断神诀是什么东西 秦迪道 以你的资质是无法长生的 阿虎能不能长生都不晓得 我秦某人收的弟子 没有一个是废物 如果修炼了断神诀 等你百年之后 我会想法子让你转世重生 第三百二十三章 神魔炼体 寒冰被吓了一大跳 面色都有些发白 先生 人还能转世重生 秦迪道 对于普通人而言 人死如灯灭 但若是武道强者 修炼了断神诀 就有转世重生的希望了 顾如虎道 先生 我还没有修炼这门法诀呢 秦迪冷哼道 你还好意思说 你入门多少年了 至今 还是练器第一层 你姐都到了练器第六层 眼看踏入第七层了 我 我这不是忙吗 没有时间修炼 再忙也不是借口 我看 你是没有 将修炼放在心上 自以为有了点功夫 就可以横行天下 所以 连续受伤 损害了生机 导致功力迟迟没有进步 顾如虎低头 嘿嘿 傻笑 稍停片刻 秦迪道 这样吧 你既然喜欢强横的外公 问你一门神魔练体的功夫 顾如虎大喜 搓着手掌 问道 先生 什么是神魔练体 秦迪对寒冰道 你先出去 法部传六耳 你听了没有好处 寒冰躬身退下 转身走了出去 秦迪道 阿虎 我传你的功夫 你不要对外人说 自己知道就行了 你看你的姐姐 她的功夫远在你之上 可她对你炫耀过吗 顾如虎摇头 没有 我只知道她会弹琴 不知道她的功夫有多高 秦迪道 功夫不是拿来炫耀的 而是用来保命长生的 我传你这门神魔练体大法 它并非出自仙家法门 而是来自于魔门 经过了我的系统改造 我先给你说说仙魔的分眼 仙家以修炼阳气为主 魔门以修炼阴气为主 宇宙间阴阳并立 所以仙家和魔门是两个不同的体系 仙家以阳为宗旨 魔门以夺为手段 比如说看见一棵灵树 仙人会坐在树下 跟灵树沟通 和谐并生 而魔修则会一掌拍在树上 从灵树的生机吸入自己体内 这门神魔练体大法 不但能如毛银血 从妖兽树木身上得到灵气 而且能从战场上吸收煞气 我对你唯一的要求 杀人要谨慎 只能杀恶人不能杀好人 尤其不能杀自己人 你跪下 对着青天白日 发下天道誓言 我才能传你这门心法 固如虎闻言 郑重其事地跪下宣誓 情敌传了他一段口诀 然后让他将深山老林里的野狼 猎杀几只 生饮狼穴以增强功力 第二天 固如虎摆脱了寒冰的跟随 一个人出去寻找野狼 当他杀了一匹狼 直接喝了一肚子狼血之后 并没有恶心有的感觉 反而感到十分兴奋 他坐在一座小山头 身上的气机鼓鼓流淌 运转神魔练体大法 两个时辰之后 就听见身上的骨骼咔咔作响 过了好大一会儿 他猛然站起来 忍不住仰天长笑 他的功力终于有了进步 踏入练气第二层了 秦敌和燕雪陪着家人 在酒寨沟整整待了一个月 然后才离开 孩子们都有些恋恋不舍 一边往山外走 一边不停地回头 秦汉诚说道 这地方不错 以后我每年都得过来 秦敌却道 再过两年 日本人投降 你不得返回魔都 到时候 再来这里可不容易 啊 日本人会投降 会的 因为美国 苏联都参战了 再加上我国军民齐心抗战 日本人将会节节败退 那我们坐飞机过来 不但重庆有机场 成都也有机场 从成都到这里更近 爸 你如果喜欢这里 干脆等你老了 把家搬过来算了 龟隐山林 这是个好主意 你让我想一想 接下来 燕雪开了一辆车 带着孩子们在前面走 秦敌开了一辆车 车上只有父亲和母亲 这一路上 他打开天窗说亮话 讲了自己对未来几十年的判断 朱婉听了 淡然出之 他是四届诺贝尔奖获得者 一生为国为民 不知道救了多少人的性命 不管谁做天下 都不会亏待他 秦汉成却很不爽 听说要放弃财产 心疼的直撮牙花子 秦敌安慰他道 爸 你都这个岁数了 要那么多钱才干啥 还不是为了子孙后代着想 你看我像是缺钱的人吗 我在美国开了八家公司 但是那家上市的 长青藤药业公司的股份 就已经达到2亿美元了 另外我还入股了20多家公司 每家持股5%至10% 那也是一笔很大的投资 我还持有13% 道格拉斯飞行器公司 以及30% 麦克唐纳飞行器公司的股份 他原本控制了100% 麦克唐纳飞行器公司的股份 但这家公司生产的飞机 被军方看中了 于是公司被逼着上市 他只好让出70%的股份 由华尔街和政府官员 撕下一分了 虽然如此 但因为战争的缘故 飞机的产量迅速提升 股价大幅攀升 秦迪持有的30%股份 也已经超过了8000万美元 而且还在继续成长 如果到了五六十年代 这些股份会超过10亿美元 秦汉成听了 还是觉得不开心 他一个大资本家 思想转变需要过程 秦迪也没指望 父亲能一下子接受 这次谈话只是打个预防针 9月3日 一行人回到重庆 不久 秦迪回来了 难得在家里住了几天 他跟母亲说自己要出远门 请求母亲帮忙照顾小孩子 昨晚并没有想太多 去吧 趁年轻多出去走走 孩子放家里就行 秦迪倒是和妹妹有一番密谈 9月8日 秦迪离开家和王叔一起 跟六七个青年学生悄悄北上 秦迪并不是太担心 因为这时候抗战还没有结束 针对宝塔山的封锁并不严密 而且 这伙青年跟着引路人走 引路人都是地下党员 对于如何穿过封锁现有经验 虽然如此 这对秦迪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他毕竟快40岁了 算不得年轻人 而且养尊处优 没吃过什么苦头 所以这一路上的艰辛 会让他铭记一辈子 第324章 退隐江湖 五天以后 秦迪和燕雪在家里待着无聊 也离家徒步向北而行 他们脚步很快 当天便在安康追上了秦悦等人 出乎意料的是 秦悦并非徒步行走 而是开了一辆卡车 因为从重庆到安康都是国统区 甚至在抵达西安之前 都没有严密的检查 真正困难的是 抵达西安以后 再往北行 虽然在地图上看着很近 但是距离上千里 开车目标太大 过不了封锁线 只能徒步行走 那可就太吃力了 接下来几天 秦迪和燕雪远远地跟在后面 眼见着接近西安城 前面的人下了车 开始徒步行走 从西安城郊穿过 一天50里 不断地往北走 这些青年学生 体力都不算太好 一天走50里刚刚好 如果走70里 就爬不起来了 秦迪眼看着他们 走出两三百里 穿过好几道封锁线 前面接应的人 越来越多 于是便放了心 不再跟随他们 调回头来进入西安城 此后秦迪顺利 抵达陕北 化名 秦湘 跟王叔一起参加革命 这些就不说了 他毕竟走上了这条路 是他自己的选择 虽然说这条路 并不好走 但是凤凰涅槃 他们需要中华女的鲜血 来浇灌 秦迪和燕雪 在西安城 视察了秦家的企业 包括医疗器械公司 国泰药业的分厂 以及慈安外科医院 随后 他们又去韩城的粮仓 看了看 此时 韩绍琦手下 已经有一百多人 那些人分明 已经赤化了 秦迪不管这些 他把韩绍琦叫过来 询问仓库里 还剩下多少粮食 韩绍琦回答 还剩下四十万吨 秦迪点点头 今年放出二十万吨 明年放出剩下的 然后关闭这家粮仓 韩绍琦文言有些难过 先生 您以后不做粮食生意了 秦迪答道 不做了 我准备隐居避市 我像风一样掠过 江湖只留下传说 韩绍琦目瞪口呆 这 他心想 大名鼎鼎的秦大少 如果能隐居避市 销声匿迹 那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不过 这件事似乎很重要 他准备禀报上去 第二天早晨 秦迪和雁雪 出现在长江边 乌山县神女溪的边上 神女溪汇入长江的地方 有一个青石村 住着两百户人家 算是一个小镇子 村里有个财主 名叫赵大富 唯一的闺女 嫁到凤杰去了 赵大富在门口挂了个牌子 想要卖掉房子和五十多亩土地 跟老婆搬到凤杰去 然而过了大半年 也没人买他的房子和土地 因为青石村太偏了 有钱人吃饱了撑的 才会来这里定居呢 这一天 忽然来了一对相貌俊秀的青年男女 看了看房子 说要买下来 赵大富大喜 说道 我还有五十亩土地呢 都是上家的水田 然而为首的青年却道 我没有太多钱买地 你给我留两母地就行 剩下的你卖给别人 赵大富想了想便答应了 因为房子不好卖 而水田容易出手 于是没几天 这座靠山根的房子 就换了主人 秦迪和燕雪 还专门去乌山县 拿了户籍证明 正儿八经地再次隐居了 当然 他们用的是化名 秦迪化名 秦汉青 燕雪化名 燕书 都是好听的名字 他们在这里隐居是假 去动天世界修炼才是真的 但因为修炼太久 容易产生孤寂的感觉 所以 闲暇之余 还要出来吸收点人气 1943年9月3日 盟军在意大利登陆 4日 美奥军进攻新井内亚来城 8日 意大利投降 25日 苏军解放斯摩冷斯克 10月13日 意大利换了领导人 宣布对德国宣战 11月1日 美军在布干维尔岛登陆 6日 苏军解放基辅 22日 中 美 因开罗会议 12月1日 三国发布开罗宣言 声称此次战争的目的 在于制止和惩罚日本的侵略 重申中国四强之一的地位 指出日本于918事变后 自中国侵占的领土 包括旅顺 大连租借地 及台湾 澎湖 应归还中国 日本在华制公司产业 以及日本之商船 应完全由中国政府接收 朝鲜于战后得重建自由独立 以适当方式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开罗宣言第一次要求日本 必须无条件投降 全部归还中国被日本抢去的失地 归还日本本土以外的领地 即把库业岛归还苏联 日本在太平洋的托管地则交给美国 开罗会议上 罗斯福曾经对中国做出很多承诺 但是后来都没有实现 清先生提出借款10亿美元 虽然罗斯福会面时有口头承诺 但是借款一事并没有提交国会 罗斯福曾保证 立即为30个中国师提供装备 日后再提供60个师的装备 但后者从未兑现 罗斯福曾对马歇尔说 我对中缅印战区的事 仍然感到非常厌恶 最糟的是 我们每次都失信 我们没有实现任何诺言 为了让美国空军轰炸日军 成都动员45万名工 兴建机场9处 跑到9000英尺 动工后60日 首批美军空中堡垒壁29轰炸机降落 9时间后所有机场如数完成 中国方面还再次组织了远征军 总共五个军 陈城任总指挥 后来他因病辞职 魏立皇接任远征军司令 顾如虎修炼了神魔炼体大法 为了在战场上吸收煞气 特意申请参加远征军 他只带了一个旅的士兵 就去缅甸作战了 秋末冬初 纪鲁豫区军民粉碎了日伪军3万余人的大扫荡 太岳区军民粉碎了日伪军2万余人的大扫荡 同时 华南抗日纵队也先后粉碎了日军队东莞 保安沿海地区和海南岛地区的围攻 扫荡和清香巩固和扩大了东江琼崖解放区 江苏 安徽一带的新华军则开始了局部反攻 与此同时 日本军队的实力下降了很多 由于战争的严重消耗 很多低级军官都不是军校毕业 而是士兵提拔起来的 在武器配置方面也不如以前精良 新兵的训练时间被压缩到了两个月 最重要的是军心涣散 日本士兵也知道战争胜利无望 开始大批的逃亡和投诚 战争胜利的天平 开始向着中国方面一点点倾斜 第325章 藏宝图 秦迪来到神女系小世界中 在燕雪的协助下寻找到一些灵草 然后开炉炼丹 得到一批培圆丹 他一面修炼 一面传授燕雪星的功法 作为修真人 常常要学习一门手艺 丹 气 朕被称为修真四艺 学会任何一种都能让你如虎添翼 你自己想一想 是喜欢制服 还是喜欢震斗 燕雪笑着问 我能否学习炼丹和炼气呢 秦迪道 你的功力不足 又没有火灵根 无法控制火焰 暂时不适合这两门 等你进阶原因后 再学炼丹和制气也不迟 只有火灵根才能炼丹吗 也不尽然 炼丹分成不同的方法 其中包括火炼 木炼和水炼 不过木炼和水炼是用范围较窄 你还是先考虑制服和震道吧 这两门仙术博大精深 蕴含着丰富的大道法则 有助于提升境界 那我一下子学两门 既学制服 又学震道 可以吗 情敌点点头 可以 自古浮阵不分家 到了更高阶段 还需要相互借鉴 在学习浮阵之道前 我先传你中阶段神诀和养神诀 没有超强的神识 就无法在浮阵方面 成为顶尖的大家 情敌先前传给 杜蓉和杜兰的断神诀 都是最基础的功法 他这次传给燕雪的 则提升了一个层次 好的老师 需要阴才施教 燕雪乃是筑基修士 必须修炼更高深的功法 情敌随口说道 你去东边那片森林里 砍一株檀香木回来 我只要他的心才 用以制备安神香 安神香能悄悄地提升神识 于是燕雪去树林里 砍了一株高大的檀香木 将中间的心才抽出来 情敌又道 西边的湖岸上 生长着一些白木香 你去湖底捞一下 看看有没有沉香木 于是 燕雪又赶紧下水找沉香木 他有水系的功夫 下水很方便 跟在陆地上差不多 他在水底一阵翻腾 不但捞上来几十根沉香木 还捞上来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比如说 直径一尺的隔离 雪白的妖兽骨骼 还有一些亮晶晶的石头 他剖开隔离一看 发现里面还有珍珠呢 而且 珍珠的个头很大 直径能有三厘米 跟小号的鸡蛋差不多了 这让燕雪既感到惊讶 又有些哭笑不得 这么大的珍珠 怎么拿来做项链啊 挂在脖子上 成什么了 不过 他转念一想 人家的珍珠项链 有108颗 我要是凑齐十来颗这样的珍珠 就能组成一个超级无敌巨无霸项链 走在外头 会引来100%的回头率 他把这些东西 拿回山顶的宫殿里 对秦迪道 先生你看 这些亮晶晶的石头 像不像你说的仙石 秦迪见了露出欢喜的神色 伸手妈撒了片刻 道 这是低阶的仙石 比落星石还要强一些 这个小世界 以前有仙脉 自然能产生仙石 我原本以为 所有的仙石 都被古仙人消耗了 没想到 湖底还有些残留 等你空闲下来 去湖底好好寻找 将所有仙石都捞上来 日后我会派上用场 知道了 这是我找到的陈香木 很好 狐狸有没有发现 活着的妖兽 没有 鱼虾倒是有不少 我捉了两条虎皮大虾 每一条都有两斤重 烧熟了尝尝味道 看看有没有灵气 过了一会儿 燕雪拿了两个盘子 每个盘子里有一条大虾 秦迪包了一只 赞道 不错 个头跟龙虾差不多 内含较弱的灵气 等我们回去的时候 别忘了带一些走 嗯 我记住了 燕雪又摸出几颗妖兽那单 问道 先生 你看这些东西 能不能派上用场 情敌道 可惜时间隔得太久 距离现在超过五千年了 这些妖丹的灵性 丧失了大半 拿来练丹也不是不行 但是效果不算好 有用就行 我去外面 再捡一些回来 记住妖兽骨骼的形态 回头我写一本妖兽图录 教你分辨妖兽的种类 不久之后 燕雪从湖底捞出了不少的尘香 单是这些尘香 搁到后世也能卖很多钱 而且 他还捞了两百多颗珍珠 从中间挑细选 凑齐了两串项链 其中一串直径三厘米 总共18颗 另一串直径2.5厘米 总共24颗 然而他捞出的仙石并不多 总共不过百来快 不过 按照秦迪的说法 这年月地球上保存下来的仙石 已经非常稀缺了 多找到一块也是好的 时光流逝 日子过得很快 转眼到了1943年12月初 秦迪和燕雪出现在菲律宾 他们一边询问当地的百姓 一边施展天室地厅之法 只花了一天时间 就找到日本驻菲律宾司令部 然后趁着夜色 直接摸到第14方面 军大将山下奉文的住所 秦迪一掌拍在山下奉文的脑门上 他并没有杀死此人 而是进行了细致的搜魂 随后 他又对几个日军将领 进行了搜魂 得到了第一手的资料 包括一张珍贵的藏宝图 自从日军控制了南洋周边国家之后 御人天皇命令日军 从菲律宾 运回日本 为了保护掠夺财富的安全 天皇命令日军迅速将这批 财宝登记注册 埋藏于菲律宾全境175处的 皇家藏宝点 这些藏宝点 有的位于废弃的矿井中 有的藏在群山里 日本军方驱使大量劳工挖掘地下攻势 然后将他们秘密杀害 以防宝藏秘密泄漏 秦敌通过搜魂的手段 从山下凤文的书房里找到了藏宝图 而且他还知道 这样的藏宝图总共有三份 另外两份分别呈给了日本天皇和首相东条 第326章 无数宝藏 随后 两人暗图所记 挨个挖掘每一处宝藏 他们在马尼拉郊外 科雷极端岛 棉兰老岛 明都落岛和其他的岛屿上 发掘出大量的金银珠宝 瓷器 艺术品 远古化石 宪装书籍 宗教文物等 在吕宋岛的深山里有一个8号地道 那个地道距离地面有67米 堆积着一排又一排的金条 坑道的外面被炸药爆破了 埋着数百人的骸骨 因为是秘密宝藏 外面并没有人守卫 相当于荒郊野外 秦敌和艳学美人一把零锄 很快将一箱箱的黄金珠宝挖出来 收藏在那虚葫芦中 历史上 1945年9月2日 日本在菲律宾投降后 山下凤文因在马尼拉 进行大规模种族大屠杀 而被指控犯有战争罪 负责审判的美国官员 从中央情报局那里 获知日本在菲律宾买有财宝 于是在审判中 曾千方百计获取其中的秘密 不过 山下在受审期间 没有真正招供 坚决不肯吐露财宝的秘密 然而 为山下凤文开车的司机小岛邵佐 却引起了美方审判人员的特别关注 菲律宾义的美国情报官罗曼拉 通过指控小岛犯有虐待罪 而将他囚禁 并进行了秘密审判 以便揭开日本人在菲律宾的藏宝点 罗曼拉多次又是小岛 提供黄金宝藏的情报 1945年10月上旬左右 小岛终于打破沉没 并带领罗曼拉看了超过12个藏宝点 这些藏宝点 都位于马尼拉市北部交线 非常破败的地方 但是 美军找到的宝藏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日军从东南亚地区掠夺了多少黄金 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 后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意识到 非境内还存有不菲的黄金 于是 多次秘密进行官方的挖掘开采 并中饱私囊 马克思及其代理人 经常都在伦敦 香港 悉尼等地的黄金市场上 秘密出售大批黄金 有时一次卖出的金定数量 就高达10多吨 比已知的菲律宾所有的黄金储备还多 每隔一段时间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伦敦黄金交易所 就会出现一次称为 马克思黑鹰的秘密买卖 根据出售的数量估算 马克思的黄金价值约上百亿美元 不过 马克思总统在1986年被推翻后 黄金被迫转交给了美国 为了运这些黄金 美国动用了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 另外 还有许多人私自在菲律宾的山区中 寻找日军埋藏的黄金 70年代 在菲律宾发生过著名的罗哈斯事件 罗哈斯是一位菲律宾私人寻保者 他于1970年在旅宋岛北部山中 发现了一尊纯金佛像 重约一吨 头部可以拆下 身体内部还藏有大量西式珠宝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文之此事后 派军队从其家里将佛像抢走 导致菲律宾公众舆论哗然 此后 日本在东南亚藏有黄金的秘密不断被解开 数量之巨足 可见当初日本对亚洲掠夺之神 被日本抢劫的对象 除了日本侵略的国家 还包括被占领地区的个人 教堂 寺庙 银行 公司 以及地下经济团体 有人曾估计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 获取的战利品 近千亿美元 还有许多无法估价的奇珍异宝 这使亚洲人民蒙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陆续找到更多的皇室藏宝点后 美国情报机构派人悄悄地挖走了 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金块 钻石和白金 无论是道格拉斯 麦克阿瑟将军 还是杜鲁门总统 从一开始就把挖掘这些藏宝点 作为美国国家顶级机密 1945年到1948年之间 价值几百亿美元的黄金被运到了美国 没有将其归还给东南亚国家的受害者 而是分别存入了42个国家的176家银行 其中瑞士联合银行日内瓦分行 以兰斯戴尔名义开出了一个 拥有上百亿美元的黄金账户 战略情报局解散后 这笔巨大的财富被中央情报局接收 成为其账面外资金 其使用和支配不受任何监督 令人震惊的是 还有一部分黄金成为美国人的私财 其中最大的账户是以麦克阿瑟的儿子阿瑟 麦克阿瑟的名义 在苏利市的瑞士信贷 银行开设的数目高达近百吨的黄金 而美国前总统胡佛 在瑞士信贷银行的私人账户上 也有7.5吨黄金 寻找到大量宝藏 大大增加了美国进行冷战的资本 根据美国官方透露 杜鲁门政府把美国在亚洲找到的财宝 连同美国在欧洲搜罗到的 德国法西斯所掠夺的财宝 合在一起作为秘密政治行动基金 用于冷战中与苏联对抗的费用 这一次秦敌既然来了 就想把这些宝贝吃干抹净 脸口残渣也不给美国人留下 两人动作飞快 一天挖掘五六个地方 不到一个月 就把所有的藏宝点全部挖开了 其实并没有175个藏宝点 真正的藏宝点只有75处 剩下一百个都是迷惑人的 具体有多少收获 勤敌也懒得计算了 除了金银之外 还有钻石 珠宝 翡翠 玛瑙 象牙 珊瑚 带帽 甚至连小叶子坛的木料都有 很多东西都无法衡量价格 燕雪还想去找阿波安号沉没的地方 将黄金白银捞上来 然而大海里没法定位 不知道具体的沉船位置 所以不得不放弃 随后他们来到印尼一个偏僻的城镇 找到方家堂行的仓库 取走储藏数年的1万3千吨白糖 紧接着他们乘坐商船前往日本 1月10日的下午 秦敌见到了三叔秦汉旭 千叶县距离东京不远 靠近海边有一处豪宅 占地十亩 周围有长青藤围栏 虽然是冬天草还没有枯萎 这年月普通的日本人都很穷 像秦汉旭这样的大财主比较少见 以他的财力占据十亩庄园 已经算是很低调了 惠子看见他和燕雪 显得十分开心 不停地嘘寒问暖 你们怎么来了 长途旅行 一路颠簸 肯定累坏了吧 秦敌笑道 一点都不累 我们过来看看你们 春节之前还要赶回去 惠子道 听说你们有了一对双胞胎 为什么不带过来 可恨这该死的战争 来往不方便 我还没见过他们呢 燕雪问道 我们也好久没见秦系 想来长成大姑娘了 惠子笑道 可不是吗 阿希十二岁 个子跟我差不多高 这会儿还在学校里呢 第三百二十七章 相信你和阿迪的能耐 这边 燕雪陪着惠子聊天 另一侧 秦敌则跟秦汉旭走进隔壁的房间说话 三叔 我这次过来 带了一万多吨白糖 你帮我找个仓库 让我把白糖送进去 秦汉旭诧异的道 船停在外海了 这件事应该我来安排 万一碰到军方检查 那可就麻烦你了 秦敌微微一笑 放心 你只管找好仓库就行 我成立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 距此不远就有一个大型的仓库 因为海上被美国人封锁 所以仓库还空着呢 等会儿我带你去看 你给我个地址 再把钥匙给我 你能找到地方 我告诉你 从这看出去 隔着一道海湾 800米外那个白色的房子 是贸易公司的办公室 青色的房子是仓库 我知道了 三叔 一下子进来这么多白糖 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 没事 我已经做好了预案 随后 叔侄二人聊起具体的安排 以及日本的经济状况 日本是个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 中国军民的持久抗战 不仅给予了日军以重创 消耗了日本大量物资 也让日本经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严酷的现实迫使日本于1938年6月 修改了物资动员计划 全面压缩一切与军需无关产业的物资供给量 并要求国民贯彻节约 配给回收 实行战时简朴生活等十大措施 规定对钢材、铅、铅、铜、铅等32种物资 实行强化的使用限制 1939年 日本关系地区和日本殖民的朝鲜出现大旱 当时同为日本殖民地的中国台湾则发生严重水灾 农业的欠收迫使日本必须特别进口2亿多日元粮食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 日本控制了广大占领区的经济命脉 对自己所需战略资源实施殖民开发 同时根据不同地域和行业 有重点地进行疯狂掠夺 妄图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到1942年 中国东北出产的钢材 占日本全部产量的近三分之一 屡占日本所需量的近40% 日本所需38种军需物资中 有14种由中国东北供给 清华日军所需的装备物资补给 大不依赖东北提供 在华北地区 日本的经济战略是以华北之所有 补东北之不足 在华中地区 日本于1938年成立华中振兴公司 统筹对该地区的经济掠夺 该公司控制了华中地区的水产 蚕丝 煤 铁 电力各业的生产和销售 还直接实施对广大中国人民的巧取豪夺 七七事变后 日本在中国东北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统治和垄断 中国人食用大米即被定为经济饭 太平洋战争初期 日本迅速占领了东南亚地区 控制了大量战略资源 其中 马来亚和婆罗洲的橡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85% 马来亚和和属东印度的西产量占世界的60% 当时的和属东印度年产石油达800万公升 可完全满足日本所需 但由于船舶吨位严重不足 1942年 日本从东南亚运回的物资仅能完成计划的60% 此后 盟军详尽分析了日本经济的特点 非常重视对日本海上交通线的破坏 借以扼杀日本战争经济 美国海军潜艇部队更是把攻击日本运输船 作为自己的主要作战任务 面对开战后巨大的船舶运输缺口 日本采取了简化工艺 降低标准的办法来建造运输船舶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战败投降 日本共新造船舶397万吨 而同期损失的船舶高达883万吨 为前者的两倍多 船舶的缺乏 使得日本无法把从各占领区掠夺的物资 稀数运回国内 1941年 日本的海运量为4700万吨 1942年降为3900万吨 1943年2900万吨 1944年1700万吨 1945年则即将为600万吨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日本国内的物价大幅飙升 有些东西上涨1000倍 老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 像白糖这种消耗品 有大量的需求 外界也不缺货 但就是运不进来 日本军方说是物资统购 其实已经焦头烂额了 他们对走私 睁之眼闭之眼 不管怎样 只要能运进来就行 哪怕是黑市途径 能买到也是好的 秦迪告诉三叔 要趁着物价飞涨 将这13000吨白糖出手 等到日本战败投降 再换成企业股份 不管是绝对控股 还是相对控股 哪怕是大公司1%的股份 都行 他专门列了个单子 包括丰田 马自达 本田 索尼 松下 三井 三陵 日立 他虽然列了很多 但只是作为备选 具体投资哪一家 还要看具体情况 晚上 秦熙放学回家 几年不见 他已经长成了少女的模样 还记得 燕雪这个姐姐 曾经背着她上青城山 所以对燕雪很亲切 燕雪问她在学校里怎么样 还好 秦熙说这话时 似乎想起了什么 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晚饭过后 惠子将燕雪叫过去 告诉她一件事 再过两三年 阿熙就要上高中了 有些课程 男女学生 包括老师 都是不穿衣服就上课 燕雪吃了一惊 这是为什么 难道物资匮乏到衣服 都穿不起了吗 惠子解释道 1932年 出了个高等女学教令 女子高中里面开设修身课 和功名课 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送这些女学生 上战场 有人认为 裸体上课 能够训练精神意志 上战场的时候 会没有羞耻感 能够让女人战斗力提升 1938年1月 出台了母子保护法 制定了母子育成策 公开呼吁努力繁殖 努力生育 的口号 整个日本各个阶层 沉浸在战争狂热之中 日本还有贩卖女儿的现象 被卖掉的女孩 也毫无怨言 女孩子为了家庭 而被卖掉 不仅没有人鄙视 甚至还会受到 人们的称赞 日本有一个 卖身奉养母亲 和弟弟的女子 因为孝心奇特 而受到了官方的表彰 甚至有人认为 做妓女是高尚的 因为她们 是为了静孝道 才去出卖身体 艳雪听了 只觉得头皮发麻 道 要不然 我把秦熙带回中国吧 没想到 惠子居然点头了 可以 我正准备这样做呢 原本想回魔兜住几年 可是 你叔总是找借口 这边的生意走不开 艳雪道 你放心 秦湛还在重庆呢 由她照顾妹妹 不会出问题 而且 秦家有不少小孩子 张怡然17岁 张绍青14岁 王勺11岁 再加上几个小娃娃 王哲四岁 秦红和秦英快三岁了 秦熙若是去了 不会感到寂寞 那感情好 没想到秦家这么热闹 不过 重庆位于西部 沿途要经过一道道关卡 来往很不方便 由我们带着秦熙 保证一帆风顺 嗯 相信你和阿迪的能耐 第328章 这个侄子不简单 当天夜里 秦迪便将白糖堆在仓库里 他没让秦汉旭跟着去 秦汉旭站在自己院子里 瞪大眼睛看着远方的码头 虽然看不清楚 但是没有灯光 也没有人声 所以他心里很是狐疑 上万吨白糖 需要动用多少人手 才能搬入仓库里去 这能是黑暗中 静悄悄完成的吗 他越想越觉得古怪 我这一切都是他的猜测 我这一切都是他的猜测 或许还有另外的可能 擒敌动用了海军 他说不定 他说不定懂得 无鬼搬运之法 如此以来 他以前给我的日币 都可能 是从东北抢来的了 我的天哪 这件事可不得了 万一走漏消息 你就是今天大案啊 所以他使劲咬紧后曹牙 决心将这件事烂在心里 哪怕做梦都不能说出来 当然 这一切都是他的猜测 或许还有另外的可能 比如说 擒敌动用了海军 那些人都很听话 摸着黑也能干活呢 第二天早上 擒敌问 三叔 我让你留意的温泉山庄 你帮我看好了吗 秦汉旭道 日本从北到南约 有2600多座温泉 有数万家温泉旅馆 我看了好多地方 最后挑了几个地方 但不知道 哪个更适合你的心意 等你最后来做决定 说完他去书房里拿来一摞资料 就是这几个地方 有山有水 可以建立温泉山庄 别的地方虽然有温泉 但是很难圈出大片的土地 秦迪看了一会儿资料 道 就选这里吧 汤布院温泉 位于丰厚 富士山路 四周被由布月山 与起月山 成月山 和飞月山所环抱 秦汉旭道 这在南部九州呢 距离千叶有点远 秦迪道 在南部更好 距离摩都 香港比较近 秦汉旭道 我亲自去看过 那里有几家温泉旅馆 有两家可以直接拿下来 等将来再改建成四家山庄 秦迪又从桌上捡起一份资料 道 三叔 我现在不缺钱 除了位于九州的这处温泉之外 你帮我去北海道的大雪山附近 再找一处优质温泉 我准备一南一北 建立两座山庄 秦汉旭大喜 太好了 此举正合我意 一边泡温泉 一边赏雪景 这是我很早以前的梦想 他当年来日本留学 带着一肚子的梦想 那时候没钱 啥也干不了 现在年纪大了 再不抓紧时间 很多梦想 就要胎死腹中了 唉 我老了 不知道还能活多少年 我希望能亲眼看着这两座山庄落成 秦迪道 三叔 现在还不行 还要再等两年才能开建 美军飞机的轰炸很厉害 等战争结束了 再建造也不迟 秦汉旭问 什么时候战争能结束 秦迪装模作样的掐指算了算 道 明年秋天 日本就要投降了 秦汉旭摇头 不太可能 日本的战争潜力还没到极限呢 照我看 再撑三年没问题 秦迪道 美国人在研究一种新型炸弹 一旦投下去 会毁灭整座城市 他们很快就要研制成功了 三叔 你记住 明年八月份 你千万别到处乱跑 尤其不能去广岛和长崎 啊 什么样的炸弹这样厉害 这是史无前例的大杀器 我有一个舅舅 正在美国参与这项研究 他偷偷写给我一封密信 用的是暗语 所以我才了解相关的动态 这件事能不能报给清先生 不能 否则会改变事态 影响战局发展 书指两人聊了好半天 秦迪略微透露 关于未来的事 说道 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三叔 你以后就留在日本吧 秦汉旭叹了口气 我一个堂堂的中国人 有家不能回 回去之后 还可能被定为汉奸 清先生未必肯帮我洗白 就算洗白了 我还要面对惠子一样的眼光 我真是不容易啊 秦迪道 连清先生自己都要焦头烂额了 他帮你洗白也没有用 因为你是清白党的老人 无论怎么洗 都洗不干净 而且你还是大资本家 两罪相加 你还是置身于外吧 秦汉旭嘴角抽动 说不出话来 过了许久 他才说道 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竟然还要遭这种罪 秦迪笑了笑 让燕雪拿出几根老山餐 三叔 您看 这是延年益寿的良药 你每天切一小片 常年吃下去 活到一百一十岁没问题 我跟你说 我给父亲算过了 他大概能活到一百二十岁 你作为兄弟的 若是死在他前头 那可太丢人了 啊 老天爷 竟然有这么巨大的人参 这是长了多少年啊 惠子从外面走进来 看见巨大的人参 也被吓了一跳 日本也有东阳参 分成东阳白餐和东阳红参 从江户时代起 日本就是人参出口国 后来 日本产的人参越来越少 产地逐渐萎缩下去 秦夕跟在母亲身后进来 忍不住问道 人参真的能延年益寿吗 秦迪答道 普通的人参生长年限太短 不一定有多强的效果 但是我拿来这几株人参 都已经生长了五百年 吸收了天地灵气 吃一颗能延长三 五年寿命 等你们吃完了 我再去想法子弄两颗过来 惠子问 这东西哪里弄来的 长白山的深山老林里 人际罕至的地方 仔细找才能找到 秦迪在那里胡说八道 燕穴只是抿着嘴微笑 当天下午 锦上归三郎来了 非要缠着秦迪下一盘棋 秦迪闲得无聊 于是摆开了棋盘 边下棋边续话 这两年 锦上归三郎的日子并不好过 因为日本全国都在备战 很多男人都上战场了 作为棋手的地位自然下降 连围棋比赛都停了 锦上归三郎 找了一份小学教师的活儿 勉强赚一点小钱 在这样物价飞涨的时候 要不是有惠子帮他 说不定他已经饿死了 因此 锦上归三郎见到秦迪这种大富豪 再加上举世稀有的棋盛 自然来个120度鞠躬 头都快碰到脚面了 他一辈子没结婚 如今也老了 头发花白 风竹残年 索性他上面还有大哥和二哥呢 大哥锦上归一郎 二哥锦上归二郎 他们都有子孙后代 不过 每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都需要惠子不断接近 因此之故 惠子在家里地位很高 这些人也不敢小瞧秦汉旭 没办法 不论啥年代 有钱就是大爷 下完一盘棋 两人又喝了一会儿茶 临走的时候 惠子给哥哥拿了几包白糖回去 秦迪在日本老老实实待了几天 他并没有去四处搜刮宝藏 因为还不到时候 他准备等美军占领日本再下手 三天以后 他和燕雪带着秦夕离开了日本 秦夕信冲冲地离开家 告别父母的时候 并没有伤心难过 这个年龄的小姑娘 看什么都新鲜 不会理解父母的心情 一月二十三日 除夕前一天 秦迪回到家中 秦汉成本想说他两句 埋怨他为啥不早点回来 可是看见秦夕之后 他把埋怨的话咽了下去 赶紧招呼秦夕 对他嘘寒问暖 朱婉也吩咐下面的人 多准备好吃的 让远道来的侄女 品尝中国美食 一群小孩子将秦夕围住了 七嘴八舌问个不停 又过了一会儿 秦战回来了 跟妹妹抱在一起 秦战结婚以后 并没有离开重庆 他还在密店所工作 准备等抗战结束才退出来 秦迪看见趴在门口的 笑天犬 才过去半年的功夫 这条狗已经长大了 差不多有三尺长 尖高五十厘米 但还没长到极限 他冲着笑天犬招招手 笑天犬爬起来 悄悄靠近他 拿身体蹭他的腿 秦迪当初得到小狗的时候 就给他疏通了经脉 进行了初步的伐毛洗髓 笑天犬不是普通的狗 他是有灵根的 或许得到了龙虎山的灵气 受到天师府的历代培养 机缘凑巧的天道眷顾 才诞生了这么一条狗 秦迪摸出一颗丹丸 丢进笑天犬的嘴里 笑天犬一口吞下去 兴奋地摇着尾巴 秦迪用手不停地拍打着笑天犬 为他进一步伐毛洗髓 秦汉成瞪他一眼 道 这么老实贴心的一条狗 你打他干什么 秦迪笑道 这狗与众不同 越打越听话 胡说八道 你赶紧停下来 这么大的人了 还虐待动物 我哪里虐待他了 你看他闭着眼睛 一声都不叫 分明在享受吗 秦汉成仔细一瞧 还真是如此 于是便不去管他了 秦迪不单给笑天犬为了丹药 辅助拍打筋迈住他伐毛洗髓 而且将一段简单的妖修功法 打入他的髓海里 虽然说笑天犬暂时还没有开灵 但是假以时日 他会一点点解开髓海里的功法 你要问秦迪 为什么懂得妖修功法 那说来话就长了 西年他做先帝的时候 手下培养出好些位妖修先王 包括龙 虎 龟 凤 虎等等 每一位拿出去 都是响当当的角色 当然他现在两手空空 啥也没有 所以只能从头开始培养了 第329章 诗和远方 这一年的春节秦家很热闹 一群小孩子缠着秦迪 让他讲故事听 秦迪挖空心思想了许久 他不想再欺负金庸了 于是讲了一本《骑身养小邪》 这本书很有意思 很受小孩子喜欢 因为秦迪没在家 所以也没人做记录 将小说刊印成册了 提起秦迪 朱婉和秦汉成就有些揪心 不知道他在北方日子好不好过 秦迪安慰他们 放心吧 他和王叔在大后方 只要不上前线 就不会遇到太大的危险 这两年 那儿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粮食已经够吃了 所以饿不着他们 朱婉道 阿迪 你有空给我讲一讲 大赤党的精益到底是怎么回事 秦迪点头 好 我给你们开一堂课 讲解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资本论和乌托邦 你别说 秦迪还真能讲这些课 他第一试的时候 长在红旗下 一路读书学习 能考出本科 硕士 博士 连过三观 每一次都考政治课 早已将这些理论领悟透了 此时 他觉得有必要跟父母讲讲这些东西 将来才能更好地留下来 不会为政局变化而感到烦恼 秦迪并不担心 母亲的将来 作为四度诺贝尔奖获得者 就像一尊大佛一样 无论身在何处 都会受人尊敬 他比较担心父亲 人越老越顽固 可能到时候想不开 所以需要慢慢地开启心结 大年初午 吃完午饭 孩子们在隔壁玩耍 秦迪跟秦汉成坐着喝茶 他开口说道 爸 你这一辈子 还有什么遗憾和盼望没有 秦汉成想了想 我只盼着秦家能长盛不衰 秦迪问 什么是长盛不衰 具体有哪些指标 秦汉成道 子孙都成器 生活无忧愁 手头不能缺了钱 爸 你知道咱家现在有多少钱 我不知道 其实我心里明白 钱再多有什么用 我都快七十了 身体健康最重要 钱财够用就行了 再多也没必要 你这样想就对了 而孙自有孙福 我只是心有不甘 看着毕生辛苦得到的财富 转眼便被雨打风吹去 爸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知道这个秘密 你就能想开了 什么秘密 你说来听听 我在某个私密的地方 存放了八百吨黄金 这是咱家的财产 别人都不晓得 这个数字是他随口瞎说的 秦汉成一听 猛然坐直了身子 双手微微颤抖 惊讶地问到八百吨 那是多少辆 一公斤等于三十二盎司 也就是三十二辆 八百吨等于两千多万辆 按照一盎司二十五美元计价 折合九亿美元 我的老天爷 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黄金 情敌笑而不语 他以前从国内抢来的黄金 等到以后会慢慢归还给中国人民 但他从南洋挖出来的金银珠宝 就未必会拿出来了 这次他在菲律宾挖了多少宝贝 至今都在那须葫芦里 到底价值几何他也不清楚 至少有一千五百吨黄金 那是绰绰有余了 爸 你说咱家有这么多黄金 是不是可以将钢铁厂 药业公司 还有粮行捐献给国家 这个 你要好好想想 我不是贪财 而是留恋自己付出的心血 我不是说现在就捐 而是说若干年后 那就等将来再说 正月初八 顾如梅来了 他也从昆明转到了李家庄 毕竟李家庄距离他家很近 他可以经常回家探望 琴笛见他到了练器第八层 经不住满意的点点头 不错 你的功力进步很快 看来平日里下功夫了 顾如梅笑道 先生 我现在三天一场鼓琴演奏专场 前去听琴的至少上千人 有些学生去听了演奏 回头反应极佳 说是遍体舒畅 耳聪慕明 就像吃了人参果一样 也有些老先生说 听了琴曲之后 原先筋骨疼痛 后来疼痛大为减轻 我终于明白仙音的妙处了 琴笛道 随着你功力的提升 我会传你更多的仙音 妙处将会更多 顾如梅道 我现在是国立音乐院和川音的教授 好些人见了我 要叫我 先生呢 那是应该的 作为我的徒弟 每一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先生 有好些人想拜我为师 可是我没碰到一个有灵根的人 如此下去 仙音终究会失传 这未免太令人遗憾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除非灵气复苏 否则修真人会越来越少 以后恐怕连一个都不会有 先生 灵气还能复苏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对地球而言会有不小的冲击 顾如梅问 会有怎样的冲击呢 秦迪解释道 灵气复苏之后 不当会冒出修真人 还会产生妖兽 本来即将绝迹的老虎 野狼 野猪 黑熊 花斑豹 都可能变成妖兽 体型巨大 来去如飞 还可能吃人 如此以来 居住在乡村的老百姓就惨了 那 还是不要灵气复苏为好 秦迪传授了新的曲谱 让顾如梅回去好好练习 再过几年 你就能住击了 住击之后 形同于陆地神仙 寿命将扩充到五百岁 顾如梅欣喜的同时 又有些担忧 先生 五百年后 我的家人可能都不在了 秦迪道 或许阿虎还在吧 如果他也能住击的话 否则你只能看到顾家的后世子孙了 到那时 我岂不是成了姥姥姥姥 老不死的姑奶奶 没错 如果一直留在地球 的确会会这样 天哪 那也太恐怖了 所以你要努力修炼 住击之上还有金丹 原因 原因之后才能撕破虚空 前往另外一个未知的世界 开启真正的长生之路 变成高高在上的仙人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哈 诗和远方 先生您说的真好 秦迪又给了他一瓶丹药 然后将他打发走了 第三百三十章 远征大捷 1943年10月 为配合中国战场 及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形式 重新打开中印交通线 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 制定了一个反攻缅北的作战计划 代号为人员泰山 计划从印缅边境小镇利多出发 跨过印缅边境 首先占领新平阳等塔内和以东地区 建立进攻出发阵地和后勤供应基地 而后翻越野人山 以强大的火力和包抄迂回战术 突破胡康河谷和孟巩河谷 夺战免北要地秘之拿 最终连通云南境内的滇免公路 担任主攻任务的是 郑动国指挥的新义军 下辖孙立仁指挥的新三十八师 廖耀香指挥的新二十二师 以及顾如虎指挥的独立旅 总兵力3.5万人 而当面之敌 是田中兴义中将指挥的日军第十八师团 下辖第114、55、56连队 共有兵力3.2万人 该师团是日军的一支王牌部队 兵员来自九州岛的产业工人 以凶丸闻名参加过进攻上海和南京的作战 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 他在新加坡曾以3万多人迫使8万多英军缴械投降 后投入缅甸作战 有丛林作战之王的称谓 胡康河谷免于为魔鬼居住的地方 他位于缅甸最北方 由达罗盆地和新平阳盆地组成 山高陵密 河流纵横 雨季泛滥 据说原来曾有野人出没 因此当地人将这片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区统称野人山 中国驻印军对胡康河谷太熟悉了 前年中国远征军败退时 闯入这块禁区 损失惨重 遗失无数 胡康河谷内的每棵树下 几乎都撒着中国官兵的尸骨 每处河滩都撒下了他们的血泪 1943年10月20日 前哨战在新平阳以细无名高地打响 独立旅搜索连在行径途中 与日军的一个大队遭遇 双方立即抢占有利地形 并几乎同时向对方开火 按照以往的经验 日军一个大队 赢的战斗力相当于中国军的一个失 此次战斗一开始 日军根本不把区区一连的中国士兵放在眼里 立即向中国军占据的无名高地发起冲锋 搜索连是独立旅的开路先锋 全联兵员200余人 配备迫击炮12门 反坦克炮3门 轻重机枪55艇 战斗一打响 该连级沉着应战 将敌人放入射程内 充分发挥火力优势予以杀伤 当日本兵端着三八大概气势汹汹 扑上来的时候 骤然间冰雹般的迫击炮弹便 劈头盖脸地砸下来 暴雨般的机枪子弹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墙 把气焰嚣张的日本兵打得晕头转向 下午 另一连的中国士兵及时赶到 两路一骑夹击 日军丢下200多具尸体 仓皇而逃 前哨战出战告捷 中国驻印军首创 对日军以少胜多的战绩 10月24日 独立旅核心38师攻击前进 上午9时 炮兵部队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炮火集袭 370多发炮弹在敌人阵队开花 火炮准备后 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了攻击 清零前线督战的史迪威 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观感 中国人打得很好 这些人勇猛无畏 下级军官是好样的 12月29日 经过6天的激战 全部夺占了日军阵地 日军56连队丢下数百具尸体 仓皇向后退却 渔邦战斗结束后 背负的日军被带到独立旅旅长 顾如虎面前 顾如虎冷哼一声 命令参谋 你去审一下 凡是到过中国的 一律就地枪毙 命令被迅速执行 日军第18师团 曾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累累罪行 这些俘虏手上沾满中国人的鲜血 当然再劫难逃 1944年1月 日军第55 56连队 退守胡康河谷内的达罗至太白加一线 新边第一军兵分三路竞技 左路为孙立仁指挥的新边第38师 从于邦地区出发 向太白加攻击 右路为廖耀香指挥的新边第22师 从新平阳出发 向达罗攻击 另外 还有顾如虎的独立旅游翼在外 四机发动进攻 1月31日 一队坦克冒着敌人炮火 快速冲进了达罗阵 中国步兵紧跟在坦克后面 利用钢铁屏障的掩护 肃清各个死角 占领敌人攻势和阵地 钢铁履带反复碾压着 射在小镇上的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 将日军师团参谋长赖尾少将 及数十名军官被击毙 虽然师团长田中心意逃出了该阵 但师团官房大印 却落在了中国士兵手中 因此达罗之战就成为日军第18师团战士上的奇耻大陆 日军第18师团自达罗 太白加一线后撤后 改变防御部署 将第55、56连队程梯次配置 分别占据湖康河谷中心地带的孟关和瓦鲁班地区 两地前后相距约12公里 企图以坚固的纵深防御 阻止中国驻印军的进攻 独立旅抵达瓦鲁班东北面地区 随即向日军发起攻击 并占领其侧后南北和渡口 中美联军向瓦鲁班发起攻击 下午一时 坦克部队从河堤缺口射水过河 对岸日军根本没想到坦克竟能射水过河 急忙集中火力封锁河面 中美联军更不示弱 大小火炮对准敌人阵地实施压制射击 美国飞机也赶来驻战 直打的日军阵地一片火海 在战车的追逐下 日本兵像兔子一样四散奔逃 进军路上横七竖八 躺下巨巨日军尸体 战至3月9日 日军第55、56连队死伤过半 最后凭借工兵部队 在丛林中临时开辟的两条秘密通道 侥幸逃出绝境 随后日军在缅甸组建第33军 由本多政裁中将任军长 统侠第18、53、56师团 本多政裁把第18师团残部 和第53师团部署在孟拱河谷 企图巨险顽抗 孟拱河谷地是险要 谷口是肩部山天险 谷内的加麦和孟拱两大重镇 隔南高江对峙 攻守相望 互为鸡脚 史蒂威与中国将领们商讨后 做出了一项大胆的作战部署 以新22师向加麦攻击前进 以新38师向孟拱进击 另以独立旅和美军拉加哈德突击队 组成中美联合突击队 绕到北侧的崇山峻岭 插向敌后的战略要点秘之拿 将日军在秘之拿、孟拱 加麦一线分割包围 予以歼灭 3月14日 中国驻印军开始向肩部山天险攻击 新22师从正面阳攻 顾如虎率领独立旅 不畏艰险 历时4日从左翼翻山越岭回到淤尖布山后方 和新22师两面夹击 于29日攻占沙渡渣 突破肩部山天险 进入孟拱河谷 秘之拿为缅北第一重镇 系缅甸铁路北部终点 有公路通孟拱 曼德勒及巴默 地形险要 是缅北重要的交通枢纽 并为中印公路之重要通道 日军第18师团第114连队主力 集第56师团一部在这里构筑坚固攻势巨首 美军出动大批飞机 对秘之拿进行了长时间的轰炸 独立旅发动骑袭 攻占秘之拿以西约一公里的飞机场 日军队突如其来的中美部队 茫然失措 仓皇抵抗 独立旅经过4小时的战斗 完全肃清了机场上的敌人 拿下秘之拿机场 切断了孟拱 加脉之敌的后勤补给线 大大鼓舞了新22师和新38师 对日军的正面进攻 随后 新22师在索卡道 将日军第18师团主力包围 避敌5108人 升幅英警 中队长以下日军112人 日军第18师团团长田中兴 一率1500余残兵 在第53师团主力的 接下仓皇难逃 但是 夺取秘之拿城区的战斗 却进行的十分艰苦 史迪威在空降成功的胜利心情鼓舞下 下令部队两周内拿下秘之拿 然而 他低估了敌人 中美联合突击队占领秘之拿机场后 日军急忙自颠西河巴默调派部队增援 使该地日军达到约两个联队的兵力 轻敌冒进的中美部队 在秘之拿火车站 惨遭日军伏击 伤亡巨大 史迪威连续向秘之拿空运了 第十四师的第四十一、四十二团 新三十师的第八十九、九十团 第五十师的一百四十九团 各部队不断向日军发动猛攻 但日军凭借坚固的攻势 顽固抵抗 最后 史迪威撤换了联军指挥官伯特纳准将 重新调整了部署 以第五十师、新三十师和美军拉加哈德突击队 从三面围攻秘之拿 很快速清了外围阵地 攻入市区 随即开始与日军逐个房屋 逐条街道地进行艰苦争夺 经过二十天的激战 终于肃清了秘之拿的残敌 占领了整个市区 日军城防司令官水上原藏舰大势已去 被迫自尽 仅有少数残敌偷渡伊洛瓦底江 向巴莫逃窜 在这场秘之拿攻坚战中 中美联军浴血苦战 歼灭日军约三千千人 自身伤亡约七千千人 但在胡康河谷和孟河谷战斗中 中国军队歼灭日军第十八师团全部 及第五十三师团和第五十六师团各一部 共击毙日军两万多人 一学两年前兵败缅甸的耻辱 这是一次辉煌的巨大胜利 廖耀香在胜利后 立即致电青先生 兴奋地谈到此次敌重武器 及军用车辆遗失之据 人员死伤疾病转于沟壑者之重 狼狈溃散惨壮 又甚于两年前国军野人山之转禁 追悉赌经 因此痛血前耻 官兵大愤 清先生大喜 宣布给各级军官晋升一级 由此 中将固如虎晋升为二级上将 而且经过战场的洗礼 他吸收了大量的煞气 踏入炼器第三层 其实 清白党的上将还是很多的 从1936年到1949年 总共授予53位上将 像张发奎 邓熙侯 于汉谋 商镇 何剑 蒋鼎文 于学忠 杨虎成 这些人都是上将 二级上将在网上 还有一级上将 朱培德 唐生智 陈绍宽 刘湘 宋哲远 陈条元 白重喜 陈成 严西山 和殷青等等 都是一级上将 第三百三十一章 葫芦的妙用 1944年2月下旬 秦笛和燕雪 前往古蜀洞天修炼 古蜀洞天的好处是 里面有妖鱼 腰残 憋灵和杜鹃鸟 杜鹃鸟也倒罢了 其余三种都是可以吃的 当然 杜鹃鸟也不是不能吃 只不过 它们飞得很快 捕捉比较麻烦 这些妖物都已经活了很多年 虽然说 古蜀洞天中的灵器 比不上乌山洞天 但是这些妖物 能提供大量的灵能 秦笛也没想将它们吃绝种 到最后留下几只 每样带一只上天就行了 它一面修炼 一面拿灵火制烤纳虚葫芦 这个葫芦虽然是九阶灵器 但它有无限升级的潜力 它们居住的茅屋后面 有一堆古仙人留下来的灵精 秦笛取了一团灵精 施展初级的炼心之法 将灵精进一步提炼 然后镶嵌在葫芦表面的法阵上 镶嵌完了再用灵火淬炼 三个月后 它的功力提升了一阶 踏足铸鸡第七重 铸鸡第七重 已经算是铸鸡后期了 如果隔在一届 作为小型的修真家族 有个铸鸡后期的修士作证 可以算是一方枭雄了 然而在地球上 擒敌却只能隐藏起来 因为这是末法时代 地球正在酝酿 玄胎 天道脾气不好 哪个修真人敢炸锚 它就会降下天雷 那么 到底什么是玄胎呢 玄胎是大道之根 其实 地球上的灵气并没有耗尽 修真人 白日飞升带走的灵气 只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 潜藏在地球的核心 又叫胎星 地球是有生命的 岩浆是它的血液 岩石是它的肌肉 花草树木 是它体表的毛发 动物生灵都附在它身上 相当于体表微生物 仙人曾经来过地球 比如说太上老君 留下一部道德经 种下大道之根 域中有四大 人居其一言 道大 天大 地大 人意大 为什么 把道牌在最前面 因为道祖高高在上 能一掌打碎星球 什么是人意大 说明凡人不能被轻武 因此之故 即使秦敌功力到了驻击后期 他也不能跳出来为所欲为 上不能打破天 下不能打破地 中间不能欺负凡人 所以他还是老老实实的待着算了 秦敌完成进阶后 又练化了一些灵精 制成了几个牵引阵盘 牵引阵盘是用来牵引灵脉的 只要发现了灵脉 就能将其牵引到某个地方 不过 因为他功力有限 所以制造的牵引阵盘等级并不高 无法做到远距离牵引 好在他有那须葫芦 只要将灵脉牵引到葫芦里就行了 这也正是他 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炼制这件大型储物法器的真正目的 他不想牵引国内的灵脉 否则会改变自然环境 他想去满世界游历 将国外的灵脉牵引回来 当然 国外有没有灵脉 他暂时还不清楚 他只知道 以前在缅甸发现了零石矿 还有翡翠半生矿 那个地方是有灵脉的 想来 别的国家应该也有 比如说俄罗斯 那么大的地方 特别是西伯利亚 值得去走一趟 再比如说 两河流域 地下有大量的石油 难道就没有灵脉吗 美国 加拿大和南美 这些地方也得去瞧瞧 毕竟美国的森林覆盖率很高 土壤肥沃 按理说也该有灵脉 当然 要想找到大型灵脉 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只有小世界里才会有 经过三个月的修炼 燕雪的功力也有进步 但还处于筑基第五重 随后 他们提了两条鱼 从古蜀动天里出来 回到家中 已经是五月份了 天气开始热起来 小型的游泳池已经造好了 就等进入六月开始启用 毕竟 杨历五月还不算真正的夏天 因为大轰炸停止了 重庆位于后方 大部分伤员都在前线做完了手术 只有少数军官或者伤势不太严重的人 才会转移到后方来做 因此之故 朱婉和秦琳都显得较为轻松 自从家中多了秦红和秦英 朱婉就近乎半退休状态 一个星期里头 至少有五天待在家里 剩下两天时间去慈安外科医院巡视 顺便看一下研究所的进步 真正的大科学家即便到了八十岁 也不会完全退休 院士 学部委员 那都是终生的 杨振宁那么大岁数 还在指导年轻人呢 不知为何 秦迪远以为 土霉素的发现 还可能带来一次诺贝尔奖 然而论文发表了好几年 至今还没有丝毫的动静 他心想 或许这才是正常的流程吧 诺贝米奖的评选 往往摇压后 很多年 有时候研究人员年轻时做出的贡献 直到年老才获得认可 秦林也不缺这个诺贝尔奖 有他算是锦上添花 没他也无所谓 秦悦去了宝塔山之后 连个音讯都没有传回来 不过 秦家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来历不明的人 有些人开始悄悄接近猪腕 他们也想接触秦迪 然而 秦迪神龙见首不见尾 想找到他并不容易 原本北征结束后 大赤党员从三十万锐减到三万 革命力量受到严重削弱 形势十分严峻 1937年 陈运返回宝塔山主管某部工作 在他的主导下 加强在国统区的工作 同各界广泛接触 尽可能吸纳优分子 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 雇农 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 知识分子 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 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短短五六年的时间里 大赤党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 星星之火 终于可以燎原了 秦迪将两条鱼斩成小块 放进冰箱里 他再一次叮嘱家人 这种鱼一次只能吃一小块 吃多了容易流鼻血 朱婉和秦汉成都已经有经验了 很相信他说的话 多年以来 他们吃了不少补品 身体健康 充满活力 外表看着比真实年龄年轻二十岁 他们越来越相信 自家儿子不是普通人了 朱婉自始至终都以为儿子是天使 要不然不会带来这么多奇迹 秦汉成则认为儿子是半仙 类似于传说中的鱼籍 陈团 张三丰之流 虽然算不上真正的神仙 但也掌握了某种仙法 不过 这种事 他们都秘而不宣 不敢在外头乱讲 因为他们是大资本家 大科学家 高处不胜寒 形势本该低调 试想 秦家已经是民国首富了 你在到处宣扬儿子是神仙 那不是给自己拉仇恨吗 你让普通民众怎么想 越是神仙 越是大人物 越要谦虚谨慎 尤其是处于这个年代 到处都在打土豪 那种四处炫富的人 肯定没有好下场 第三百三十二章 青阳宫 秦迪一回到家 就被一群孩子包围了 这些孩子 并不是想要好吃的 而是想听他讲故事 要听杨小邪 杨小邪气这一头猪 后来怎样了 有没有把人救出来 秦迪道 我上次不是讲完了 怎么还问这个问题 王韶拉着他左侧的衣袖 我们还要听 舅舅你接着讲 好不好 秦迪拉着他右侧的衣袖 哥哥 我也想听 上次我没听明白 秦迪笑道 好吧 那我再讲一段 他在家里待了几天 然后悄悄溜走了 他和燕雪再次来到李庄镇 李庄镇有上万名师生 乃是抗战时期的学术重镇 这里藏龙卧虎有不少精通外语的人才 秦迪和燕雪分头拜师 学习俄语 德语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波斯语 他们博文强技 学习速度很快 听一遍就会了 不用像普通学生那样辛苦的背单词 一般来说 像这样的学生一看就不认真 如果学生不认真 老师是不肯教的 耐不住秦迪有钱啊 他只要拿些奶粉 肉罐头 再送几袋子面粉 就能让老师心甘情愿的连续交下去 这年月的老师太苦了 政府下播的粮食有限 原本秦迪答应给每个师生 每天增加半斤粮 可是秦迪已经离开了李庄镇 这件事就有些疏忽了 秦迪听说这件事以后 又恢复了粮食的供应 这一天 秦迪和燕雪在茶馆里闲坐 忽然看见梁思诚和林徽英 从外头进来 燕雪起身招呼 寒暄过后 四人坐在了一张桌边 秦迪看着林徽英销售的面旁 不觉轻叹道 林女士 我给你的人参 你吃了没有 林徽英勉强笑道 还没呢 我准备过段时间再吃 秦迪道 你患有肺结核 一半因为肝菌 一半因为体弱 两者相辅相成 如果免疫力强一些 再配合炼酶素 还是有希望治愈的 人身大补元气 能增强免疫力 他之所以说有希望治愈 是因为单有炼酶素还不够 还需要配合力浮瓶等其他药物 林徽英的祖父林孝勋 乃是近世出身 父亲林长明 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 善诗文 公书法 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等职 叔叔林决明 更是历史名人 他本人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受的是西洋教育 所以对人身可能有偏见 林徽英很有才华 他是中国近现代杰出的诗人 作家 建筑学家 文学上 著有散文 师哥 小说 剧本 译文和书信等 代表作 你是人间四月天 连灯 九十九度中 等 他还发表了多篇有关建筑的论文 比如说 平交建筑杂录 清室营造泽利 禁焚古建筑预察济略 中国建筑史 聊 宋部分 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 林徽英是一个不平凡的女子 记耐得住学术的清冷和寂寞 又受得了生活的艰辛和贫困 沙龙上作为中心人物 被爱慕者 如仲星捧月般包围 穷乡僻壤 荒似古庙中 不顾重病 不但艰辛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 早年以名门出身经历繁华 被众人称献 战争期间 繁华落进困居礼庄 亲自提了瓶子上街头打油买醋 青年十旅因流美 甚得东西方艺术真谛 英文好得令肺位没赞叹 中年时一贫如洗 疾病缠身 仍执意要留在祖国 可是他的寿命很短暂 解放后不久就病逝了 秦迪不忍心看他早逝 所以忍不住提醒他 林辉英文言点点头 笑道多谢秦先生关心 接下来梁思成说起 在外面考察古建筑的经历 时而兴奋 时而惋惜 因为当初秦迪给他开了一张 二十万美元的支票 所以梁思成解释自己拿钱干了什么事 也算是这笔钱没有白白浪费了 秦先生 我们走了五省数十县 测绘和拍摄二千多件堂 宋 辽 金 元 明 清各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物 包括天津济县辽带独乐寺观音阁 宝底辽带广祭寺 河北正定龙兴寺 山西印县木塔 大同辽带寺庙群 华岩寺和善化寺 秦迪问 除了建筑以外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些寺庙道观周围 有什么奇怪的事物 秦先生 你想了解什么 我想知道这些有名的建筑 为什么会坐落在该处 悬职有没有不合常理之处 你让我想想 过了一会儿 林徽英忽然道 我觉得 清阳宫 紫霄宫和茅山道院有些怪异 我曾踏足其间 觉得身上暖洋洋的 秦迪眼前一亮 笑道 好 等我有空过去看看 梁思成却道 我怎么没有那种感觉呢 林徽英微笑不语 秦迪又看了他一眼 惊不住见眉一阳 心道 可惜了 这是一个拥有灵根的女子 因为幼年时没有得到激发 所以不但未能走上长生路 反而折损了部分阳寿 有灵根的人能感受到各种杂气 只有得到上师的指点 修炼某种功法 才能吸收四十八正之气 同时将各种邪气驱除 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 要不然可能适得其反 这时候 林徽英已经四十岁 再想伐毛洗髓也晚了 所以秦迪忍住了没有说 因为说了也没有用 越是有学问的人 往往内心越固执 不是每个人都相信神话 这是明治开启的末法时代 人们更相信所谓的科学 5月23日 秦迪和燕雪县神清阳宫 清阳宫始建于周朝 原名清阳寺 位于四川省成都 被誉为川西第一道观 西南第一丛林 唐朝皇朝起义 唐熙宗避难于蜀中 曾将此地作为行宫 汉阳熊蜀王本纪 一曰 老子为官令引喜住 道德经 临别曰 子行道千日后 于成都清阳四巡吾 时隔三年 老子降临此地 引喜如约前来 老子显现法乡 端坐连台 引喜敷衍道法 自此以后 清阳宫观便成为神仙聚会 老子传道的圣地 秦迪在清阳宫里四处走动 一边走一边施展 寻灵觉 他走过山门 三清殿 唐王殿 混元殿 来到八卦亭 然后站住了脚步 八卦亭中 供奉着老子 骑着清流的塑像 秦迪悄悄伸手摸了一把 发现那雕像 似乎是青铜铸成的 也不知道 雕成于哪个年代 他瞪大眼睛瞧着雕像 隐隐看见一道清光 随即秦迪环顾四周 发现附近没有什么人 于是他抬手将塑像收入那须葫芦中 然后转身就走 燕雪在旁边看的目瞪口呆 当下也不敢多问 紧跟着秦迪离开了清阳宫 第三百三十三章 老君显灵 走出很远的距离 他才开口问道 先生 您为何要搬走那具雕像 秦迪道 我要跟他借点法力 燕雪感到匪夷所思 这 您怎么借法力啊 秦迪道 先找个僻静无人的地方 他一边说 一边向西行去 不到半个小时 来到西陵雪山之巅 他把雕像取了出来 然后让燕雪退到远处 燕雪一言而行 站在数十丈外 秦迪探手取出仙气大鼎 口中默念大大 那鼎长道丈许高 直径也有一丈 随后他将手一翻 把老君雕像 连同他自己照进去 燕雪在外头看得惊讶无比 也不知道他在里头干什么 难道在做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吗 可是一人一雕像 能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呢 过了一会儿 他发现 那鼎在阳光照射下 忽然放出万道霞光 然而响起深邃悠长的钟声 咚咚咚 声音传得很远 恐怕数十里外的人都能听见 许多人抬头向雪山顶上望 然而却只能看到一件发光的物体 看不清那里到底有什么 燕雪距离大鼎只有数十丈 他听见大鼎里有声音传出来 下雨 你敢弃我的法力 好大的胆子 燕雪被吓了一大跳 经不住花容失色 心道 这不是先生的声音 难道里面还有一个人 莫非是那雕塑活过来了 这事可不得了 莫非说话的乃是老君 先生道了老君的法力 老君忽然醒过来 会不会惩罚他呢 咦 刚刚那声音 为何归罪于下雨 难道说是因为九鼎的缘故 燕雪想不明白 心里七上八下 忐忑不安 过了好大一会儿 大鼎上的万道霞光消失不见了 忽然间 大鼎被掀开 擎敌从里面走出来 而那座雕像青铜雕像 原本是青灰色 带着体重乌光 此时变得十分暗淡了 连一点亮光都没有 前后不到一个小时 擎敌的功力 骤然提升了两阶 已经到了筑基第九重 他对燕雪道 走吧 我们将雕塑喊回去 燕雪跟在他的身后 想问又不敢问 因为刚刚大鼎里 分明传出了别人的声音 说明那雕塑可能是活的 他这时候要是问话 会不会给雕塑听见 于是他默不作声的从后面跟着 两人下了大雪山 重新回到青阳宫 将雕像搁在远处 然后拔腿一开 直到走出数十里外 燕雪才敢开口询问 先生 那雕像真的是太上老君吗 秦敌微微一笑 道是他又不是他 你怎敢盗取他的法令 这可是要命的事啊 你知道吗 西年有位大神 发布天地之命 号令天下 绝天地通 那位大神是谁 不知道 他是谁呢 那人乃是黑帝 曾经一度 他做了天庭的主人 发布的命令 众先都该遵守 可是这座雕像 却在人间吸收香火和灵气 自动衍生出老君的模样 仿佛老君的化身一般 虽然这尊化身法力很低 而且 跟外界的沟通隔绝 但他毕竟违背了天条 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这种事 搁在老君身上 也算为例 所以我有权约束他 秦敌没有说出口的是 他西年也曾经做过天地 功力不在太上老君之下 两人之间 就算硬碰硬 他也不惧对方的赫赫威名 秦敌转世于民国 是一具有血有肉的身体 而雕像是后世之人 根据老君的传说塑造出来的 吸收香火和灵气 变成了老君的样子 恐怕连太上老君自己都不晓得 因此之故 秦敌做了也就做了 尽管天下乌鸦一般黑 他自己来这里 原属于违规 但是抢先一步打压别人 对于习惯于杀人夺宝的仙人来说 也算稀松平常的事 然而 燕雪却还是感到奇怪 问道 先生 天下寺庙道观何其多 哪家没有仙佛的雕像呢? 秦敌微笑道 如果是普通的寺庙道观 虽然供奉了雕像 却未必拥有法力 必须千年以上的道观 里面供奉的雕像 才有希望变成仙灵 而且因为地球到了末时 天道一变再变 要想成经越来也难 即便今天我不去收取雕塑的法力 等到若干年后 它也会被人推倒 一旦推倒 今生不保 仙灵也将消亡 再过二十年 很多雕像都被砸了 如果有神灵的话 为啥不冒出来? 接下来 秦敌没再去紫霄宫和茅山道院 因为他刚刚晋升两阶 需要慢慢地打磨一阵子 然后才能四处行走 回到家中 秦汉旭又想去酒寨沟消暇 于是秦敌让人收拾一番 带着家人去了深山之中 1944年6月 美日两军交战25天后 美军占领塞班岛全境 获得惨胜 6月20日 美日双方在菲律宾海的 马里亚那群岛附近 进行了大规模海战 美军击沉日军三艘航母 两艘游船 击落378架日军舰载机 而获胜 而在欧洲 六七月间 苏军完全击溃德军中央集团军群 解放白俄罗斯全境 并攻入波兰 7月24日 诺曼底登陆战役结束 盟军共投入288万人 5300多艘战舰和13700多架战机 在中国 战争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衡阳保卫战 中日两军交战了47天后 日军攻陷衡阳城获得惨胜 与此同时 新华军和九州军的根据地 都在组织反攻 在这种全民抗战的时候 秦敌却躲到一边钓鱼去了 因为他知道大事已定 接下来 历史会按照固有的趋势走 7月初 秦敌告诉父母 他要和燕雪出趟远门 秦汉城说道 天底下乱糟糟的 到处都是战火 你们要去哪里 秦敌道 我们准备徒步去欧洲 一来一回 大概要半年的功夫 要死了 这么远的路 能是徒步来回的吗 哈哈 我俩走得很快 您老就放心吧 你们去欧洲做什么 墨索里你死了 希特勒也快完了 我想趁二战结束之前 看看欧洲有什么好东西 或许能收一些回来 万里迢迢 你就算花钱买了 又怎能带回来 秦敌心道 我还要花钱买 我说的收一些 分明是去抢劫 秦汉城和朱婉 想拦他也拦不住 于是没好气地说道 我反正管不了你 你爱去哪去哪 我只要管好 孙子就好 哼哼 还是我孙子乖巧 是个听话的孩子 秦敌将家人送回重庆 然后和燕雪一起 一路往北走去 经过宝塔山的时候 她看见妹妹秦月 正在给一群年轻人讲课 她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她也就放心了 我才能评论 咱们评论